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也只有破例出手帮你一下的 你先看看此预剪中的东西再说吧 傲笑老祖眉头一皱 叹了一口气之后 忽然一张口啊 竟然呢 从体内喷出了一块轻蒙蒙的预剪出来 并徐徐的向音乐一飘而去 音乐呢 有些疑惑 但仍然一把将预剪抓到了手中 往额头上一贴之后 将预理神念呢 探进了其中 啊 忘情绝 神念刚在预剪中匆匆一扫 音乐就脱口叫出声来 不错 这套忘情绝 是我当年无意中得到的一套上古秘术 不但威力其大 更在心境修炼上有不可思议的效果呀 你一旦决定修炼之后 我会用其他秘术 助你尽快的修炼小程 多半呢 可以将心境上的破绽呢 重新的修补完整的 如此一来的话 进阶合体就应该不成问题了 不过 此功法顾名思义啊 修炼后的后患也同样不小 据扣诀后面所说 一旦修炼了此法诀 其情六欲等东西 会变得渐渐的淡薄的 若是完全修炼大成 甚至可能彻底的消失啊 这一点其实倒没有什么 关键是这套秘术的修炼之法 原本就有些过激 恐怕对你以后进阶大成 多半有不小的影响啊 因此其中的利弊 你要多慎重考虑一下 奥笑老祖呢 望着银月的脸庞 目中流露出了一丝矛盾的说道 银月呢 一边用神念呢 探查着预见 一边听了自己祖父的一番言辞 脸色不禁连连变了数遍 显得呢 有些殷勤不定 而奥笑老祖说完这一番话之后 反而将双目缓缓的闭上 不再言一论 一副呢 静等银月自己拿主意的模样 足足一顿饭功夫之后 银月才将额头上的预见拿下 并低头冷静的思量了起来 又过了一会儿 银法女子额眉一条之下 似乎有了决定 抬头冲傲老祖凝重的问了两句 祖父大人 这套秘书真的能和母族决战前 让我进阶这合体期吗 不敢说有十成十的把握 但是起码有七八成的机率 否则的话也不会如此轻易的拿出来的 不过嘛 你别急着做出决定 反复思量几日后再给回话也不迟嘛 奥笑老祖双眼一睁 盯着银月一刺一顿的说道 是 祖父 银月张口几下 最终顺从的把原先的话都咽了回去 就在奥笑老祖呢 还想和自己的孙女儿再多说一些事情的时候 悬色一动 忽然一回头啊 目光呢 望向了大门处 结果片刻过后 脚步之声响起 一名年轻的侍女呢 出现在了门外 并恭敬的说话 回顶大人 外面有本岛两位长老前来求见 哼 他们动作倒是不慢啊 好了 让他们进来吧 奥笑老祖呢 神色一缓 点了点头 吩咐道 那名侍女 自然答应了一声 领命就出去了 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续姓男子和白发老者从外面走了进来 一见奥笑老祖当即上前见礼 拜见前辈 不知前辈这次相招 有什么事情需要晚辈去办的 白镜面孔的男子肃然问了一句 不急 你二人先坐下说话 奥笑老祖却一笑 用手呢 往旁边的椅子上一点 这一妖一人 两名合体存在 自然不敢违背奥笑之意 冲泄了一句之后 也就老老实实的 分两侧坐了下来 哎呀 你二人说起来 和老夫都有些渊源的 一个呢是当年就有之后 一个则是莫道友的记名弟子 眼下吧 有一件大事 需要有人去办 我看也只有交给你们两个 我才真正放心呢 奥笑老祖呢 打亮了二人一眼 和颜悦色的说道 前辈尽管吩咐 面对眼前大成存在啊 巨星男子二人颇有一些 受宠若惊了 嗯 我听莫道友所言 在他不在的时候 能在圣岛做些主的人 就是落道友了 如此的话 我需要你帮我搜集一些东西 里面有的是法器 有的是材料 这些东西呢 都比较少见 有的已经有了下落 有的却要你自行寻找 唯一的条件就是这一切 必须在暗中进行 而且是越快越好 奥笑老祖略意沉吟了 就开门见山的说道 是 晚辈马上派一些信的过的人 分头去做这些事情 绝对不会让外人知道的 白发老者先是一乐 忙口答应了下来 和好 我呢 这里有份清单 一起说好了 奥笑老祖点了点头 袖子一抖 一块玉碱直飞而去啊 白发老者立刻起身的 把这玉碱射入到手中 并看也不看的 放到了袖子中 他明显一副 无论里面记录了何种东西 都会尽力去办的模样 奥笑老祖见此情形的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满意的表情 回头又冲续姓男子吩咐道 我说续贤子啊 我需要你去蛮荒世界一趟 去见几位异族大能之士 至于见他们要做何事 我也都写在了预检中 回头一看就知 此事同样不要让岛上其他人知道啊 是 晚辈一定会小心行事的 续姓男子呢 同样公身答应道 这两件事情 关系到魔族三大十足 莫道友也知道的 老夫顶多呢 也只能给你们五年的时间 若是超过了 则会耽误了大事 你们明白吗 奥笑老祖忽然说着说着 脸上严肃了起来 前辈放弃 晚辈等人即使性命不要了 也一定会按时完成任务 白发老者和续姓男子 一听是用来应对魔族始祖的 互相看了一眼之后 脸上不禁露出了惊喜交加的表情啊 几乎要马上发誓起来 老夫找你们过来 自然是对你们放心的 好 没有其他的事情了 你们马上去办吧 此事一早不一迟啊 奥笑老祖一抬手呢 将另外一块玉剪抛给了续姓男子之后 就说出了送客之言 白发老者二人不敢再多说什么 当即身世一礼呢 就离开了阁楼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祖父 这两个人没有问题吗 圣道中不是已经混入到了魔族的间隙了吗 等二人一离开之后 银月眉头一皱的问了一句 呵呵 若是这两个人也不可靠的话 其他人就更不可信了 这两个人是莫简离亲自向我推荐的 因为两个人啊 都是在圣道居住千年 从来没有离开过半步的人 再说 你真觉得魔族奸细 能逃出你祖父的双眼吗 起码先前在大殿中见到的那一干圣道长老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的 这算是一个不坏的消息了 奥下老祖的脸上 上过了一丝淡淡的笑意 祖父大人既然心中有数 玲珑就放心了 好了 我先上楼休息一下 玲珑神色一松 向奥下老祖伸师一礼 嗯 你也奔波了数月之久了 的确要好好恢复一下 那你就先下去吧 奥下老祖点了点头 有些怜惜的说道 祖父大爷也早些休息吧 毕竟你老人家才恢复元气没有多久 还是别过太过劳累 银发女子不放心的叮嘱了一句 你以为你祖父还真老了不成吗 奥下老祖啊 一咧嘴不在乎的说道 你祖父大人的模样 说是我兄长多半都不会有人怀疑的 又如何谈得上一个老字呢 一跃轻笑了一声 就头也不回的向楼上走去了 他的表步轻快了几分 仿佛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哼 这个丫头啊 真希望她不用修炼的忘情绝呀 奥下老祖呢 目睹银发女子背影从楼梯口处消失 脸上轻松之色 围之一收 反而呢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但是奇怪的是啊 长发男子说完这句话 就双目一臂端坐在椅子上不动的 丝毫的没有体身上楼的椅子 过了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他眼灵一睁 忽然淡淡的说了一句话 既然已经来了 还不现身出来吗 属下拜见 傲笑大人 话音刚落 附近虚空竟波动一起啊 一道近似透明的虚影一闪而出 离傲笑老祖呢 不过数丈远而已 这虚影刚一现身而出 身躯呢 就渐渐的凝聚清晰 最后化为了一名身穿贴身黑袍的苗条的女子 此女脸上呢 戴着一张青铜色的狼手面具 双手呢 也被一双黑幽幽的手套包住 浑身上下 竟然一丝肌肤都未露出啊 刘云啊 如此多年过去了 你这身装扮 倒是一点都没有改变呢 傲笑老祖呢 眉梢一动 露出了一丝感兴趣的表情 大人也同样是风采一旧啊 当车听闻大人杜劫负伤之时 属下还着实担心了好久 现在家大人无事 属下也就放心了 面具女子呢 不敢怠慢 身世一礼 并恭敬的说道 哈哈哈哈 哎呀 区区一次天节 还真能要了老夫的小面不成吗 好吧 废话 咱们就不多说了 多年前 我就命你到圣岛潜伏下来 为的就是以防外衣所留的暗手 现在你将圣岛的情形和我详细的说上一下 老夫要在圣岛镇守一段时间 必须要先了解一下岛上真正的情形才行啊 傲笑老祖的表情的凝重了下来 是 圣岛现在的情形其实不算太好 主要是因为魔族那边 青红面具女子文言呢 毫不犹豫的讲述了起来 傲笑老祖听得非常用心 碰到有些不明的地方 则会开口的打断女子的讲述 仔细的询问个清楚 女子能回答的则回答 自己也不了解的 则只是摇摇头而已 最终的 子女将最后一句话讲完之后 就立刻戛然一顿闭口不言了 傲笑老祖呢 则一脸全吟的 在椅子上开始思量起来 表演啊 你做得不错 看样子这些年 你在圣岛上 倒是没有白呆啊 不过老夫上次传信 让你查的事情 可有结果了吗 傲笑老祖最终露出了满意之色 回过神来 却忽然问起了另外一件事情了 傲笑大人有命的话 表演怎会不用心细做 但是大人让我所查那个人 根本未曾来过圣岛 有关他的传闻虽然不少 但是更详尽一些的具体的情况 还是没有多少的 而且这个人呢 似乎是个苦修之士 除了修炼之外 似乎也很少和人打交道的样子 这大概也是这个人短短的时间之内 竟能够连跳竖阶的原因之一吧 树下已经将这个人的材料呢 整理了一下 大人现在就要嘛 里面大多呢 都只是一些疯传之言 并不一定是真的 面具女子话语中啊 首次流露出了一丝为难之意 但是想了想呢 还是老老实实的回答 不管是真是假 老夫都要看上一眼 我倒要看看 此人有多大的本事 从下界飞升灵界 不过千余年 就已经闯出这么大的名头了 而且还成为了玲珑的主要心结 傲笑老祖脸色一沉 有些阴沉的说道 是大人 黑旁女子手一扬 将一团清光打了过去 傲笑老祖单手一抓啊 就把这清光凭空抓到了手心中 然后五指一捏 将神面往其中一踏而去 啊 怎么就这么点东西啊 而且大多都是一些 捕风捉影的事情 刚进阶合体初期 就能应聘后期大成的修士 这种事情 你觉得有几分可能是真的呀 不过一小会儿的功夫呢 傲笑老祖就看完了手中的资料 冷哼了一声呢 却似乎有些不太满意起来 属下 只是按照大人之命搜集相关的资料而已 是不是真的还需要大人自己去判断 毕竟大人当初没有下令让我亲自出马 查看相关内容的 不过大人现在下令的话也有一些迟了 这个人在前不久遭遇魔族追杀 从而下落不明了 黑袍女子呢 极其认真的说道 嗯 下落不明 此事可是当真的 若真如此的话 倒是便宜了人族小子 呃 没有办法顺利进阶 就算死伤千百回也毫不足惜 傲笑老祖说到这儿 双目凶光一闪呢 他恨死了这个叫韩丽的人了 如果能让他碰到韩丽 他一定让韩丽是魂飞魄散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2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2回 面具女子 声音陡然一寒 如果傲笑大人真想要这个人的性命 而他又真活着回来的话 我倒可以替大人出手一次 如此的话 绝对不会有人怀疑到大人的头上 嗯 如果他出现的话 你也无需出手 傲笑老祖却毫不犹豫的点了下头 这是为什么 难道玲珑小姐知道此人的事情了 面具女子呢 似乎对音乐的事情也知道不少 有些诧异的问道 原本这个人的消息啊 我一直都瞒着玲珑的 他一直跟在身边 并不接触外界的事情的 但是呢 前一段时间啊 他突然接到了昔日一个旧友的传信 似乎无意中提到了这小子 飞升人界成为合体修士的事情 所以呢 这次出山 他才一定要跟着来的 若是姓韩的那小子如此快出事 就算再没有什么证据 玲珑也会怀疑到我的头上 心结恐怕更难打开了呀 当然了 他自己死在魔祖手上 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傲相老祖脸色殷勤不定了一会儿 才缓缓地说道 这样的话 那可就有些麻烦了 不过让其隐落在魔祖手中 对我来说 也并非不能完成的事情 面具女子一声轻笑 姨父啊 很想置韩丽于死地的模样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现在和魔祖的大战即将开始 每一名合体存在都是宝贵的战力 绝对不能够轻易地内耗掉的 否则相对此人来说 我更想 让天魁从此世间消失掉的 还会一直留他性命到如今的 傲笑老祖脸色一沉 用不容分辨的口气命令道 既然大人如此说 我就不插手此事了 否则我对这位号称人族十万年一线的修炼天才 还真是大感兴趣啊 面具女子低笑了一声 也就不再坚持下去了 刘勇啊 你作为影位已经多少年了呀 傲教老祖忽然问出了这么一句话 大概有五六万年了吧 大人怎么会忽然如此一问呢 面具女子一愣 有些诧异地反问道 当年我将你从时空流中救出 你发誓会效忠我十万年之久 并当场呢和我签下了十万年的魂器 如今我打算将剩下的数万年时间转给玲珑 你意下如何呀 傲教老祖肃然地说道 傲教大人 我虽然是敢于救命之恩才和你签下的魂器 但是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你是一名大成妻存在 在实力上足以让我心服口服的缘故 否则当年只会用另外一种方法相报你的救命之恩 面具女子文言 眉头一皱有些不愿 怎么 你不愿意的唯一的原因就是玲珑的修为不够吗 不错 玲珑这丫头 我是从小看着长大的 对其也算有感情了 其他的条件也就算了 但是她的修为确实弱了一点 起码也要是合体修为吧 我才能考虑 你应该知道我们疗兽一族的规矩 即使我也不能轻易地打破 面具女子呢 叹了一口气 似乎有些无奈 你若只是因为实力问题 尽管放心 这个丫头不出百年就可以进阶合体机的 甚至以后再进阶大城存在 也不是没有机会啊 好小大人 你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呀 面具女子呢 目中奇光一闪 诧异地问道 你呀 还不知道 玲珑呢 已经觉醒了七星月体 由此天赋在身 你觉得我刚才之言可有夸大之处啊 不过为了防止意外 此事呢 除了我和玲珑之外 还从来没有向第三个人泄露过呀 傲教老祖 郑重地说道 啊 竟有辞政事情 若是这样的话 我和其定下魂器 倒也不是不行了 不过 这需要我亲自 验明大人刚才之言之后才可以 面具女子沉淹了好一会儿 才勉强地点了点头 很好 有你在玲珑身边保着的话 在这修为大成之前 老夫都不用再担心了 支不宜迟 几天之后 我就给你们安排好一切 给你证明了 玲珑的七星月体 我就将魂器转过去 傲教老祖神色一松地说道 大人如此说 我自然会配合的 不过 傲教大人如此心急 难道是 对即将到来的大战 并没有信心吗 这才为玲珑大人安排后路 面具女子点了点头 忽然有些狡黠地问了一句 老夫要是没有信心 怎么会亲自跑这一趟啊 虽然说不知道魔族方面如何谋划的 但是这一次 我等和其他几族大成联手之下 却胜算不少啊 太具体的事情 我不好透露了 现在做法只是一些必要的预防的手段 况且就算没有魔节的事情 我也支撑不过下一次的雷节了 安排一些后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吧 傲教老祖傲然一笑说道 看到傲教老祖这般表情呢 面具女子的目中微光一闪 没有说什么 好了 我这边没有什么其他事情了 你先离开吧 道上应该开始排查魔族奸细了 可别让别人发现了你的破绽啊 否则万一被误会了 麻烦可不小 起码现在的掩饰身份 你可就没有办法再用了 是大人 那聊影就先告退了 面具女子呢 点了点头 胶躯一扭啊 就像来时那般 一下子化为了虚影 空间波动 微微一几的消失了 傲教老祖呢 目睹此景 双目微眯了一会儿 最终发出了一声轻叹 再次的闭上了双目 另一边 离天渊城十万余里外的一片小山脉中 一群身穿珠红衣服的人族修士 悄悄的隐秘在一座山头之上 正像啊 软出一座极隐秘的小峡谷眺望而去 这群修士男女都有 以二三十岁青壮之人为主 其中几个头发灰白之人 也个个呢 目中星光闪现 法力修为极为精纯的样子 但是奇怪的是 这群修士呢 无论男女老幼啊 脸色呢 均颜显悄 身上更有一种风尘朴朴的气息 似乎经历过长途跋涉 才来到此地 李师弟啊 你确定没有弄错 那峡谷中 真有天渊城的传送法阵吗 可以让我们直接进入城中去 一名身后背着青黄两口常见的白血老者 目光一收 转身对一旁挤挨着的 另外一名面上带巴老者 凝重地问了一句 小门师兄放弃 这个传送法阵呢 是天渊城给长老专用的秘密传送阵 知道的人哪极少啊 当初要不是看的 看守死法阵的一名金卫和我是旧石 并且呢 在一次酒醉之后 无意中说走了嘴 我也根本不知道此事啊 那名面带疤痕的老者 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这个可不好说呀 如今魔族占据这片地方也不算短了 在隐秘的地方都有可能暴露的呀 老者呢 却摇了摇头 仿佛呢 极为的担心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可现在天渊城已经被魔族封锁住了 我等想要直接闯进去 根本是自寻死路 也只有李师弟所说的这条路 我看可以试一试啊 另外一名面容奇草的老太婆 忍不住也开口了 哼 师妹所说不假呀 我等现在的确 已经没有退路了 在外面继续躲藏的话 或有离宗 被魔族灭族 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也只有进入天渊城中 才能保存本宗一脉的传承啊 看来 只有冒险一事了 背剑老者脸色阴情不定了 好一会儿 只能一咬牙说道 师兄明鉴 我那人族以前不知道 经历过多少魔际了 三大皇城都不太稳的 也只有天渊城 才未有被攻破的历路 若能进入其中 自然性命可保的 我呀 这就安排弟子过去查看一下 八面老者 文言大习起来 不用派普通弟子过去了 若是魔族真摄了圈套 一般弟子恐怕没有办法发现的 我看 还是我等亲自走上一趟比较稳妥一些啊 就算是万一真中了圈套 普通魔人也没有办法拦住咱们的 背剑老者一脸下巴胡须 却异常坚定的说道 也好 就依师兄之言吧 我呢和李师弟亲自陪师兄走上一趟 老太婆一思量 也一口同意道 不行 师妹是宗内修为仅次于我的人 还是和其他几位师弟坐镇此地的比较好 万一 万一真有了事情 无需等我们回来 立刻带着弟子马上撤离这里 李师弟 杨师弟 你二人陪我过去一下吧 因为一个对着传送法阵的情报知道一些 一个呢擅长禁止法阵之道 都可派上大用啊 背剑老者不再迟疑直接点名 八面老柳和另外一名 面容儒雅的老儒 立刻答应一声 站了起来 于是被背剑者呢 在嘱咐了留下之人几句之后 就带着齐佑二人 洞光一起直奔远处的峡谷 击射而去 剩下的人族修士啊 一阵骚动过后 自然呢都面露紧张的 望着洞光远去的方向 包括背剑老者在内的这一干人族修士 绝对想不到 在离这座山头不过数千里外的虚空中 正有一道淡淡的青红呢 也直奔同一目标急驰而来 在顿光中 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 正把玩着一座黑乎乎的迷你小山 目光并向四周不时的扫气 竟然一副漫不经心的模样 而在他的肩头呢 却趴着一名看似呀 只有三四岁大的女童 白白嫩嫩满脸的婴儿肥呀 一手抓着韩力尖头的衣襟 一手呢 却抓着一枚不知名的邻果大口的咀嚼着 韩力尖头望了一眼肩头上的女童 嘴角呢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这女童啊 不是别人 正是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的暴林兽 此兽呢 此兽呢 在他快赶回人族地狱的时候 终于从沉睡中苏醒了 并且一醒过来就给了他一个出人意料的惊吓 这头暴林兽啊 竟在醒来的同时呢 开始了合体期的肚结 以此兽身具的真灵血脉 所降临的天洁自然是惊天动地 厉害至极呀 而天洁不是外人可以轻易插手的 韩力固然就是近在咫尺 也只能是眼巴巴的看着此兽 在天洁中呢 差点灰飞烟灭了 好在他吞噬了暗兽之王的妖丹呢 凭空领悟出了几种新的神通 这才坚持到最后 勉强地渡过了此劫 可以呢 幻化成了人形 这个时候的暴林兽 自然也是遍体鳞伤 要不是韩力啊 不惜无数灵药的强行救助之相 恐怕仍然是小命不保啊 但是 让韩力有些无语的是啊 暴林兽渡劫后幻化的人形呢 竟是一个比屈儿看起来还要年幼的女童 若是幻成一个凡人 这等年龄恐怕连话都没有办法说得清楚吧 好在此寿 所画的女童呢 虽然看似幼小无比 但是自然不会真的满口压压之语 可以直接啊 用神念和其沟通的 因为小兽的意外渡劫啊 韩力返回天渊城的行程 自然呢 被耽误了一下 足足多花费了数月的时间 他这才带着从天节中痊愈的暴林兽 回到了人族 并直奔天渊城而来 他现在要去的地方 正是通向天渊城不多的几个 专为城中长老预留的隐秘的传送阵 因为这传送阵呢 是小型法阵 一次啊 顶多传送一两个人过去 故而天渊城呢 倒也不怕魔族发现此处 借机呢 直接侵入城中去 毕竟哪怕是合体期的魔尊 一次只传送一两个人 到有重重建制 和宠兵看守的另一端去 也只有活活被围困而死的下场 韩力唯一要小心的 就是这里的传送阵 别变成了魔族的埋伏之所 专门用辞整法阵呢 来引诱人族修士 飞蛾投火一般的自投罗网 当然了 即使有埋伏 以他右近一层的修为来说 也无需放入眼中的 如今呢 除了那些圣祖化身 一般的合体后期修士啊 他自问呢 都可以取胜的 像前两次 那般被魔族圣祖追杀的 落荒而逃的事情 应该小到几乎可以忽略的 那些圣祖化身降临在此界 可是为了统帅魔族大军呢 哪有可能在某些地方一直守住戴兔的埋伏什么人呢 甚至于呢 连那些魔尊出现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多高 在魔族大军攻打天渊城的关键的时刻 魔族高层呢 也不会呢 将顶阶的力量浪费在此等小事上的 韩丽一边思量着 一边催动动光 青红呢 在淡淡的闪动当中 不久就接近了前方的山脉 韩丽啊 正要一催直接没入其中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动 发出了一声轻疑 体表清光一脸呢 竟直接的在边缘处现身而出 并双目一咪的朝山脉深处凝望而去 瞳孔中蓝芒刺目 双目呢 一片模糊过后 千里外的一切 一下子尽数的拉到了眼前 结果呢 只见天边数十道颜色各异的动光浮现而出 并慌慌张张的 向他这边激势而来 而在这些动光后面啊 一片黑压压的魔云 滚滚的颈椎不放 在黑色的魔器当中 隐约可见一些面目猙獰的魔兽 和一些挥动兵器的魔族假释 在数十道顿光后边处 有一名白皙老者呢 正拼命的催动一青一黄 两口飞剑往魔云至狂展不停啊 每一道剑光展出去之后 都一下子化为了数十丈的巨剑 每每将魔云的硬生生的展之一顿 这两口飞剑 微能之道 竟似乎远超老者呀 本身恋须修为所能控制的 不过白皙老者 没展出一剑 这脸色呢 就维持苍白一分 当其面色变得一点血色 都没有的时候 竟张口将两团精血 碰到了两口飞剑上 两种飞剑所化的剑光 一下子比先前更加耀眼了几分 剑光所过之处 连魔云中的部分魔兽的假释 都来不及躲避的一战而灭 接连几剑过去之后 竟有数百头魔族假释 当场化为了灰烬啊 但是如此举动 显然也激怒了 躲藏魔云深处的高级魔族了 一声大吼之下 突然从魔云中 飞出了一只漆黑如墨的三股飞叉 一晃的化为了百余杖长啊 并在一阵古躁的叮当乱响过后 一闪冲一道 粗大的剑光一击而去 惊天动力的巨响传了出来 黑芒剑光是交织一团啊 又仿佛雷霆一般的爆裂而开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3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3回 粗大的剑光 一散就化为了一口飞剑往后而去 那光呢 变得是暗淡至极啊 而那口飞叉发出了一声哀鸣 也往魔云中倒射而回 似乎同样的受创不轻啊 你竟敢回我宝物 一会抓着你 定将你抽魂炼破 魔云中的高阶魔族啊 一见飞叉这般模样 顿时暴跳如雷 狂好不已啊 随之呢 魔云一个方滚高涨背许的 直奔老者一卷而去 白须老者见此情形啊 脸色大变 顾不得同样痛惜飞剑受损 梦然之间呢 将两口飞剑一收之后 身剑合一的 化为了一道青黄两色的金红 向后击射而走了 而这个时候 因为有老者的权力的阻挡 那些弟子呢 又已经逃出了百余里远去了 后方魔云中的魔族 自然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 当即魔风一起之下 同样啊 气势汹汹的再次追去 白须老者一边驾驭剑光飞顿 一边呢 从怀中掏出了数颗丹药 也不细看呢 往口中狂塞而去 再用眼光呢 往身后处扫了一眼 紧追不放的魔云 心中暗暗跳苦不迭啊 他先前带着两名师弟 进入山谷中寻找传送法阵 虽然呢 事先早就百般小心了 但是还是中了魔族的埋伏了 被七八名同阶的魔族呢 一刃围攻 要不是那两位师弟拼着自爆原鹰 一下子重创了数名高阶魔族 恐怕连他呀 也要陨落当场的 但是 即使如此 他也被剩余的魔族追得是亡命而逃 眼下的情形更是是危机万分啊 别看他刚才呀 威风凛凛 似乎已经呢 轻易的挡住了魔族的追兵 但实际上 刚才催动一番门中至宝 天干双剑 早已让其体内法力实时久空了 这也是他为什么 刚才没有继续留下阻挡那魔云的原因 现在纵然看似一门人大半都逃了出来 但以他门下弟子的修为被魔物追上 那也是迟早的事情 更何况啊 这里的魔族占领区域 想要真正的逃掉 除非有奇迹发生 仿佛根本的就是近似做梦的事情 白虚老者越是思量 心呀 越是直往下沉去 明明知道事情几乎不可而为 也只能硬着头皮硬撑下去 于是一追一逃追下 两拨人转眼之间就逃出了千里之遥 已经遥遥可以看见山脉的边缘处了 这个时候 前面的人族修士中 有十几名法力低威的弟子呢 不觉已经落后了其他人一大截 眼看着就要被后边的魔云追到了 魔云中众多的魔兽发出了低吼之声 魔族假释更是一个个面露争鸣之色 这些弟子呢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 白虚老者看到了此几人心中长叹了一声 用低不可闻的说了一声 也罢 随之所化惊鸿一个盘旋竟又掉头回转过来 再次放出了惊人凌芒的直奔 魔云冲了过去 这魔云中一声狂笑发出啊 黑气一阵翻滚之下 竟从云中的同时飞出了四名身材异常高大的 练习期的高阶魔族出来 其中一人呢 双手持着一柄黑色的三股摩擦 正是刚才出手击退老者飞剑的那名高阶魔族 其余的三人修为啊 却也丝毫不逊于此魔的样子 眼见白虚老者所化惊鸿就要到了魔云上空 这四魔呢 就同时的将手中的宝物往上一抛 一只黑色的巨叉 两口白森森的骨剑 一只蓝色巨剑 以一颗小山般的黄色巨转呢 同时在空中浮现而出 一个闪动过后 不知道怎么呢 一下子将那道惊鸿困在了其中 并逼得老者呢 不得不现行而出了 这个时候呢 四魔一催魔宫 五件宝物这才啊 冲老者是扑头看脸的 是狂急而下 老者一见死警苦笑了一声啊 只能把体内残余的法力呢 猛然一提 将所有的灵力都注入到了两口飞剑当中 顿时啊 青黄二剑一声嗡鸣啊 再次一动化为了两条巨大的剑光 狂舞了起来 一层厚厚的剑木 无声无息的出现在了老者头顶之处 将身形的彻底的护在了旗下 纵然这两口飞剑也是大有来历之物 但是那四魔临手一击的威力 还是远超常人想象的 五剑魔宝啊 只是重重一击之后 剑木呢就发出了肩鸣 寸寸碎裂 随之呢丝毫不停 气势汹汹的往老者狂落而下 白皙老者脸色煞白无血啊 只能勉强的一张口 又喷出了一股青霞出来 往空中飞剧而去 到了这种地步 他也只能拼死挣扎一下了 但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淡淡的男子的声音 默然在附近虚空中想了起来 哼 不过几名恋虚奇魔物 竟然也敢在我面前动手杀人 既然来了 那就把小命给我留下吧 男子话音刚落呀 顿时一声晴天霹雳 一道人影竟在离 白须老者不过丈许远的地方出现 并且呢 一手看似随意的往天上轻轻一抓 让人大惊的事情发生了 五件原本要落下去的魔宝啊 猛人之间一唱 同时呢 受到了一股庞然俱利迎头一击 顿时发出了怪名啊 向高空倒舍而去 四名高阶魔族在此一瞬之间内呢 竟失去了对自己宝物的控制 四魔顿时大吃一惊 他们呀 这个时候才看清楚 出现在白须老者旁边的人影 竟是一名二十来岁的青年 正是寒历 但是呢 没有等这些高阶魔族 惊怒交加的夺回宝物控制的时候 头顶上空波动一起啊 一道金光 从中是击射而出了 以难以置信的速度 围着他们飞快的一绕之后 就一个模糊的出现在了十余让外的虚空中 顿光一脸 现身出了一头丈许大的黄色异兽 这件此兽 体型修长 顾似豹子 头颅上更有两根翠绿玉滴的小脚 让其看起来呀 神秘万分 他刚一现身之后 就一摆头颅的扫了一下四名魔族 双目呢 竟四人异常的露出了讥讽之色 而怪异的是啊 那四名魔族呢 也在原地一动不动起来 但是脸上均都是一副奇怪异常的表情 但是下一刻 四名魔族身躯 突然浮现出了无数纤细的血痕 紧接着就在白血老者吃惊的目光当中 化为了一堆堆的碎肉 血雨啊 从空中洒落而下 一下子落入到了下方魔云当中 魔云中的滴阶魔兽啊 一沾染这些魔血之后 一下子呢 变得疯狂异常 竟然发出了狂吼 互相撕咬了起来 而那些魔族假释 则经的是目瞪口呆啊 也不知道哪一位忽然大叫了一声 数百名魔族啊 就猛然掉头 往后狂飞而逃 那些乱作异团的魔兽 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顾及了 杭力见此情形脸色一沉 他既然已经出手了 又怎么会让这些魔族跑掉呢 当即呢 冲着暴灵兽传音一声 魔兽就交给你了 那些魔族则交给我亲自处理掉 黄色异兽啊 一听杭力此言 毛茸茸的头颅微微一点 身躯一窜之下 竟一模糊幻化出了数十条淡金色的虚影 闪电一般的直扑那些低阶的魔兽 至于杭力呢 在原地未动一下 袖子一抬 一只手掌一亮而出 五指呢 只是看似平常的 往手心处一窝 轰的一声雷鸣过后 一团金色的雷光 顿时在紧握的手掌中浮现而出 闪动着刺目的金光啊 但当五指又漠然的一松而开之后 手心中金光又瞬间狂胀 无数手指啊粗细电弧 密密麻麻的弹射而出 只见漫天金光狂闪之下 每一道电弧一个闪动 就顺一般的出现在了 那些逃走魔族假释背后 并狠狠的一击而中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以辟邪神雷的克制神效 这些低阶的魔族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了呢 一阵轰鸣过后 魔族身躯啊连同身上的战墙 均在金光中纷纷的化为了飞灰 电光闪过之处 附近的魔云魔风也均被扫荡一空 这个时候在那暴林兽幻化的数十条虚影的击杀之下 那些低阶的魔兽也轻刻之间布了那几名高阶魔兽的后尘呢 同样的化为了一堆堆的碎肉 而一切从发生到结束 不过是几个呼吸的功夫啊 白须老者呀 甚至呢都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 差点这起死地的追兵就都死的一个不上了 多谢前辈出手相救 前辈莫非是天渊城的长老 白须老者这才回过神来 慌忙的呢冲韩丽拱手 脸上满是欣喜若狂之色呀 姑且算是吧 哎 你们是哪里的修士 不好好躲藏 怎么会跑到这里来呀 不知道天渊城附近早已经是魔族的天下了吗 韩丽神色不变的扫了老者一眼 大然的问了一句 回禀前辈 晚辈等人是火离宗的修士 本宗修身之地不幸被魔族发现了 也只有整宗迁移至此啊 却没有想到在前面传颂法阵处被魔族设了埋伏 差点都陨落在当场啊 白区老者不敢态骂 恭敬异常地回答道 哦 前面传颂法阵真的已经被魔族控制了吗 除了我杀的这几名之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高阶魔族在那边呢 哈利文言的双目一眯继续问道 传颂法阵那边还有其他几个高阶魔族 但是这些族人呢 都有伤在身 否则也不会就这点人手来追杀晚辈等人了 白区老者丝毫隐瞒之意没有 老实地回答道 哦 还有几个 既然这样就一块解决掉了吧 动作要快点 否则他们一旦得到了消息 恐怕会狗急跳墙毁掉法阵呢 哈利眉头一皱 喃喃自语 老者文言的脸色微微 此刻那些火离宗的弟子呢 在一名奇仇老太太的带领之下 也神色各异的纷纷飞回到了老者旁边 望向哈利的目光 自然是敬畏至极了呀 而未等这些修士来得及说什么 哈利呢 却已经单手呢 冲黄色一授一招手 提表清光一闪之下 就骤然之间化为了一道青红 从山脉深处峡谷击射而去 鲍林兽足下金光一片刺目的耀眼过后啊 竟也化为了一道金光紧随而去 转眼之间 二者几个闪动过后 就在天边消失的事 无影无踪了 掌门师兄 我们怎么办呢 那名老太婆急忙飞到了白旭老者附近 并一脸凝重的问了一句 哼 这还用问吗 虽然是跟着这位前辈过去了 就这位前辈开路的话 咱们进入天元城应该不成什么问题 哎 大家请都跟上 能否安然入城 就在此一举了 白旭老者毫不犹豫的回答道 好 我让一起赶过去 这个时候呢 白旭老者呀 顾不得体内法力已经枯竭了 急忙呢 抛出了一些丹药浮了下去 然后 单手飞快的 冲身上飞快连点几下 脸上呢 就浮现出了一丝不正常的阴红 将再次从丹田中提出了些许的法力出来 随后 在门中仅存两名练习其修士带领之下 数十名火离宗弟子呀 动工一起 也向峡谷方向飞去 和上一次的众人的心中坠坠不安不同啊 这一次 这些火离宗弟子呢 几乎人人面现希望和激动之色 千余里的距离啊 对于这些修士来说 自然没有多远 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这些人呢 就到了这峡谷的附近 结果呢 还没有等他们靠近 就忽然听到了一声惊天动地的启响啊 峡谷中 树道青色剑气是冲天而起 一闪即逝之下 又漠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紧接着呢 一声凄厉惨叫传出啊 一股黑蒙蒙的魔风 一下子从峡谷深处一阵飞出 里面隐约有一头头身独角的漆黑的模影 一脸慌张的向另一个方向而逃 见此情形啊 白石老者和老太婆互相看了一眼 都能看出对方脸上的喜色 看来那位前辈 似乎将留守的魔族也剿灭得异常顺利 身上清明之声一响啊 老柳背后 青黄双剑一下子脱壳飞出 老太婆则一张口呢 喷出了一口银蒙蒙的 奇薄的飞刃出来 二者自然心中存着痛打落水狗的意思呀 要将那魔鹰硬生生的拦下来 但是还没有等他们将手中的宝剂出 峡谷中就一声冷哼传出啊 一道十余让长的剑光一闪 立刻幻化成了一片青蒙蒙的剑气 将魔风中的猿鹰一卷其中 指点航光闪动当中 那魔鹰连哼都没哼一声 立刻就化为了乌有了 而那金莲的青色的剑光一脸过后 就化为了一口啊 齿许长的青色飞剑 往峡谷深处一射而回 你等若想也进入天渊城 大家动作快点吧 魔族援兵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赶过来了 寒厉淡淡的声音 从峡谷中悠然传出 接着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声响了 快赶紧赶过去 白旭老者文言呢 是欣喜若狂啊 并立刻呢 冲门下弟子一声力喝 顿时呢 一干修士 把吃奶的力气都拿了出来啊 化为了数十道金红 是直往峡谷中积舍落去 天渊城中 摸出重重进至包围的传颂大殿 两名元英奇的卫士呢 正站在门口处闲聊着 结果下一刻 那十几座并排的传颂镇的一座 突然爆发出了耀眼的白光啊 同时阵阵的嗡鸣之声 也从中漠然发出 不好 有人要传颂进来了 马上打开所有禁止 同时快些禀告守卫长大人去 一名卫士啊 顿时大惊失色的惊呼了起来 另外一名守卫呢 则二话不说 单手一晃 灵光闪动啊 一个巴掌大小的蓝色的阵盘 顿时浮现而出了 另一人手掌呢 狠狠的往上一拍 一声闷响过后啊 阵盘一下子爆发出了五色光霞 整座殿堂呢 立刻被各种波动 凭空浮现 同时呢 一层层各色的光木和密密麻麻的金银符文 更是一下子在四周狂涌而下 将整座大殿一下子封锁的是风雨不透了 在大殿附近的一座阁楼当中 白一鸣正在打坐的卫士啊 一下丝毫征兆没有的 从地上一跳而起啊 化为了一道道惊鸿 往阁楼外呢 是积涉而出 汪名的传颂阵突然就散发出了 丝丝的空间波动 白光闪动当中 一道青涩人眼 无声无息的浮现而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4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4回 行历将双目一睁啊 第一眼看到的自然是大门处十几名 如临大敌的手电卫士 当即嘴角一动 泛起了一丝倾笑 怎么 韩某才两三年未回 可不认得我了吗 啊 是韩前辈 既然是你老人家回来了 这可太好了 我这就去禀告几位长老去 好几位长老啊 都给属下留言 一有你老人家的消息 立刻就要禀告的 为首的一名金卫 一眼就认出了韩力 顿时大喜过望 上前深思一礼 并恭恭敬敬的说道 看来几位道友对我倒是颇为挂心了 好了 有什么事情 回头我自会和几位长老说的 倒是一会儿传送传中 还会有人过来 你们给安排一下吧 韩力点了点头 轻描淡写的说道 啊 还有人 是 请自韩前辈吩咐 这名军卫为言啊 纵然说一头雾水 但是在韩力目光一扫之下 仍然心中一脸 立刻攻身答应道 这个时候呢 韩力已经走下了传送阵 大摇大摆的直奔大门走去 而传送阵中 白光再次闪动 另有两道人影呢 浮现而出 赫然是白絮老者和那奇丑的老太婆 说明卫士在军卫的率领之下 立刻迎了上去 韩力对这一切 不管不问了 出了殿堂腾空而起 本自己的住处飞顿而走 洞光当中啊 他一边向前飞驰 一边神念的一趟而出 向四周呢 横扫个不停 如今的天渊城啊 比起他当初离开之时呢 明显的安静了许多 城中各条街道上 除了一对对巡逻的卫士之外 很少见到 普通散修在城中游荡 这些巡逻的卫士也明显的呢 比以前多出了数倍 并且对过往的修饰 大多要盘查询问 这才样通行 整个天渊城都充斥着一股 浓浓的肃杀之气啊 但是以寒历散发出来的强大的灵样 自然是没有巡逻的卫士 甘不知趣的向前拦阻 那很顺利的就看到了自己所住的那座高大的石塔 并顿光一脸 直接进入到了最高一层当中 出现在了某间的不算太大的厅堂 过光一扫啊 寒历的嘴角呢 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所有的一切竟和他离开的时候保持着一般无二 不过 此刻厅地上呢 是一尘不染啊 显然也是经常有人过来打扫的 看来他那两名弟子倒是用心不少啊 心中如此思量着 寒历不客气的在大厅中间的位子上一坐 袖子呢 同时往外一抖 两道浮路一闪飞射而出 一个盘行过后啊 就化为了两团火光 没入虚空不见了 随后 昂历则在椅子上闭上了双目 一动不动的竟等下去了 片刻的功夫过后 大门外顿光闪烁 两道人影呢 在厅堂中闪现而出 一名一身蓝袍面若怪异 一名的身着道袍去一脸笑嘻嘻之色 正是寒历的两名弟子 海大少和七灵子 二者一见寒历 面上满是大喜啊 急忙急步 想到面前是大力参拜 师父 你能回来了 真是太好了 恭喜师父 爱人返回 怎么 听你们的口气 难道说以为我出了什么事情不成了吗 哈利摆了摆手 让二人起来 师父如此长时间 未能返回天原城 城中的确有些不太好的传闻呢 说师父可能已经隐落魔族圣族手里边了 不过现在眼见师父无事 可自然都是一些赌风捉影的谣言而已 海大少满脸兴奋的说道 七灵子在一旁呢 也是连连的点头 也是一副十分赞同的模样 倒也不完全都是谣言 我这一次出去呢 的确遇到了一些麻烦 也和魔族的圣祖化身交手了一番 的确是凶险万分的 哈利一听此话 眉头微微一皱 听到哈利如此一说 七灵子二人脸上的笑意 不禁一脸呢 不过嘛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不是无事的回来了 而且这一次外出 为师也算是因祸得福 另得了一番机缘呢 回头呢 就要开始准备冲击 合体后期的停醒了 啊 师父要冲击合体后期了 这可真是可喜可贺的事情 如此一来 师父成为天元城第一修士 已经是指日可待了 突然先恭喜师父 大道得逞 以师父贤通 进阶合体后期之后 想来连那圣祖化身以后 也可抬手可灭了 七灵子和海大少 大喜至极啊 纷纷的说出了恭喜之言 一副大派 杭丽马屁的模样 杭丽呢 哑然一笑 冲两个人摇摇头 却忽然问起了另外一个人 哎 你们凤石姑 现在可安好啊 我刚才用神殿扫了一下 似乎并没有在塔中啊 师父 凤石姑被邀请参加一个聚会去了 一听杭丽此问啊 海大少和七灵神色顿时有些异样 两个人呢 互相看了一眼 然后有些迟疑的回答 你们二人 有什么瞒着我 杭丽是何等之人啊 目光一扫之下 声音倒然一沉 徒儿怎敢欺瞒师父 只是一时不知道 该怎么告诉师父才好 冰凤石姑这次外出参加聚会 并非出自本意啊 谢灵子心中一脸 急忙回答道 什么 并非自愿 难道说是被什么人强迫不成吗 行里有些意外 现出了一丝惊讶之色 似乎凤石姑的真身被外人知道了 那个人在师父失踪的这段时间里边 一直对凤石姑纠缠不清 因为师父不在 师姑也只能和那个人虚伪应付啊 这一次是海大少开口了 丁凤也是一名练兮修士 一般的人怎敢纠缠 特别现在人妖两族又是联手对抗摩羯的时候 妖族身份应该不会成为太大的把柄 这人的身份应该不一般吧 城中的长老我都认识的 虽然我暂时不在城中 也不应该做中这种撕破脸皮的事情 难道是最近加入天渊城的外来修士吗 韩里 双目一眯半晌才冷冷的说道 哎呀 师父明见啊 听师姑说呀 这个人的确就是新进加入的原乙天成一位太上长老 师父当日不惜冒险的前去相助此城 他们呢 竟然反过来对师姑不利 真是忘文服役啊 七灵子露出怒容 乙天成 这倒有些意思了 当日我和魔族圣祖一战 他们倒是带着门中精锐弟子逃到了天渊城了 不过乙天成的两名长老我都见过一次的 不知道是哪一个做出仔细的呀 韩里摸了摸下巴 有些意外的问道 就是那位九星宗的青龙上人 海大少不加思索的说 青龙上人 哼 果然是他 他纠缠你们师姑的缘由是什么呀 既然知道你凤师姑和我的渊源还敢做此种事情 没有天大的好处在里面 想来绝对不敢如此呀 韩里眉梢一条 神色阴沉的问了一句 这倒没有听凤师姑说过 但是弟子从其他的渠道听闻呢 似乎青龙有让师姑和其双修的意思 似乎呢 还愿意给一定的名分 双修 这个老家伙 他真的是打得好主意啊 韩里听到这里呢 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 也就明白了其中八九分的缘故了 虽然说他不知道 这冰凤如何在青龙上人面前被识破的真身 但是啊 这位九星宗的太上长老 竟然似乎知道冰凤原音之气的妙用 这才会不顾一切的想和冰凤双修的 那么至于至今还没得手 一方面呢 是冰凤啊 自己不愿意 另一方面呢 则自然是估计韩里的失踪时间不长 他刚进入天渊城不惧 不得不顾及城中其他合体修士的意见 当然了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位青龙上人多半是认为 他应该隐落了 这才变得如此肆无忌惮呢 你们冰凤师姑对此是什么态度呀 是真心不愿意答应此事吗 韩里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 默然的问了一句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凤师姑自然不肯答应啊 开始一直躲在塔中 不愿意去见这位青龙上人的 但是后来不知道对方使用了什么轨迹 竟然逼着师姑 有时不得不出去见对方几次 但是师姑呢 也非常的小心 和对方见面 地方呢 必定人多之处 这才能勉强应付 但是我听说呀 这位青龙上人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多次让人传话 威胁要动用强硬的手段 逼迫师姑就范的 或是兄弟二人一直为此大为担心 也不知道真该如何做 城中其他长老会不会真的出面阻止 我想这位青龙上人自己都办也顾起此点 所以才能一直拖延至今 七灵子的脑袋啊 明显的比海大少更好用一些 一边回答着韩丽 一边说出了一些自己的判断出来 可能如此吧 不过你们师姑聚会地点是何处 你们可知道吗 韩丽不至可否得点了点头 脸上突然又浮现出了一丝煞气的 问了一句 呃 听说是都元阁 好像一个颇为隐秘的小型交易会 不过只能练习修饰以上才能参加 否则的话 我二人肯定会陪同师姑一块过去的 海大少呢 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二人这点修为 就算去了 又能做什么呢 好了 我亲自过去一趟 将你们师姑接回来吧 韩丽神色阴沉淡淡地说了一句 一下子站起了身 接着呢 他东光一起 直接化为了一道长长的青红 从殿中飞射而出 七灵子和海大少 似乎呢 也没有想到 韩丽走得如此干脆 这才慌忙 躬身地 做出了恭送的姿态 但是呢 二人再抬起头来的时候 大门外空空如也 哪儿还能看见 韩丽顿光丰毫啊 二者呢 不禁面面相去起来 平常师父和奉侍姑之间 好像接触并不太多 但是没有想到 师父竟然这般在意奉侍姑的 哎 你说师父他老人家 会不会早就终于师姑了呀 师姑有没有可能在不久之后 再变成我等的师娘呢 海大少眨巴眨巴眼睛 忽然冲七灵子说道 脸上呢 还满是诡异的笑容 哼 不管是不是 长辈的事情 我看我等啊 还是少议论的好 哎 不过我想并非不可能吧 七灵子口中话语一本正经 但是脸上浮现的表情呢 却明显的是一副 也想知道的样子呀 海大少见此 虽然对其那直翻白眼 这个时候 韩丽却早已在 数十里外的空中了 并奔某个认准的方向 飞顿而去 他在天渊城啊 也算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了 对着名气不小的 兜元阁自然知道了不少 甚至也曾经 去过那么两三次 此地离他住处颇远呢 而他在城中 也不可能全力飞顿 估计赶过去 也是要花费一些时间的 孤尔呢 在驾驭顿光飞行的同时 他的目光闪动不定 似乎也在思量着什么事情 兜元阁呢 是一处专门工 高级修士聚会 和商谈事情的地方 基督人就是天渊城中的一位 合体系的长老 任谁呀 也要给此阁几分面子 绝对不敢在此地闹市和大打出手的呀 故而此阁名头 在天渊城秦修中一向不错 一般修士 若是开个小型交易会 或者商谈 某些比较隐秘的事情 一般呢 都喜欢暂时租下阁楼某层 从而呢 让参加之人呢 真都放心 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 前方漠然出现了一片 茂密的密林啊 足有上百亩的样子 在密林的中心处 赫然有一大三小四座阁楼 最大的阁楼 足有千丈之高 丝毫呢 不比天渊城那些 石塔低到哪里去 三座小一些的阁楼 也有三四百丈高 远远的看去 也是颇为的雄伟啊 哈利一见 这几座建筑 神色不变 顿速呢 却一下子 加快了背叙 这个时候 庶名身穿黄袍的 园英七的修士 正守在最高阁楼的 一层入口处 东一句西一句的 闲聊的什么 但是几个人呢 忽然只觉得眼前一慌 似乎有什么东西啊 从几个人之间的 一闪而过 进入到了门内 与这几个人修士啊 竟没有一个人 看得清楚那东西分毫 这一下子 这几名守卫顿时大惊失色起来 有几个人呢 慌忙抬手 扣住了法爵 并转身朝阁楼望去 更有人手臂 还灵光闪动之下 手指之间呢 出现了报警用的浮落 就在这个时候 门中呢 一声冷哼传的出来 随之一股强大的铃鸦 从那一涌而出啊 这几名侍卫只觉得身躯附近 空气一紧 身躯呢 就立刻被压上了万斤之力般的 没有办法动弹分毫了 一干人等不禁惊呼出口啊 这个时候 他们才看清楚了 阁楼一层的大厅中间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一名身穿金袍的人影 虽然说背对着他们 但是 人影身上散发的灵压之强 对于他们来说呢 简直如同啊 魔神一般的强大和不可抵挡 让几名卫士个个呢 满头大汗起来 我来找一个朋友 你们这段时间什么都不要做 老老实实的待在这里就行了 我找到人自然会离开的 人影头也没回 淡淡的说道 那话语之中 充满了不容置疑的吩咐声 下一刻呀 人眼身躯一阵模糊 就无视阁楼中禁止的 凭空消失了 而在人影消失的瞬间 这几名守卫啊 直接在身上 拒压一松 这才恢复了行动的能力 这位前辈是什么人啊 怎么敢直接闯入兜元阁 难道不知道 本阁的主人是谁吗 一名看似年轻的守卫 有些抱怨的说 另外几个人呢 嘴里边是没说什么 但是脸色自然也极为难看 哼 你还是闭嘴的好 省得惹来杀神大祸呀 一名满头蓝发的老者 脸色阴晴不定了片刻 却忽然低声的打断了那名 年轻同伴的话语 道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你认得此人吗 那名年轻的守卫 文言一呆 但是另外一名 看起来颇为老成的中年男子 却面色印领的 问了一句 不错 你们几个呀 都是新进加入本阁的 不认识这位前辈 毫不稀奇 但是我当年曾经远远的 见过这位前辈一次的 这位前辈可是合体中期的修士 比阁主他老人家修为 都还要高上一层的 我们得罪了 那岂不是自寻死路吗 什么 合体中期的修士 其他所谓一听此言呢 都是大吸了一口凉气呀 刚才出院的年轻卫士呢 更是脸色 一下子煞白无比了 合理修士 若是对他们出手 恐怕绝对不必 碾死一只蚂蚁 费进到哪里去 若是对方记仇的话 年轻的首位 不仅是越想越怕起来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95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295回 那名老成男子在吃惊过后 却似乎呢 又想起了什么 忽然说道 姓韩 又是合体中期前辈 难道这位前辈就是 呵呵 倒又想起来了 不错 就是那位 这两年传闻已经陨落的 韩前辈 如今这位前辈 安然地出现在这里 前些时间的传闻 自然都是吸言了 老者一摸胡须 点了点头 可是这位前辈身上 好浓的煞气啊 似乎有些来着不善 恐怕不仅仅是来找人 这么简单的吧 那万一真出了事情 本格的规矩 既不是坏了呀 那名年轻的守卫 喃喃地说了两声 一听此言呢 其他人脸色再次一变 目中的闪过 一丝惊惧 韩前辈 到这里做什么 哪是我等能管的呀 就是将这兜元阁拆了 阁主也绝对不会 因此而怪罪我们的 本格规矩 只是对一般的修士来说的 岂能用在 韩前辈这等存在的身上啊 蓝发老者 倾笑了一声说道 穷心的回到了 原来的位子上站好 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听到老者如此一说 其他守卫呢 也连连点头称事 并心绕不宣的 不再谈论刚才的事情了 仿佛先前的一切呢 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一般 只有那年轻卫士呢 还有一些六神无主 时不时的挥手 往门内处望去 几乎同一时间呢 在格罗中间一层被重重禁置 封闭的大厅当中 正有七八名男女呢 围着一名一身白袍的女子 正在劝说着什么 那白袍女子 肌肤晶莹如雪啊 凤目戴眉 但是脸上神色 冰冷异常 正是被邀请参加 此地聚会的冰凤 他刚一到此地 结果呢 未见到有人开交换会 并且到会之人 也隐约不对之后 原本立刻警觉的想离去 却没有想到啊 反被其他人发动禁止 封锁了整个楼层 接着参加此会的这些人呢 开始轮流的 对他劝说不停 竟然是一副 都已经被青龙收买下来的样子 凤道友 说起来你的冰凤之身 和我们黑凤一族 也算是有些渊源的 否则的话 这段日子里边 姐姐我也不会在你和青龙前辈间 一直周旋不停的 但是 你要是再这般拖下去 可能真的会戳怒青龙前辈了 以青龙前辈合体中期的神通 若是对你动强的话 妹妹可一点反抗之力都没有的吧 我看哪 倒不如答应了下来 以青龙前辈的身份地位 丝毫不比那姓韩的小子 差上多少 你又何必如此死撑下去呢 说话的呢 是一名一身黑裙的貌美少妇 眉宇之间引荐煞气 竟正是黑凤族的小红 此女呢 前些年呢 被黑凤妖王贺令闭关一阵子 如今呢 竟出现在了天渊城中 还一副修为增进了不少的样子 其他人呢 也是人妖两族都有 并且都或多或少的和兵凤认识一些 此刻也都是一副苦口婆心 加以相劝的样子 妖族会出现在这里 那么自然是因为 魔族开始攻城之后 城中呢 已经取消了两族划分的界限 双方都可以护到对方区域的缘故 即使如此啊 两族互通存在 一般也不会无故的 跑到对方居住的区域中去的 只有高阶存在 才会不在意的互相往来 这几个人中的妖族 基本上都是练须修士 自然完全呢 有资格出现在此地的 不过呢 他们所劝说的言语 却实在是没有什么新意 仍是啊 在不停地说青龙上人 身为合体修士 合体双修呢 自然是一件两立的好事了 城中不知道有多少女修 对此当好事 还求之不得之类的话 但是 无论小红动之以情的言语 还是其他人呢 小以厉害的劝说 冰凤呢 仍然呢 是不为所动啊 冰凤妹妹 这该说的话 几个几个人 可都跟你说了 你现在给个准确的回复吧 是不是愿意答应 青龙前辈的双修之意呢 小红剑子情形 自然是暗自眉头紧皱啊 再过了一会儿之后 一摆手 让其他人暂时住口 声音夹人之间 变得有些阴沉 这几个人当中啊 显然的 以他为主的模样 道友就算是说得天花乱坠 我也不会答应的 我倒是觉得有些奇怪了 小道友 身为妖族议员 难道说不知道 人妖殊途 正是我等妖族的一大族规吗 你如此明目张胆的 帮着青龙上人来胁迫我 就怕回去后 被黑凤妖王大人去罪吗 冰凤终于神色一动的开口了 但是话语啊 却仿佛刀剑锋利啊 直四向了小红这位妖女 小红一听此话 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马上就恢复如常的心笑了起来 冰凤妹妹还不知道呢 吧 青龙前辈屈中的 原本就留有我们妖族一脉的灵蟹 原本就是半妖出身的 只不过嘛 他老人家当初选择了 留在了人族 这才成为了九星宗的大长老 所以姐姐我根本不担心此事的 况且就算是没有青龙前辈是半妖之事 以现在人妖两族必须联手抗敌的局面 族主和其他合体妻长老知道的 也会故作不知的 不过妹妹的回答 还是让姐姐极为的遗憾 此地事情也只能撒手不管了 小红的用手一抚着绣发 变得冷淡一长 交给旁人 冰凤文听此言 脸上不禁一下子苍白的起来 似乎已经知道了对方话里的意思 果然呢 小红立刻一回身 从大厅一侧的某个片门 恭敬的说了一声 青龙前辈 我等已经尽力了 但是看来冰凤道友 还是需要前辈亲自开导一番才行啊 既然这只小冰凤如此执迷不悟 老夫也只好亲自出马了 但是这种手段 老夫原本极不愿动用的呀 一个男子的声音呢 从片门中悠悠地传出 接着 片门从里向外 一下子自行地推开了 从里面呢 不慌不忙地 造出了一名锦袍男子出来 只见 此男子四十来岁 面容方正威严 单手持着一本白玉后书 神色从容 正是当初呢 和韩力一起对抗过 魔族大军的青龙上人 前辈应该很清楚 用强硬的手段 而非切身自愿的话 是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的 况且前辈难道说就真的不顾及 常中其他几位前辈的意思吗 你这话若是数日前说 老夫或许还真的有几分忌惮的 但是现在嘛 老夫已经修炼好了一种心神通 可以让你心甘情愿地加以配合 至于天原城的其他道友嘛 你就更不用指望了 我已经在昨天正式加入到了天原城 成为城中的长老之一了 本座和一位已经陨落修士的熟清熟众 他们还分不清楚吗 到了此时啊 青龙上人无需再虚言伪装什么了 冷冷地直接说道 冰凤呢 文言脸色一变 轻叹了一口气 忽然之间的抬起了一只欲腕 往身前飞快的一滑 白光闪动之下 一条白茫茫的空间缝隙 随之浮现而出 他身形一模糊之下 人就虚影一般的一下子顿入到了其中 冰凤这一连串的行动快速闪电 竟让附近的小红等一杆存在啊 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 等他们大怒的再想出手的时候 那道白茫茫的裂锋一闪 就诡异的弥合了起来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 却神色依旧 只是将手中的玉书啊 冲虚空轻轻一抖 荧光一闪 一枚银色的古文 从玉书中飞射而出 并化为了头颅般大小 并一闪的击到了空间缝隙 消失之处 轰了一声过后 那边虚空啊 在银纹爆裂而开之后呢 竟仿佛水面一般的扭曲 模糊了起来 接着寸寸的碎裂而开 一声梦哼过后 冰凤焦区一个亮呛的从虚空中掉出 连退几步 这才勉强的站稳了身形 并重新抬起了头 此刻的他呀 神情纵然说还保持着冰冷 但是神色却实在是有些难看的 哼 你若是能在老夫面前跑掉 那老夫姓名就到过来念了 好吧 你呀 乖乖的让诸位道友将法力封闭 还是让老夫亲自动手 这个你自己选择吧 啊 青红上人扫了冰凤一眼啊 傲然的说道 小红等人呢 也刷得一下子从四周将此女死死的 是围在了其中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冰凤在原地 站着未动 但是心呢 只往下沉呢 不知道青龙道友姓名倒过来念 是怎么个念法 不妨亲自给韩毛掩饰一下如何呀 就在小红刚想上前动手的时候 突然一个冷冷的男子的声音啊 在听堂中回荡了起来 此女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血呀 同一时间轰的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了过来 原本闪动的淡淡的灵光 被结结实实的静置封闭的大门 突然之间从外向内的爆裂而开了 随着大门的爆裂崩飞呀 一股狂暴之气从外狂涌而入 当在前面的两名恋虚妻修士啊 背着可怕的气息一冲之下 竟仿佛被巨兽狠狠的一壮一般呢 神区一下子沙袋一般的一飞而起 被重重的摔到了对面的墙壁之上 而偏偏的这个墙壁也被释放了尽致在其上 仿佛金刚般的坚硬啊 这两名仁族修士可不是法体双修之士 头破血流之下 竟然呢哼都没哼一声 直接倒地不起了 刚才的这一撞击 连他们身躯中的原因都直接震晕过去了 其他几个人见此情形的心中一哆嗦 兔子一般的一下子从大门旁边一闪多远啊 青龙上人在听到此话语的瞬间也面色大变 至于冰凤呢则惊喜交加起来 急忙一转身一对美眸往大门外望去 直接门外的可怕的气息一收 一名身着青袍的青年的淡然的造了进来 不是韩丽还能是谁啊 韩兄 你终于回来了 冰凤纵然一向是冰冷一场 此刻也是难掩心中的激动啊 脸线阴红的脱口说道 哼 虽然遇到这些麻烦 但总算化险为夷的安然无事了 韩丽目光呢 在冰凤脸上一扫 嘴角呢 泛起了一丝微笑 哎呀 韩贤弟竟然能从魔族圣族手里投生 真是可喜可贺之事啊 在下和其他道友 一定要摆下宴席 给韩道友压惊喜沉的 青龙上人呢 毕竟也是一名合体期中期的修士 他心中一量慌乱过后 立刻就反应了过来 脸上的立刻就堆满了笑容的说道 韩丽却根本就没有理睬青龙上人分豪 而是双目一眯 目光仿佛刀剑一般锋利的 扫了包括小红在内的几个人一眼 丝毫感情没有的连说了两句很好很好 除了已经晕倒在地的两名修士之外 包括小红在内的一杆练须存在 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起来 就算说他们中没有见过韩丽之人 此刻自然也是知道了此人的身份 心中的经济可想而知 他们之所以被青龙上人收买 说动的主要原因 那么自然是青龙上人向他们拍胸脯保证 韩丽已经陨落掉了 否则的话就算是多借他们几个胆子 也绝对不敢插手此等事情的 现在呢 韩丽这位合体修士非但没死 反而出现在此地 正好将他们堵了个正着啊 连狡辩的余力都没有 那么下场呢 可想而知啊 韩前辈 恭喜你老人家回城 加师是 一名相貌粗鲁的大汉 双手一抱拳刚想说些什么 但是韩丽那脸色一沉 袖子突然冲击二话不说的一斗 砰的一声巨响啊 大汉只觉得胸口一热 身躯就和先前两人一般的飞了出去 重重的摔到了墙壁上之后 一团精血喷了出来 也倒地不起了 其他几个人大惊啊急忙忘去 只见大汉胸前衣襟早已化为了乌有啊 露出了一副光滑银白的战甲出来 此甲看似丝毫一样没有啊 但是下一刻啊 一声脆响传出 整件战甲竟寸寸的碎裂 化为了一堆碎片的从大汉身上直接洒落而下 哈利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 不但将大汉的击成了重伤 人身上的保甲竟也一起毁掉了 这个结果 让原本的还想心存几分侥幸的人呢 都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通体发寒的 再也没有办法说出半个不字来的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 脸上的肌肉不觉抽搐了几下 但是一想起啊 当日韩丽独斗数名合体修士的情形 心中同样无法提起勇气 说出什么狠话来 只能刚咳一声过后 皮笑肉不笑的说道 韩兄何必如此动怒呢 你刚才激伤的可是城中顾长老的爱徒 出手如此重的话 这恐怕不好给顾长老个交代吧 交代 要什么交代啊 顾长老要是觉得我出手太重 尽管可以来找韩某的 倒是阁下 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呢 韩丽呢 冷笑了一声 转过身来 默默地看着青龙上人 青龙上人 看到了韩丽的眼神 知道韩丽已经起了杀心了 但是自清此景 韩丽的表现 已经让他也起了杀心 但是青龙上人心里 又是一个急转呢 他知道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还是先别招惹 韩丽为妙啊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96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96回 青龙上人啊 这个时候 一副能拿得起 也就能够放得下的模样 并没有在口头上 做什么分辨 而是直接委婉地 做出了服软的模样 这个事情变成这样 也并非我本意啊 我原本以为啊 韩道友已经隐落了 这才想将冰凤道友请回去的 现在既然韩兄弟没事了 那老夫自会改日亲自上门赔罪的呀 上门赔罪 韩某怎么担当的起啊 当日在下冒险前去以天城 相助阁下 如今只不过往回来了几天 阁下就做出这等事情出来 韩某要不做些表示 如何在满城之人面前露面呢 韩立丁的青龙上人 阴森地说道 事已至此 那韩道友到底想怎么样啊 难道说想和本座动手 不成吗 青龙上人被韩立如此一说 不禁有些恼羞成怒起来呀 口气也强硬了几分 好啊 既然青龙道友都如此说了 在下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道友敢如此欺上门来 想来是自是神通了得吧 韩某说不得要讨教讨教了 青龙上人听到这儿 脸色自然一下子变得极为难看了起来 韩立却没有再说废话的意思 双袖一抖啊 里面一阵清明之声传出 随之清光闪动之下 密密麻麻的青色小剑 一下子呢 从中是狂有而出 同时他提表金光一闪 一股比先前呢 还要惊人的灵压呢 从身体中是一冲而出 直奔 对面的青龙上人一押而去 青龙上人呢 将韩立步步紧逼啊 也终于没有办法 忍住心头的怒意啊 脸色铁青之下 单手一抬呀 手中欲输顿时一战而开 里面各侧霞光闪动之下 隐隐约约的 有无数符文啊 要从中一飞而出似的 小红等人一见两大合体修士 竟然马上交在这里动手的样子 心中呢 自然大害至极呀 但是呢 有先前三个人的例子在那里 这也说什么 都不敢就这样溜掉的 只能是啊 硬着头皮 往大厅四周纷纷的后撤 让开一些 纵然说知道 这点距离对合体修士的争斗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心中的 总算能稍有一些安慰的 韩立对其他人的举动 仿佛啊 视若无睹 盯着青龙上人的目光一寒之下 手中的剑结就要一催而动 就在这一刹那的关头啊 忽然一道白红从门外一闪 顿入到大厅当中 在空中神龙一般的一个盘旋 竟然稳稳地落在了 韩立和青龙上人中间的地面上 白光闪动当中 一道人影啊 闪现而出 并立刻呢 笑呵呵地开口说道 二位道友 难道还真的打算在这里动手啊 将白长老的地方给拆了不成吗 好了好了 给在下一个面子 暂停干戈 让老夫调解一下如何呀 来人呢 满脸的皱纹 头顶光亮 身上披着一件金色的袈裟 神色和暗一场啊 正是呢 金月禅师 哦 原来是大师 数年未见 大师一切安好 韩立纵然说 满心想立刻动手 但是面对眼前的孙人呢 也只能把心中的怒意啊 强行地压了下去 略微一失礼说道 毕竟啊 金月禅师也算是天渊城朱长老当中和他关系呢 比较不错的一位 不能一点面子不给啊 清王上任一件金月禅师感到了 心中自然大为一松啊 深知韩立神通可怕的他啊 自然绝对不想真的动手的 他只不刚才呢 被韩立一下子用话语挤住了 当了一干后背的面 这不得不硬着头皮的 做出了一番强硬的姿态的 当即他客气地冲僧人一抱拳说道 金月道友何时到底啊 金某没有出去相迎 还望道友不要见怪啊 贫僧收到了消息 说韩道友回城了 在下听了立刻动身过来了 还好来得及时啊 没有真的酿成什么大事 不过在路上的时候 我就通知了附近其他两位道友 算算时间他们也应该到了才对 到时候我等三人一起给二位道友调解一下如何呀 哎呀 毕竟现在魔族大敌在外 二位都是成中的顶阶存在 贫僧实不希望闹出太大的事情出来 而影响了本城内部的安稳 顾道友 你觉得贫僧此话是不是有些道理啊 金月禅师呢 冲二人微微一笑 忽然一转头 从大门外大有深意地问了一句 金月道友 老夫人要谢谢你了 否则在下这座都原格 恐怕真的就不复存在咯 一变哈哈大笑过后 门外波动一起 一道灰色的人影呢 丝毫征兆没有的 现身而出了 竟然是一名身着灰袍的黑脸老者 顾道友 哈利木光瓦瓦者身上一扫 认得呢 正是有过几面支援的东元格格主 一位合体初期的修士 韩道友啊 恭喜你安然回来 这一定要到老夫那里坐上一坐的 哎呀 竟能从魔族圣族手中安然脱身 回头一定要和老夫讲上一讲的 灰袍老者笑眯眯的对韩利说道 这老者呢 明明没有见过韩利几次 却表现得热情异常 仿佛啊 和韩利是多年的老朋友一般呢 顾身夸大了 不过是区区的圣族化身而已 要真是魔族圣族本体降临 在下如何能逃得性命呢 韩利苦笑了一声 开口啊 解释了几句 其实只是圣所化身 我等一般合体修士遇上 那也是九死一生啊 韩兄能出现在此地 本身也就说明神通之大了 灰袍老者却连连摇头的说道 听到对方如此一说 韩利不好再继续分辨了 为然一笑 不接口此事 反而冲着金月禅师问了一句 金月道友通知了两位道友 如今顾兄来了 他们不知另外一位道友是哪一位啊 韩道友放心 另外一名啊 也是道友熟悉之人 金月禅师嘴角一笑 熟悉之人 难道是 韩利文言双目一眯 心念一转啊 立刻就想到了一个人 整个天渊城 也就此人 他更熟悉一些的 青龙上人干咳了一声 开口也想说些什么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门外荧光一闪 一道银红积涉而至 在厅中上空一个盘旋 默然献出了一个身穿银袍的女子 韩兄 数年不见 修为又见大长 这真是一件幸事 当日一战之后 我也被那魔族孙者追杀 在路上遇到了一些意外的麻烦 也是才刚刚回到城中不久 女子呢 正是一天城一战中啊 走散的荧光仙子 一看见韩丽 立刻大喜过望地说道 啊 原来荧光道友也才回来啊 这就难怪了 韩丽闻言一愣啊 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好了好了 几点二位也都来到了 咱们呀 一起坐下 好好的聊聊 唱听网 有时候 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坐下 和这位青龙道友 若是这样的话 我看还是算了吧 韩某没有这种兴趣 再次浪费时间 韩丽听完今夜之言 脸色却一沉 冰冷地说道 青龙上人呢 脸色自然是越发的难看 脸孔呢 都有一些微微的扭曲 好啊 你竟然敢如此的侮辱老夫 本作拼着下次斗结前 随伤元气 也要和你好好的斗上一道 他默然历生的喝道 你愿意如此做 韩某正求之不得呀 韩丽听了这话 毫不犹豫的接口 提表青光微闪呢 要马上再次动手的样子 哎呀 二位道友 二位道友 先听贫僧一言可好啊 此事的经过呀 荧光道友也许还不清楚 但是呢 我和顾道友都是略知一二的 其实这一阵子 魔族攻势突然加紧 这才没有顾上啊 提前调节此事的 说起来呢 倒是让这冰凤道友受委屈了呀 金月禅师呢 急忙又挡在了二人中间 冲冰凤 有些歉意的说道 此事是青龙一人做出来的 和大师等前辈 又有什么关系呢 冰凤纵然说 心中对僧人等人呢 心中也有不满 但是脸上 自然没有表现出来 哎呀 话可不能这么说呀 秦僧既然是身为天渊城长老之一啊 事情变成这样 岂能一点责任没有啊 不过 青龙现今 亦是本城长老之一 还不含凶 能给几分薄面呢 青龙施主 虽然说前些日子做的不对 但毕竟为的真的 对这个冰凤道友造成伤害嘛 我看 不如让青龙道友出一笔灵石 给冰凤仙子 做押金之礼如何呀 至于这笔灵石的树木 天僧 保证一定让冰凤道友绝对的满意 金月禅石摇了摇头 又一脸诚恳的 对韩丽二人说道 大师难道觉得 韩某会缺一点灵石吗 韩丽文言眉头一皱 韩道友自然不会缺少这点灵石了 但是啊 这笔灵石想来对冰凤道友 补小补的罢了 当然了 如果道友还有什么条件的话 也可说上一说呀 金月禅石道友深意 顾秀 银光道友 你二人就是什么意思呀 韩丽沉淫了一下 没有直接回话 反而呢 冲另外两个人问了一句 哎 这个 原本此种事情 我实在是不愿多嘴的 但是啊 这魔族当前啊 我等的确不好啊 在这个内部出现事情的 在下呀 也是希望二位道友 能够尽快的兵器前弦啊 顾老柳娜打了个哈哈 有些含糊的说道 韩丽心里边暗骂了一句老狐狸 露出了不置可否的表情 然后又扫了荧光仙子一眼 啊 妾身虽然刚回了不久 但对这件事情也听说了一点 青龙道友做的是有些过分了 但是眼下 这城中合体修饰不多 每一名都是抵抗魔族的重要战力 实在是不宜大大出售的 不过光是补偿些零食 我看的确少了一点 青龙道友不妨再拿出一些 冰凤道友需要的材料或者宝物 我想这才差不多吧 荧光仙子想了想有几分偏躺杭力的建议道 哼 看来三位已经认定了此事是在下的错了 青龙上人脸色连变了树下 忍不住冷哼泪声 是不是真是道友的不是 我想道友自己应该很清楚才是 难道青龙道友还想让我等和凡人一般给你出示一些证据吗 不过真要找人作证的话 这里似乎就有几位吧 啊 金月蚕食脸色微微一沉 冲小红几个人扫了一眼 平静异常的说道 小红一干人等一听提到了他们几个 面面相续却一句话都不敢接口啊 冰凤 你的意思呢 杭力在原处沉淫了许久之后 这才回过头来处冰凤 凌重的问了一句 既然几辈前辈都出手了 切身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一切就任凭韩兄做主 此理啊非常识气 好吧 既然如此 前面的那些零食和宝物不说 我还有一个条件 他若是答应了 此事也就暂时罢休 杭力眯着眼睛思量了好一会儿 这才说道 什么条件 韩道友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金月蚕食自然追问了下去 很简单 零食和宝物有没有也就算了 韩某纵然身家不算很多 也不差这点东西的 青龙道友只要能不躲不避的接我三机 就可以了 韩力面上煞气一闪即逝的说道 什么 韩兄还要动手 只是接在下三次攻击而已 这算不上什么动手吧 大师堪称切磋技艺也不为可怕 青龙道友 你意下如何呀 金月蚕食低声的和青龙上人交流了一下 应接你三机 是否可用宝物啊 青龙上人略以犹豫 谨慎地问了一句 你我修士神通大半都在宝之上 自然是要用上器物的 怎么着 道友和在下行为差不多 难道说连接下韩某三机的信心都没有吗 韩力冷冷地说道 话语中明显戴利斯讥讽之意 哼 你不必用什么激将之法 本座答应下此条件了 青龙上人脸色阴晴不定了一会儿 终于一声冷哼地答应了下来 就像韩力所说的 身为童间修士啊 若是连接三机的胆子都没有 恐怕他也就无言在天渊城再立足了 很好 既然青龙道友也没有意见 那我们寻一处地方 马上将此序了结掉吧 阁下也不想将此序再拖延压后吧 韩力书目 寒空一闪 马上阴风地说道 既然本座答应了 早一些晚一些 自然也是无所谓的 你找地方吧 青龙上人答应了韩力的条件之后 倒显得颇为的光棍 不加思索地回答道 顾道友 你这里应该有专门用来教计的场所吧 恐怕要借来一用了 韩力转身 冲灰袍老者说了一句 当然有 德元阁有一处啊 利用空间裂缓开辟的私人空间 在里面呢 即使合体修士的争斗也不会影响外界的 二位道友想要切磋的话 自然毫无问题啊 顾老者一愣 立刻回答道 金月禅师眼见韩力寥寥几句 就将三级之约定定了下来 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 虽然说他们一干长老 都从荧光仙子口中啊 得知了 韩力神通之广 远超普通 同皆修士 连魔族尊者都接连杀过数名 但若只是攻击三次的话 青龙上人自然 应该可以接下的 否则的话 这位新加入天渊城的九星宗的长老 只能说是徒有虚名 似乎长老慧也没有必要冒着得罪韩力的风险 继续庇护他了 金月禅师 转眼之间呢 就把这其中的利害关系 想了个透彻 开口呢 再劝说了几句 掩念着呢 没有效果之后 也只能哭笑一声 不再开口了 至于荧光仙子和顾姓老者 一个本身呢 就有一些偏向韩力 一个呢 则抱着两不得罪 置身事外的意思 更没有不同的意见呢 于是一干人等的 在顾姓老者的带领之下 就向着门外走去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200 就是七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200 就是七回 一干人等啊 在顾姓老者的带领之下 向门外走去 不过在走到 大门外的瞬间呢 韩力 默然一扭头 扫了小红等几人一眼 淡淡的说了一句 明天这个时候 明天这个时候 我要是在住处 见不到你们几个 结果 你们几个自己想一下吧 说完这些呢 他不再理睬 直接走出了门外 而小红几个人 心中一哆嗦呀 但是谁也没有敢发出任何的声音出来 至于君月 禅师等人呢 却犹如未闻一般 看也没看几个人就离开了 青龙上人虽然说 面无表情的回首呢 忘了他们几个人一眼 但是最终 任何话语没说 也走出了大厅 小线子 我等几个要怎么办呢 那青龙前辈 似乎没有给我等出头的意思 这可如何是好啊 一名脸庞身有浓浓黑毛的 不知名的妖族修士 一等韩力等人身影 从大门外消失之后 立刻哭丧着脸孔的 冲着小红问了一句 不错呀 这可和道友当时说的不一样 那当时 仙子替青龙前辈出面 劝说我等的时候 可是打了保票的 说韩前辈啊 已经隐落了 而且就真没事 回到城中 也一切都是由青龙前辈做主 绝对不会牵连到我们的 你看 如今你必须给我的一个说法才行啊 另外一名人族修士也情急的说道 其他几个人虽然说没说什么 但是同样的呢 用目光望着小红 似乎几个人中原本就是以此女为首的 哼 你们以为切身能置身事外啊 那当初青龙前辈也是用这些话向我保证的 我只不过转达了一下她的话而已 我怎么知道同为合体修士 她竟然对此人如此忌惮 连保证我等几个人的胆量都没有 好在啊 我们几个人都是有些身份来历之人 那个人纵然神通了得 这总不能一掌将我们都击杀掉吧 但是明天的话 一些苦头肯定是要免不了的 小红脸色微微的恢复了两分 听到了其他人的一番质问 欲容一臣 没有好气的说道 那我等明天还真要上韩前辈的洞府去了 哼 我劝你们啊 最好别打逃走的主意 若真如此做了 那个人可就真有理由对我们痛下杀手了 到时候即使我等长辈 恐怕也没有办法保下我们了 小红哼了一声 仍然点醒的说道 小道友说得极是啊 他竟然如此放心的任凭我们离开 恐怕我等身上早就不知不觉的被下了神面印地 想要逃走的话 的确是自寻死路 而且天原城早就被窝族大军团团的包围住了 你就算想离开那又能上到哪去呀 哎呀明天我看的还是老老实实的赴金请罪吧 在下需要将此事告诉一位长辈 先告辞一步了 一个老城的新闻士长叹了一口气 一抱拳忧心忡忡的离开了 剩下的几个人呢 面面相去的互相看了几眼 也都觉得并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只能是忧心忡忡的纷纷离开了 折眼之间呢 大厅中就只剩下了小红慈女 孤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她在原地啊 愣愣了好半天 脸上神色 一会咬牙切齿 一会满是记忆 但是最终 一坐族之下 也无奈的离开了 至于这些人回去之后 是打算准备后礼 还是另行托人求情 自然各有各的打算了 这个时候 韩丽一行人呢 在灰袍老者的带领之下 已经来到了 阁楼最高一层的某间 更大的厅堂当中 望着厅堂正中间 布置的一座小型法阵 韩丽目光的微微一闪啊 顾兴老者 毫不迟疑的走到了法阵前面 人手一掐绝 接连树道雪庙异常的法阶 打了出去 法阶索化灵光一闪 及时的墨入到了法阵当中 下一刻呢 嗡鸣之声大作呀 整座 法阵一下子被激活了起来 顾兴老者这才转身 冲众人一笑 通过这座传送阵啊 就可以直接传入那调际之地 几位道友都上去吧 则法阵足够一次将我等都传入空间之内的 好吧 接日呀 韩帽就不客气了 韩里微微微一笑 身形一个闪动呢 就诡异的站到了法阵中心处 以他现在的神通 空间裂缝之类的小型空间 根本不可能困住他的 自然心中的没有任何的顾忌 青龙上人 仿佛不愿示弱 虽然脸色阴沉的没说什么 但是大修以挥之下 提表辖光一卷 也化为了一团清光 顿入到了法阵中 看到韩里二人这般举动 金月禅师摇摇头也跟了上去 冰凤的眉头微皱的 也走了过去 灰袍老者和荧光仙子呢 倒是最后踏进法阵之人呢 老者在一进入的瞬间 立刻一催法绝呀 法阵顿时放出了五色霞光 并滴溜溜一转的 飞快的将众人包裹进了其中 韩里只觉得四周景色一阵模糊 人就出现在了一个陌生之地当中 目光四下一扫 他就将附近的一切尽数地收入到了眼中 眼前空间不算小 足有数千亩大呀 四周和一帮空间裂缝并无两样 同样灰蒙蒙的空间隔壁 但是在中心处呢 去一座直径摆一张大小的高台在那里 高台表面闪动着淡淡的灵光 一看呢 就是经过了特殊进制加持过的 更有十几根十几张高石柱啊 松立在石台附近 这些柱子表面明映着精致异常的花纹 并转刻着一颗颗集体的灵石 显得那精美异常 昏天两一阵 顾兄啊 我说你的手笔可真不小啊 有了此法阵维护 我等层次的修饰在里面打斗的话 还真很难影响到台外之人呢 荧光仙子一眼就认出了四周的布置 颇为有些吃惊啊 君月禅师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意外之色 这点手段让几位导游见下吧 在下呢 有时候要实验一下神童功法啊 故而呢才在此地啊下了一些功夫的 灰袍老者虽然说口中说的迁徙啊 但是眼中忍不住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此地的进制布置 的确是花费了其不小的苦心的 杭丽双目啊 微眯的看了片刻之后 偶尔话不说单手掐绝啊 体表顿光一起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青红 飞到了高台之上 半空中灵光一脸啊 杭丽身形重新显现而出 并不慌不忙的冲杭丽上冷冷的说道 青龙道友 既然已经到了此地 还不上台等待何时啊 青龙上人脸缩一沉啊 鼻中冷哼了一声 当足猛然向前踏了一步 立刻浮现出了一股清气 将其身形一拖 轻飘飘的飞到了台上来 然后啊 在寒冷对面一顿 停在了半空中 要不是 看他神色阴沉如冰 倒也颇有一副 飘然出尘的飞仙之感啊 一旁的顾性老者一见此景 却不敢怠慢了 单手一翻转呢 一块银色的一盘浮现而出 并往高台上一抛而去 顿时呢 一盘一晃之下 化为了一团银色光球 寻浮在了高空中 这个时候 老者才用手指摇摇一点 同时口中的念念又瓷起来 轰隆隆的一阵巨响啊 四周的石柱表面镶嵌的灵石 一下子发出了刺目的光芒 同时呢 石柱顶端灵光一闪 各有一道光柱一喷而出 正好都汇集到了玉盘所画的银色的光球上 下一刻 银色光球一下子暴力而开 点点阴光闪动之间 竟化为立层 明后光照 将整个的石台都一照而下的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光幕表面啊 不但是荧光灿灿 更有无数的乳白色的符纹 狂涌而出啊 将整座石台都照应的白萌萌一片 显得神秘万分 好了 今日已成 如今二位道友就算在里面弄得天翻地覆 对我等也没有大的影响啊 汇报老者长吐了一口气 将法觉一收 回头冲金月禅师一笑 有劳故事主了 希望二位道友只是略微切磋一下 就能立刻停手 否则 这样真的伤了何气 金月禅师口中称谢 又有一些担心的说道 大师放心 若只是三级的话 青龙道友无论如何都能接下来的 不过这一次 二位道友肯定都会动用真正的实力 我等能够亲眼得见 也算是大开眼界啊 特别是韩道友 听说好几名魔族尊者都命丧他手 对其神通的老夫更想一睹为快 顾老者笑眯眯的说 希望如此吧 至于冰凤 看着光幕中的韩丽 心中却不由的有几分担心了起来 道友可准备好了吗 韩某可要出手了 韩丽望着对面的青龙上人 脸上一丝煞气闪过 默然冷冷的说道 几乎同一时间啊 他两手一握拳 一声霹雳传来啊 金色电光一下子 从两条手臂中闪烁而起啊 无数粗大的电弧广涌而出 然后一宁 竟化为了两道金色的电网冲听而起 张牙舞蹈之下 身是惊人至极啊 笔邪神雷 本座修炼的又并非魔弓邪术 这副我能有多大威力 青龙上人见此情景啊 单手一扬 手中玉书一声清明 竟直接的化为了一层啊 五色光幕挡在了身前 两手呢再翻转 一针一银 两团灵光一闪 两感持续长的巨笔浮现而出 他虽然说得轻松 但实际上不敢大意 立刻动用了身上的本命法宝 韩利听到对方如此一说 脸上丝毫表情没有 但是呢 双袖一抖 对时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于一游而出 并在剑决一催之下 忽然一声清明啊 融合一体 在空中晃化成了一口 十余丈长的青色的巨箭 青光蒙蒙 毫不耀眼 这个时候 他又一抬手 从空中的两条金色的电网 摇摇一点 一声轰鸣过后 两条电网摇头摆尾的 往青色巨箭上猛然一扑 一闪即逝的 没入其中 雷鸣之声大作呀 青色的巨箭 瞬间狂胀十倍 化为了百余杖之巨 同时呢 剑身表面金光狂闪的 无数的电壶 狂涌而出 但是 哈利不光如此 扫了空中 这间眼一张口啊 又喷出了一团 银色的火球出来 此火球刚一离口 立刻从中 发出了一声清明啊 随着一闪的 幻化成了一只 银色的火鸟出来 火鸟双翅一盏之下 身躯砰的一声 爆炸了 瘴气般大笑 同样的 剑弩般的 往巨箭上 一扑而去 下一刻呀 巨箭表面 一层银焰冒出啊 熊熊火浪 一下子将巨箭 全部包裹了进去 哈利眉梅烧一条 口中 默然 突出一个盏子 花鸟刚落 百丈巨箭 就立刻一声 巨响的 冲青龙上人 一盏而下 巨箭 落下之势 并不算快 但是所过之处 虚空啊 一阵 嗡鸣不已啊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炽热的气息呢 就先冲 下方 十台 一罩而下 下方 空间 瞬间一阵 火红 方滚啊 仿佛 极腔煮熟了一般 青龙上人 一见此景啊 脸色大变 两手一抖之下 手中的金银 双笔尖端的 光芒大放 无数古文 密密麻麻的 狂涌而出了 每一个 都灵光闪动 仿佛 玄妙异常 融合一体之后 却化为了一股 金银光瑕 直往高处 狂掘而去 一声 晴天霹雳啊 巨剑和金银光瑕 迎头撞到了一起 金湖银雁 光瑕 交织一团 并化为了一团 巨大的光运 几乎大半十台 都笼罩在了其中 爆裂的光运呢 刺目耀眼 让人呢 几乎是 没有办法直视 一阵阵 冲击波浪 更是往四面 八方 狂涌而去 十台呢 一阵 剧烈的晃动 头顶银色光幕 更是荡漾起了 一层层的波澜 仿佛下一刻 就可能破裂而开的样子 外面的一杆修饰 见词呀 都情不自禁的 倒吸了一口凉气 韩力 青龙上人等第一招对拼 竟然就有这般大绅士 实在是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孤劳者脸色一变之下 两手食指呢 冲四周食柱 连连弹出一道道法觉出去 这些法觉化为了各色光芒呢 纷纷一闪 没入到了柱子当中 顿时呢 从食柱顶端喷出的光柱 一下子比先前啊 粗了背许还多 银色光不易闪之后 重新变得凝固如初了 仿佛啊 与此相呼应 原本那不稳的石台 也瞬间恢复了平静 片刻的功夫过后 笼罩石台的巨大的光运 终于一散消失了 哈利和听龙上人的身影 一高一低 再次现现而出 哈利呢 单手倒背 脸上是毫无表情 仍然悬浮在原先之处 仿佛呢 没有动过一步 而青龙上人 却不知道什么时候啊 从空中落到了石台上 前身的五色光幕 早就不见了踪迹 只剩下了一本表面遍布列文的玉书物悬浮在那里 金银双笔也光芒暗淡 仿佛损失了不少的灵性 至于青龙上人本身 看起来呢 毫发无损 但是脸色却隐约的 又一丝苍白 哈利刚才一击 明显大战了上风啊 姬月禅师和顾老者见此情形的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都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丝骇然之色 虽然说早就听说这韩利实力啊 应该在青龙上人之上 但只是一击就硬生生的将青龙上人呢 从空中击落 还是大大的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也不知道是青龙上人本身太弱了一点呢 还是韩利实力真的深不可测 韩利看着似乎狼狈了一些 但是并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损伤 当地冷笑一声单手一招 不尽空间波动一起啊 无数的青色小剑划破虚空击舍而回 闪动之下纷纷没入身躯之中 消失不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还人修仙传》 第1298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98回 韩利刚才一击 虽然说占了上风 但是青色巨剑也同样的一阵而散 第二击没有再动用飞剑的意思 如今自然全一收而回呢 但是韩利呢随之单手一掐绝 体表的金光流转 身躯突然长大了起来 同时一层金色的绒毛瞬间覆盖全身 他竟然施展出了金折绝 一下子就化身了一头树杖高的金毛巨猿 巨猿呢 双目蓝芒闪烁 面孔猙獰一场 抬手一声直冲九霄的长笑过后 双拳猛然一锤自己的胸膛 顿时呢身躯一丈之下 竟再次的巨大了起来 他转眼之间就化为了数十丈之巨 朝青龙上人扫了一眼 目光冰寒刺骨啊 青龙上人见到韩利的变身 脸色一变 口中一声愤怒的低喝 哼 你以为只有你会变化之术吗 让你也尝尝本作的青龙真身的厉害 还刚落呀 这位青龙上人单手一拍自己的天灵盖 顿时一道青色的光柱 从头颅中是一喷而出 一晃过后 幻化成了一条张扬舞爪的舞爪青龙虚影啊 而这个时候呢 青龙上人袖子一抖 又有七口黑色的小剑一飞而出 扑扑底身过后 七口小剑竟被他闪电一般的 插入到了身体各处 再一张口 又喷出了七股精血 没入到了宝物当中 下一刻啊 七口小剑无声无息的不见了 而从其身躯各处呢 却忽然有无数的血丝一喷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 将空中的青龙虚影一长而住 猛人往下一拉而去 扑扑一身过后 青龙上人竟然和青龙虚影一下子和二一了 随之呢 就见他一声低吼过后 四肢脸旁浮现出了一片片的青林呢 头顶白光一闪之下 也冒出了一对翠绿欲滴的球角出来 身后则更是多出了一条粗大异常的青色的巨尾 青龙上人竟然一瞬之间半妖化起来 化为了一只半龙半人的怪物 我倒是早就听闻过 青龙倒有时半妖之身 能有幸亲眼看到 倒是很有意思呀 金月禅师低声说道 不太像是普通难道变化之术 难道这韩道友本身也具有某种真灵之血 顾兴老者摸了摸下把猜测的说道 这不太可能的 韩道友是下界的飞升修士 而下界的真灵早就不知道灭绝多少年了 不可能还有血脉存在的 荧光仙子却摇了摇头说道 也许啊 是韩道友来灵界之后才得到的灵血 不过不管怎么样吧 下面一击肯定还要远胜刚才的 顾道友 禁止没有问题吧 金月禅师却猜出了七八分真相出来 并有一些担心的问了一句 大师尽管放心 有我亲自主持此地的禁止 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顾老者呢 却很有自信的回答道 好吧 希望如此啊 金月禅师却并没有多少信心 苦笑了一声之后就不再言喻了 此刻呢 韩力所画的巨猿却出手了 只见他两只毛茸茸的大手猛然之间往虚空一抓 一清一黑两团灵光一闪啊 从手心中浮现而出 一凝之后 竟化为了两座十余丈高的小山 浑身霞光翻滚 一看就不是一般的宝物啊 巨猿呢 一声晴天霹雳一般的巨吼过后 两条手臂肌肉一鼓 竟将两座小山冲下方狠狠的一头而去 暴鸣之声大起啊 两座山峰一下子就化为了青黑两色金光 所过之处不但空间扭曲波动 更是爆发出了刺耳的声音 一个闪动之下 就一下子出现在了离青龙上人近在咫尺的地方 青龙上人呢 只觉得呀 两股利刃般的巨压迎面而来 四周空气一紧之下 身躯经被一股无形距离一进而住 四肢顿时啊 根本就没有办法动弹一下的 他大惊之下不加思索的一声大喝 左话半腰直身一下子青光大化 浑身鳞片的瞬间倒数而起 一股庞然俱力从其肉身之中啊 一有而出 竟在下一刻硬生生的挣脱了束缚啊 两只已经化为了爪壮的手掌 更是闪电般的冲着迎面而来的山峰 狠狠的一倒而去 青龙上人敢如此做 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青龙肉身强大 原本啊就在所有的青龙中 可排进前番之列的 他所变化的青龙之身 虽然说不能和真正的青龙相比 但是因为青龙真血的缘故 肉身的强横 也非常人可能想象的 不但浑身的监狱仿佛顶阶法宝一般 在激发了真龙之血之后 更可驱使部分青龙之力 足可开山猎宝啊 但是青龙上人的两只爪子 刚一接触两座山峰的瞬间 心中的却一下子后悔了 因为两只爪子 非但的没有像其想象的那样 将两座山峰一抓而碎 反而呢 谁知一热之下 嘎嘣一扔脆响啊 竟被山峰夹带的庞然俱立 硬生生的一刀而断 青龙上人大惊的 两条手臂闪电般的一缩而回 在猛的一张口呢 一团青光从体内一喷而出 正好啊 击中了其中的一座山峰 同时背后巨尾 对模糊之下 一下子扫中了 另外的一座山峰 呼噜噜两声巨响 和一声梦哼传出过后 青龙上人一个亮相 身躯破麻袋般的 一下子倒闭而出 一连退出了十几步之后 这才一顿 勉强的 算是稳住了身形 但是此刻 青龙上人脸上 已经满是惊骇之色 刚想说些什么 但是一张口之下 却喷出了一团黑血出来 寒历的山岳巨猿变化 随着其修为更进一步之后 早已飞 以天之战时可比了 索化巨猿 一身俱力纵然说 还比不上真正的山岳巨猿 但是呢 也有提三四成的威能 再加上两座 敌山配合的狂头之力啊 自然不是区区的一个 半龙化的青龙上人 可以抵挡的 故而青龙上人一劫之下 就被两座吉山中暗藏的神剧力 一下子击飞了 要不是他见识不妙的 将双手飞快的收回 并喷出了一剑 一宝就命啊 不但十根手指呢 会阵力而开 两条手臂 更会毫不留情的 一阵而断 不过就是这样 此刻他体内真圆逆转 浑身经脉 剧痛无比 竟一时之间呢 根本没有办法调动 体内大半法力了 这个时候 韩丽纪元 却目中凶光一闪啊 一族猛然往前一跨 身体一模糊 恢复到了长人般大小 并在这一步迈出去之后 不知怎么呢 一下子横跨 百鱼杖的距离 出现在了 离青龙上人的 不过数丈远的地方 第三期 韩丽的声音 突然之间 从巨人口中 冷冷的传出 一条手臂略以模糊 从对面一击而出 青龙上人大惊失色呀 不敌多想之下 单手一掐绝 就要施展什么功法 退避而开 但是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冰寒刺骨的冷哼 默然之间 在他耳中响起 青龙上人 只觉得两耳 雷鸣一般的 轰响不已啊 同时脑海中 一股尖锥一般的剧痛 他一声问哼之下 连最后一点法力 都没有办法提起风嚎了 巨猿身上 却一股惊人的煞气 冲天而起 一只硕大的金色的拳头 化为了一道狂风 直奔 青龙上人头颅而去 金色的拳头呢 尚未真正基石 一股巨鸭 就先将青龙上人呢 逼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以寒历所化巨猿的神力 这只拳头呢 若是砸实了 纵然说青龙上人 半妖化了身躯 脑袋也绝对一下子 应声而碎了 青龙上人心中 大叫不妙 但是偏偏的 身躯失控之下 根本就没有办法 做出任何反应出来 脸上情不自禁地 流露出了金句之色 但是身为合体修饰的他 自然呢 也有几种自保的后手 白光一闪 竟从身躯中 一下子飞出了一面 晶莹的盾牌出来 一下子挡在了前方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同时呢 青龙上人浑身鳞片一缩 竟瞬间化为了一件 青萌萌的战奖 将整个身躯啊 全户在了其中 这两层防护 对普通合体修饰的攻击来说 自保 虽然是绰绰有余的 但是 在巨原那只金色的拳头 一击之下 却像纸壶的一般呢 不堪一击 只见金光一闪 金营的盾牌就在一声巨响过后 寸寸的碎裂开了 金色的拳头一晃 就结结实实的 击在了青色战甲之上 战甲一声嗡鸣过后啊 从中一下子冒出了一条青龙虚影 张牙舞扰的迎着金色拳头一扑而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金色的拳头呢 金光一隐 从虚空中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 却出现了一团呢 持许大的金色的漩涡 这个漩涡滴溜溜一转 一股不可思议的撕裂之力啊 就从中狂涌而出 青龙虚影稍一接触 就被金色漩涡瞬间呢 剿成了粉碎 那件战甲 在青龙虚影消失的刹那 也一声嗡鸣地溃散不见了 金色漩涡呀 则一闪之下 再次的化为了硕大的拳影 粉青龙上人头颅 一击而去 这一次呢 拳影无声无息 但是其中用含着的丝丝的杀意 即使光幕外边的一杆修饰 都能感应得清清楚楚啊 青龙上人脸庞 在拳影的戎罩之下 早已扭曲 脸色一下子灰白无比啊 含道有不可 含兄住手啊 石台外面的一杆人等啊 一见此情形是大惊失色 几乎同时大声的出声喝止 下一刻 轰的一声巨响 金色的拳影从青龙上人耳边是一擦而过 激在了石台上的空地处 谁也没有注意到的是 在金色拳影一闪而过的瞬间 从中迸射出一个纤细如发的东西 一下子呢 没入到了青龙上人耳中 并一闪即逝的不见了踪影 整座石台为之一颤呢 表面尽至灵光狂闪之下 一个胀起身的巨坑浮现而出了 青龙上人脸上一丝血色没有啊 煞白的盯着对面将拳头缓缓收回的巨员 半晌没说出话来 见到此景呢 光幕外的青龙上人等人 这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金光一闪 韩丽瞬间解除了变化 恢复了人形 但是呢 望着青龙上人毫不掩饰杀鸡的说了一句 我不管你如何进入了天原城 现在又成为了什么长老 三天之内 我不希望再看到你 到时候若不离开天原城的话 最好做好陨落的准备再说 韩丽说完这句话 提表青光一闪啊 化为了一道青红顿出的石台 出现在了冰凤的旁边 金月禅师呢 急忙张口的想对其说什么 但是韩丽却先一步一抱拳 二位道友 此地事情 韩莫已经处理完了 在下刚刚回城 还有一些事情需要处理 那我就先告辞了 一说完呢 韩丽刨修一抖 一片青霞一飞而出 将其和冰凤身形一卷之下 人就出现在了传颂阵上 法阵一阵轰鸣过后 二者身影了 一闪不见了 韩丽的这一番举动 一气呵成啊 几乎没有给金月禅师和顾老者说话的机会 等僧人和老者反应过来的时候 韩丽和冰凤呢 却已经离开了这个空间 哎呀 韩道友这是不给咱们再劝说的机会啊 看来他刚才所说之言并非玩笑之语咯 顾老者愣了好一会儿才鼓笑了一声 对金月禅师说道 韩丽主如此做的话 可有些作愤了 不管怎么说吧 这青龙上人已经是本城的长老之一了 怎么可能因为其一句话 去让其离开天渊城呢 青龙道友你放心 我回头啊 再找其他的几位道友 去帮你向韩道友求一下情 想来呢 一定可以改变他的主意的 金月禅师连连摇头的说了两句 又一转头 从台上还有一些发呆的青龙上人 安慰了一句 不用如此做了 既然在下既不如人的输给了韩道友 就算他不说 也无言继续留在城中 在下明天就立刻离开天渊城 不再是长老会的长老了 好在在下加入贵城的事情 知道的人并不多 也不会对贵城造成任何不利的影响 青龙上人呢 深吸了一口气 终于回过了神来 脸上一丝血色没有的 是连连摇头啊 接着呢 他顿光一起 竟也化为了一团清光 从石台上消失 下一个诡异的出现在了传送镇上 同样一闪的传离开了 金月禅师和顾老者互相看了一眼 半晌都无语起来 哎呀 看样子青龙道友所受打击不小啊 自觉无言 在城中立足喽 古老者目光一闪 喃喃的说了一句 这很正常 他既然和韩道友已经有了矛盾了 又自觉不敌对方神通 换了贫僧 恐怕也只有离开这一条路了呀 金月禅师想了想 有些无奈的说道 哎呀 难道 我等真要任由这么一位合体中期修士 离开天元城不成吗 啊 这对长老会可是一大损失的呀 韩道友虽然说神通远胜其他 但是毕竟他没有加入长老会的意思呀 顾老者迟疑了一下问道 回头啊 我二人赶紧去找其他几位道友 好好的商量一下 看看是不是还有办法挽回吧 不过 这话还得说回来 在这等魔族大军兵临城下的情形之下 还是韩道友对本城的帮助更大一些呀 再说呢 青龙已经对韩道友生出了祭祭之意 看样子很难阻止此事的呀 金月禅师轻烫了一口气 哎呀 不管怎么说 我二人还是要尽力 我这就给其他道友传信过去 邀他们立刻过来 顾老者说完 好袖一抖 一叠传音符顿时浮现在手中 金月禅师点了点头 自然是没有什么阻止之意 反而面露思索之色的沉吟了起来 预知后续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9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299回 杭力已经带着冰凡 驾于一道清光向远处飞顿而去 杭力在顿光的前方 双手倒背 向前望着 没有开口说一句话 这冰凡呢 在他身后处 神色是颇为的复杂呀 同样的 没有开口的意思 输个驰骋过后 清光一闪回到了住处 最高一层的大厅当中 海大少和气灵子 早已经在那里 等候的有些不耐烦了 一看到 杭力带着冰凡回来了 当即大喜上前见礼 拜见师父 凤师姑 师父此前还算顺利 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吧 海大少有些兴奋的问道 哼 能有什么麻烦啊 你们凤师姑 我已经带回来了 你二人不用担心 可以先下去休息了 我有些话呢 要和你们师姑啊 单独的说一下 是 师父 七灵子和海大少心中一灵 当即恭敬的答应一声 然后啊 就冲兵奉 山师一礼退出了大厅 转眼之间 这大厅当中就只剩下了寒历兵奉二人了 方道友 请坐 想来你这一次也是受惊不小吧 寒历等徒弟消失之后 就趁兵奉 微微一笑 自己呢 则坐在了主位上 多谢寒凶 这一次小妹的确差点被暗算了 小妹万万没有想到 青龙身为合体修士 竟真的会做出这等凝目张胆的强逼事情 冰奉称谢一声过后 就端坐在了离寒历最近的位子上 并一脸苦笑之色的回答 若是平常时期 他也许还要顾及脸面几分 但是 在这种魔族大臣逼近的情况之下 虽然不会顾及这么多了 只要有让其修为有一分增进的可能 他都绝对不会轻易放手的 这还是他有些忌惮我以前的名口 否则的话 恐怕更早时期 就最道友动手了 韩历毫不奇怪的说道 不过 青龙真会离开天元城吗 就算他愿意 长老会一干人等 也不会这般甘心的放人吧 这毕竟一名合体中期修士 对如今的天元城来说 可是一大战力啊 冰凤的 仍然有些担心的问道 哼 一大战力 连我三机都未能接下的家伙 你认为长老会 真的有多重视吗 况且就像我前面说的 若是平常时候 长老会为了维持自身尊严 也许会向我强行施压阻止此事 但是 现在魔族大军兵临城下了 我和青龙对当下天元城孰众孰心 这些老家伙还能不清楚吗 估计啊 多半会派人劝说几次 也就会默认的 韩历微微一笑 不以为意的说道 韩道友所说不假 当下严禁情形之下 长老会的确不会做出得罪韩凶的事情来 但是青龙上人则会要对道友怨恨至极呢 韩兄以后可要多加小心 韩兄本人自然不会惧怕此人 但是还要嘱咐门下弟子一下啊 兵凤想了想之后 叶然一笑的提醒了一句 不用如此麻烦的 青龙以后也不会再对我有任何麻烦 韩历听了这话 脸上却露出了一丝奇怪之色 扮上之后才说了一句 什么 韩兄难道打算 兵凤如此聪慧 虽然一下子就听出了韩历话里边的意思 当即心中一惊 他的心胸可是小得很啊 既然说已经结下了仇怨 虽然不能再留这位青龙上人在世上 世间只有千日做贼 哪有千日防贼的呀 韩历轻口了一口气 声音一冷 韩兄 虽也是施展霹雳手段之心 但此事恐怕不大好做吧 起码在城中长老会 绝对不会允许韩兄如此做的 况且即使倒有成功了 就算做得再隐秘 诸位长老还是会怀疑到韩兄头上的呀 兵凤有些迟疑的说道 哼哼 我是不会在城中动手的 也不会亲自出面 自然有其他人代劳 韩历文言轻笑了起来 怎么 韩兄还有其他帮手 但万万不可大意啊 那青龙虽然说在道友面前不堪一击 但是他毕竟是一名合体中期的修士 其他人恐怕很难击杀他的吧 兵凤脸上露出了意外之色 但是急忙谨慎的说道 好了 凤道友放心 我既然下次决心 咱早已经算定万无一失 韩历胸有成竹的回答道 接着呢 袖子一抖 一团黄光从中击射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 竟化为了一个两三岁大小的女童 只见哪 这女童皮肤白嫩 双眼漆黑异常 站在了二人身前处 眨也不眨的望着韩历 可爱至极啊 去吧 给我盯住了青龙上人 若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她说不定不会等到三日气满 就会悄然的离开此城了 你的暗中跟她到城外 找一处僻性之地 将她了结了吧 韩历竟对女童这般吩咐道 你说的倒是轻松 盯住她自然没有问题 以我如今的神通 一旦隐匿起来 哪怕合体后期修饰 也是很难发现的 但是要击杀此人 恐怕还是力有不从吧 我毕竟才化形不久 实力即使略比其高上一线 也不会真的悬疏太远的 女童嘴巴未动 但是这厅堂当中啊 却响起了少女的声音 听起来呢 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 青龙上人已经被我打伤了 即使回去马上服药疗伤 短短几天之内 也绝对没有办法恢复如常的 除此之外 我已经在她的身上动了手脚 一旦动起手来 她实诚的法力 能夸挥出三成就算不错了 你击杀她绝对是绰绰有余啊 韩历却似笑非笑地说道 要是那样的话 自然就没有问题了 你尽管等我的好消息就是 女童双眼一长露出了一丝可爱的笑容 随之呢 提表金光一闪就化为了一道淡淡的虚影 在原地消失不见了 韩兄 这位道友是 冰凤见到这一切啊 忍不住地问道 哦 她呀 是我的灵兽 才刚刚化行不久的 道友的灵兽 听你的口气 她莫非也进阶和体了 冰凤有些骇然地问道 嗯 她的确有合体初期的修为啊 但是继承了真灵麒麟的一些血脉 故而一般合体中期修饰 也不见得是其对手的 韩历坦然地说道 冰凤听到此话 嘴角不禁抽搐了一下 半晌过后才苦笑了起来 我这才知道 韩兄 为什么这般不将长老会放进眼中了 由此灵兽相助的话 韩兄恐怕已经是货真价实的 天渊城第一修饰了 第一修饰 这个 韩某可不敢当了 凤道友不会以为天渊城 能守护人妖两族 数十万年之久 真的就只有表面这点实力吗 所以说暗中啊 还不知道藏有多少大神通之事呢 韩历呢 微微一笑 凝重地摇了头 啊 韩兄如此一说 莫非是听说了一些什么吗 冰凤有些惊讶地反问了一句 哎 这倒不是 只不过是在下的一些猜想 好了 我能也不用对此多加揣测 等魔族正式攻城的时候 自然一切都会清楚的 不过呢 在此之前呢 我却需要凤道友先助我一臂之力啊 哈利 神色肃然地说道 一臂之力 韩兄 莫非是想 冰凤 先是一愣 但是马上想起了什么 脸庞啊 不禁有些红韵浮现而出 不错 在下这次外出的时候 虽然说遇到了一些危险 但是同样也有了一些机缘 已经呢 可以冲击合体后期的瓶颈了 如今恐怕需要借道友的天凤原鹰一用了 当初要不是韩兄出手相求 切身还不知道沦为哪一个人的灵兽 更不可能如此快地恢复法力 还进阶到了练须奇境界 现在驻韩兄出破瓶颈 自是理所当然之事 但不知韩兄打算什么时候开始闭关修炼呢 冰凤脸上的红月很快地消退了 并且谨慎地问道 若不是在下对突破后期瓶颈 没有十足的把握 原本呢 也不一定非要如此做的 不管怎么样吧 韩某这次若是突破后期成功 仙子绝对鞠躬为首 至于时间 则是极早不极晚呢 等暴灵兽回来之后 我就立刻开始闭关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冰凤听到这里 自然点了一下头 没有任何的意见 就这样 两个人在大厅中又聊了一会儿 此女就起身告辞了 韩柳呢 并没有出言挽留 将她送到了厅门外 也就返回到修炼室 打坐休息了 同一时经 在另外一座高约百丈的小型石塔的殿堂当中 青龙上人脸色苍白的坐在一把木椅上 四周 稀稀拉拉的站着十几名年纪大小不一的男女修士 人人呢 都双目金光闪动 似乎修为个个都不弱的样子 在青龙上人对面不远处的另一把椅子上 则端坐着另外一名二十七八岁模样的貌美的女修 腰间呢 记着一个紫色花篮 正是以天成另外一名仅存的合体修士林鸾 此女呢 感应着青龙上人身上 衰弱了许多的气息 不听轻叹了一口气 青龙道友 你 你真的决定离开天延城 去投奔圣皇了吗 要知道四大宗门的太上长老 如今就只剩下你我而已 你若再离去 这妾身在此城中可真的是势单力孤了 恐怕不利于我等弟子在天渊城的立足吧 哼 本座也不想离去的 但是在那个人的威逼之下 不得不如此了 那个人的神通你也是知道的 即使你我联手多半也不是他的对手 在下留之又有何用啊 青龙上人嘴角抽搐了一下 目中的闪过了一丝怨毒的说道 青龙道友 草吃今日 你当初又何必非要招人的兵凤仙子 我一直都有些奇怪 此女纵然有些姿色 但是也不至于让你冒如此大的风险吧 以我对青龙道友的了解 你也似乎并非这般急色之人 难道说 这其中另有什么缘由不成啊 林兰娜眉头一皱 略微的有些埋怨的说道 在下的确有些难言之语啊 不过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用 为了提防这小贼斩尽杀绝 我今天晚上就立刻离开了 若不是打算将门下弟子托付给道友 青某原本打算任何人都不告知的呀 青龙上人苦笑了一声 唉 我等四大宗门原本就同气连根 就是道友不说 切身也会帮你好好的照料九星宗的弟子的 以那个人的身份 想来也不会特意为难这些晚辈 不过青凶此区圣皇城也好 我等也无需将这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边的 无论那边万一有了什么意外 另外一方的还可以啊 让我等继续来传承下去 人鸾沉吟了片刻 也点了点头说道 哼 我之所以如此做 也是有这部分思量在其中的 好了 事不宜迟 本座这就离开 除了两名弟子之外 其他的人我就一个也不带了 你们听好了 以后本座不在天渊城 这九修宗的一切都要听从林前辈的 青龙上人倒也是果断异常之人 说到这里竟然马上站起身来 向门下一杆弟子一声吩咐 是 我等谨尊长老之言 那十几名弟子文言呢 心中大脸之下 异口同声的答应道 青龙上人点了点头 冲林鸾一抱拳 就大步的向殿外走去 众弟子中有两个人 二话不说的走出了人群 紧跟了下去 眼见着 青龙上人带着两名弟子一闪的 在殿门外消失了 林鸾此女呢 微微的摇了一下头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 可惜之色的 数个时辰之后 青龙上人带着两名弟子 出现在了天渊城的 传颂大殿当中 负责此殿的几名卫师一经 立刻走出大殿相迎 参见青龙长老 不知道长老到此有何贵干呢 为手的练习修士 恭敬异常的 冲青龙上人说道 显然呢 此人呀 是知道青龙上人已经成为了 天渊城长老之一的事情 立刻打开传送阵 我有钥匙 需要离开一下 青龙上人目光呢 往殿中的那些传送法阵上一扫 没有客气的吩咐道 什么 长老打算动用传送法阵 敢问 可有长老会的手艺或者信物啊 练习修士文言愣了一愣 迟疑的问道 哼 本座身为长老会的长老 用一下传送阵 何须如此麻烦呀 还不赶紧给我打开传送阵 青龙上人双目一咪脸色一沉 哎呀 这 青龙长老 不是晚辈对您不敬 这是长老会在两天之前刚刚下了死命令啊 从两天前开始 无论身份高低 所有想要使用传送阵的修士都必须由长老会同意才可以啊 青龙长老还是不要让晚辈等人为难的好 否则晚辈为命之后 一顿的严惩肯定是免不了的呀 练习修士脸上线露出了为难之色 有这样的事情 接着呀 本作业不让你难做人了 我这就去和长老会要一份信物来算了 青龙上人脸色微微一变 但是思量了片刻之后呢 神色一缓的说道 哎呀 多谢长老体谅 晚辈先公诉 青龙前辈 你要做什么 练习修士原被一脸的陪笑之色 但是在下一刻 却突然发现啊 这附近的空气一紧 整个身躯 无法动弹丝毫的 不光是他呀 同样迎出来的其他手电修士 也是一般无二的 被某股无形的力量禁锢原地 脸上纷纷的露出了惊恐之色 不用惊慌 本作只是有钥匙在身 丝毫耽搁搁不得了 只要自己传送离开 青龙上人这才啊 将袖中暗自所掐的法绝一松 脸上露出了一丝冷色说道 随后 青龙上人单手一扬 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块白色的玉牌 冲着店门后面的层层浸置一晃 顿时呢 一道白色的光柱一喷而出 所过之处啊 店中浸置 纷纷的消融溃散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呢 脸上露出了一丝喜色 当即带着一杆弟子 大步的走进了大殿当中 并找了一个专用的小型传送阵 立刻呢 站到了上面 嗡鸣之声一起啊 法阵一下子被激发而起 一阵白光闪过之后 青龙上人和三名弟子 顿时在白光中不见了踪迹 这个时候呢 那名练习修士和其他的几名卫士 才感觉到身上一松 恢复了行动之力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一千三百回 为首修士啊 心中惊怒交加 刚一恢复了行动 就惊慌至极的 冲几名手下大声的吩咐道 不好了 快把这里的事情 向长老会报告 你们几个人 马上将信职 给重新的恢复如初 其他修士文言呢 有的慌忙的 掏出了传信法盘 有的呢 却马上掏出了 振齐振盘等法器 开始恢复 被青龙上人 破开的防护禁制来 整个传颂大阵呢 一片慌乱的样子 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那座刚刚传颂走 青龙上人的传颂法阵 突然呢 再次的发出了低鸣之声 竟又一次的被激发而起 在灵光闪动当中 一个矮小无比的影子一闪 也被飞快的传送而走了 以殿中诸修士的修为呢 竟然没有一个人呢 能够看清楚那影子 到底是什么东西 诶 刚才是不是有东西 传送走了呀 在众人目瞪口呆当中 一名守卫吞咽了一下口水 结结巴巴的问道 很怀疑自己呢 刚才是不是眼花了 这个时候 青龙上人带的两名弟子呀 正在一个修建在 山户中的青石通道中 飞顿而行 几个闪动之后 就从一处被禁至巧妙掩饰的 洞口处 一飞而出 然后呢 稍微辨别了一下方向 就认准了 某个方向 鸡舍而走了 而就在青龙三个人 刚走了一小会之后 另有一道淡淡的金光的 从洞口一飞而出 毫不停留的紧追 青龙上人而去 半天之后 在离天渊城 不知道多少万里外的 一片荒凉的野地上空 一道粗大的青光 包裹着三道人影 在高空中 破空飞行阵 在洞光中的青龙上人 面色阴沉 目光呢 闪动不已 仿佛啊 正在思量着什么 要紧的事情 这个时候 下方天地尽头处 一道黄线 隐约可见 他们呢 竟已经要飞出了荒地 要顿入到一片无边的沙漠之中 就在这个时候 青色的顿光 后面不过十几丈外的地方 忽然两声爆鸣一响 两道淡淡的金眼 一下子 从虚空中破空射出 一个晃动之下 就出现了 离顿光近在咫尺的地方 凄厉的找忙之声一响啊 漫天着影 一下子 从两个虚影中 是爆发而出 将青龙上人呢 风雨不透的照在了旗下 高盲闪过之处 虚空 凭空浮现出了 一根根的金色的丝痕 密密麻麻 交织形成了一张巨网 让人根本呢 并无可避 青龙上人大惊啊 脸上 竟然一下子 现出了恐惧至极的表情 韩笑子 你 你竟然真的打算赶尽杀劫吗 他一声哀怨至极的大贺 商袖猛然一抖啊 一金一银 两感零笔 一挥而出 略挥动之下 漫天金银符纹 狂涌而出 化为了一层光幕 严严实实的 把他护在了其中 接着呢 身形再闪之下 青色的灵光 从四肢和脸庞上浮现而出 在一动之下 就化为了一股狂风 冲爪网狂撞而去 而在他身躯和那爪盲 接触前的一瞬间呢 又一张口之下 一团青光 一喷而出 先一步的呢 冲爪盲 是砸去 喷一声 那看似犀利无比的 找网和青光 刚一接触啊 竟轻易无比的 被一丝而开了 青龙上人啊 先是一呆 随着狂喜的 一个闪动之下 就化为了一股飓风呢 从网中一冲而出 动光在一晃之下 就出现在了 百余帐外的 虚空当中了 他提着的心 这才稍微的一松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两声惨叫啊 漠然之间 从身后传来 不好 青龙上人 暗叫了一声 急忙回头望去 只见原本 跟随他的两名弟子 赫然呢 已经化为了 两片血雨啊 从高空一洒而下 他们不但护身宝物 根本没有办法 抵挡找忙奔行 当场就被抓暴而碎 连原鹰啊 都没有能够逃出 孙豪的样子 嗯 你 你不是狠小贼 到底是什么人 胆子倒是不小啊 敢对本座出手 青龙上人 黄的两团金色的西影 仔细的看了一眼之后 立刻看出了一些什么 当其大怒的一声力喝 哼 起你性命 还需我家公子出手吗 有我出手 我看着足够了 一个年轻女子的声音 从对面传来 随之啊 两团淡淡的西影 往中间一合 竟合二为一的 化为了一团淡淡的金光出来 在金光中 一头仗许大的金色的异兽啊 正冷冷的望着青龙上人 正是那头暴灵兽 合体灵兽 你 你是那狠小贼的灵兽 青龙上人神念呢 往金色异兽身上 只是一扫 就情浮至今的 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 那应该可以死而无憾了 我奉公子之命 让你从这世间彻底消失 暴灵兽双目 熏光一闪的说道 就凭七驱的一头 合体出气的家伙 也想取老夫性命 狠小贼 别痴心妄想了 青龙上人 脸上虽然闪过那丝骇然 但是马上利涩一闪大喝道 你被我家公子打伤 现在一身的法力 能有七八成就算不错了 还敢在我面前说此大话 呸 等我将你原因抓出 看你还如何嚣张下去 暴灵兽啊 根本就不理会青龙之言 猙獰之色 毕露的说道 接着 此兽的身躯啊 略模糊之后 附近的虚空 顿时点点金光浮现而出 略意凝聚之下 就幻化出了上百只 一般无二的金色幻影出来 是吧 本座啊 也正好欠去一件上好的灵皮 就拿你顶数了 青龙上人文言啊 心中大怒至极 淡淡的一身过后 袖子一扬 四五件宝物同时一飞而出 围绕其身躯盘旋飞舞了起来 同时呢 手中的双笔再一阵黄点过后 更多的符文呢 在其身前浮现而出 暴灵兽一声低吼之下 所有的兽影一动 为上百道的金光啊 直扑对面而去 青龙上人见此情形 深吸了一口气 正就要催动呢 所有的宝物将这些兽影一一拦下 但就在他刚调动体内大量法力的一瞬间呢 脸色突然一白 一层诡异的黑气一下子浮现而出 将面孔呢 全都照在了旗下 五天之后 杭丽正在密室中闭关打坐的时候 忽然神色一动 缓缓地睁开了双目 而片刻的功夫过后 原本紧闭着密室大门呢 灵光一闪 一道金光洞窗而过 一飞而入 一个盘行过后 化为了一只十许大的金色小兽 哦 你终于回来了 这才出去如此长时间 难道此行不太顺利吗 杭丽淡淡一笑地问道 主人 你到底对青龙上人动了什么手脚 他竟然和我动手没多久 马上就一副中毒极深的样子 好像无需我动手 就会一命呜呼了 暴灵兽瞪着大眼 冲寒利问道 我呀 只不过将 士林真火中的一丝灵弦邪光 打入到其体内而已 他若不调动太多法力还罢了 一旦动用 此邪光就会立刻发作 以他的奇毒之力 一旦发作起来 即使合体修饰也是承受不起的呀 除非呢 他好好地打作炼化 或者呢 暂时用法力强行地将其镇压下去 但是 这两种方法 在和你激战的时候 自然哪一种都没有办法做到的 如此的话 他自然只有死路一条了 寒利呢 却并没有再隐瞒什么 轻描淡写地说道 众人的神通 真是越发深不可测了 既然能将手脚坐到童街修饰身上 都不令对方发现 没什么 此种手段 也是前不久才刚领悟的小手段而已 若不是青龙上任 没有时间好好地检查自身 也不会那般容易得手的 好了好了 你还没有说此行的结果呢 哎 青龙可是已经不在了呢 寒利稍加解释了两句 就双目一眯地问道 主人好奇 青龙杀人连原因都被我一口给吞掉了 世间再无此人了 只不过 他临死之前竟然不再压制毒性 而施展了一种拼命的神通 让我也损失了一些元气 不得不在外面打坐了两天 才跟一批天原城的探子 悄悄地混回了城里来的 别人绝对没有办法发现我的 暴灵兽大嘴一脸 笑了一下说道 嗯 你这次做得不错 如此一来啊 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了 可以全心地冲击后期瓶颈了 寒利文言呢 嘴角也是流露出了一丝微笑 以主人的修炼天赋 外加准备了如此多的后手 这次突破瓶颈啊 肯定没有问题 我先提前恭贺主人 修为大劲 暴灵兽 眨眨眼睛 发出了一串倾笑 希望如此吧 你既然已经化形了 平常你无需在灵兽环中待着的 就在我隔壁密室中修炼吧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管向齐灵子他们提一下 我会嘱咐他们满足你的一切需要的 寒利呢 神色肃然地说道 多谢主人 我早就不想待在这灵兽环中了 那我就直接先去隔壁修炼了 等主人开始闭关之时 我再来护法 暴灵兽大喜至极啊 立刻说出了告退之言 寒利自然也并没有不同意之理 嘱咐了两句之后 也就让他离开了 一等暴灵兽身影不见之后 寒利深吸了一口气啊 单手虚空一抓 一张传讯服务浮现而出 并仰手一放 然后闭上眼睛继续打坐 一会儿的功夫过后 密室外面忽然传来了一个女子的声音 寒兄 你现在换我过来 莫非是这几天就要开始冲击后期瓶颈了吗 风道友没有猜错 寒冒的确由此打算了 寒利的双目一睁 平静异常地回答道 唱听网 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 你的唱听别样精彩 3w.听85.com 数天之后 天渊城的一间密室当中 七八名天渊城的长老会员们 正汇聚一堂的在商量着什么事情 其中的金月禅师 银光仙子等人都在其中 这么说 青龙上人真的隐落掉了 真是太可惜了 这种时候 可真是我们两族的一大损失啊 坐在守卫上的银发白袍老者 叹了一口气 说道 若不是青龙加入长老会后 在密殿中留下了一块本命魂牌 我也不愿相信此事 据守殿修士所说 其魂牌应该就在其离开城中半日后 就自行的碎裂掉了 金月禅师苦笑了一声 回答道 哼 这青龙上人 也真是自己找死 明知道 现在附近到处都是魔族之人 还敢强行传颂离开 我看呢 怨不得别人 他那是自取死落 银光仙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嗨 青龙啊 可不一定是死在了在魔族手中的 说不定这出手的另有其人呢 不是听在传颂殿的卫士说 还有一个人跟着青龙上人用传颂阵离开了吗 说不定啊 这青龙上人就是死在了他的手中的 另外一名身穿黑色皮袍的大汉 就忽然的打了个哈哈 怎么 你电话 是什么意思 莫非是在怀疑寒道友吗 银光仙子一听这话 脸色微微一沉 哎 没评没据 银光仙子可不要乱说话 在下 我可从来没有这么讲过 我只是说呀 青龙呢 不一定是陨落在魔族手中而已 大汉听到这儿 脸色微变 一口的就否决了自己刚才的说法 显然呢 他对韩丽啊 大为忌惮 并不愿意轻易的得罪的 银光仙子微微一笑 但是最后也没有说什么 好了好了 青龙上人既然强行离开天渊城 说明他已经不承认是咱们长老会的一员了 如此的话 我等无需追查到底了 现在嘛 最重要的 还是魔族大军围城的事情 银化老者眉头一皱 缓缓的说道 可青龙上人 毕竟是人族的合体修士 而且还是一名中旗修士 这 这就这么不明不白的陨落掉了 我等不好跟城中的修士交代吧 况且 这会不会影响到凌鸾仙子对本城的态度呢 那位都元阁的顾性修士 若有所思的说了一句 哼 有什么可交代的 我等不说的话 其他人怎么会知道青龙上人陨落之事的呀 就算是真打算将此事查清楚 那也要等到摩羯结束再说了 眼下 这种我等两族面临灭族大祸的情形之下 其他的一切都要排在后边 至于林道友其人冰雪聪明 我相信他应该知道其中的事是非非的 银发老者呀声音忽然转冷 森然的说道 其他没有说话的几个人听了之后 不禁互相看了一眼 最终呢 也都点了点头 好吧 既然大家都没有其他意见 那下面就该说一下韩力道友的事情了 金月大师啊 听说你前两天派人请这位韩道友聚一下 他却开始闭关了 可有此事啊 银发老者神色一素 向金月禅师问道 的确有此事不假 原本呢 我想今最后一点力 看开啊 能不能劝说韩道友啊 放弃让青龙道友离开城镇的想法 但是韩道友门下弟子 却说其闭关不太见客了 这么说来 他预料到大师会去做说客的 才故意的避而不见 白发老者撵了脸胡须 若有所思 可能是吧 老夫请韩道友的前几天 他刚见过那些 曾经被青龙收买过的那些小家伙一次 听说呀 这些小家伙出来的时候啊 脸色煞白 好像啊 被韩道友重重的敲了一大笔 零食和材料 也不知道他们能不能真的凑齐如此大数目的东西啊 这些家伙 不知道天高地厚 连这种事情都掺和进去 那吃一些苦头也是应该的 我看啊 要不是韩道友有些顾忌他们背后的家族师们怎么可能这般轻松的就让他们脱身呢 银化老者啊却一声冷笑的说道 不过 不过 谈到有如此做法 让平风也是大松了一口气 否则的话 还真不肯轻易的罢休 说不得又要生出一番不小的事端呢 是啊 幸亏没有如此 真要是到了那一步 连老夫都要头大不少的呀 就在这个时候 黑袍修士忍不住 问了一句话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1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301回 黑袍修士 这个时候忍不住问了一句 大师 我听闻青龙三姬就败在了韩道友手上 这此事未免有些夸大了吧 哎 这确有其事啊 韩道友神童之大 实在是贫僧生平谨鉴 恐怕一般合体后期修士 也不见得是他的对手 亲眼目睹 他和青龙交手的 可是不光贫僧一人啊 荧光仙子和顾道友也一同在场的 道友不信 尽可前去问上一问的 金月禅师 神色一正的回答 黑袍修士 听到这个回答忍不住 望了望荧光仙子和顾老者 阴光仙子冷淡的没有任何表示 而顾老者呢 则神色肃然的异常点了一下头 黑袍修士心中这个时候不禁有些骇人呢 其实不只是他 其他几名未曾和韩力多接触过的修士 同样是面露震惊之色 比后期修士神通还大 大师之言 是不是有些过了呀 那青龙上人 虽然说名头不小 但连同些修士的三计 都接不下来 多半也是徒有虚名罢了 能击败他 并不一定代表神通 就一定有多么的逆天吧 黑袍修士强笑了一声 仍然找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理由出来 唉 道友若是如此想 那可就错了 那青龙上人是半妖之身 甚至可以直接化身为半龙状态 外加一身玄妙的儒家功法 实力绝对是不能小瞧的 只不过他招惹的对手实在是选错了 韩道友也是法体双修啊 所幻化的巨兽化身神通 有远在其半龙之身之上 这才三计后将其一身玄弓破去 并硬生生的击成了正山 天僧回来想了一想 若是幻成老那面对这等对手 似乎除了落荒而逃之外 也别无他法了 金月禅师 低声念了声佛号 民众质疾地说道 那这么说来 原先传闻的韩道友 被魔族圣祖化身追杀之事 是真的了 有此种实力的话 能从圣祖化身手中逃得性命 倒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 银发老者 沉生说道 韩道友是否真是从圣祖化身手中逃得性命 我是不知道的 但是数名魔族高手接连命丧其手中 这倒是我亲眼目睹过的 听到这儿两足羞士 大半脸色大变 看来韩丽道友 还真是神通了得呀 有他相助的话 我们对魔族圣算 看来可以多上半分的 金月大师啊 你再尝试一次 看看 韩道友是不是愿意加入长老会 只要愿意加入的话 这一切条件怎么都好说 银发老者乐意成音之后 异常果决地说道 好吧 有机会贫僧着试上一试 不过照老那看 此希望实在是不大呀 金月禅师点头答应 但并不看好地回答道 老夫也知道如此的 否则当初邀请的时候 他就会直接加入本城了 但试上一试总没有坏处的 好了 这些事情就商讨到这里吧 下面开始说一下 最近探子刚刚得到的一些魔族大军的动向 若是他们的情报没错的话 魔族大军很可能在快则数月 短则年续 就对我们天渊城展开祖宫了 银发老者 目中神光一闪 气势结人一变 其他人啊 心中一脸之下 纷纷用心地听了下去 在长老会为青龙之死和寒厉的事情定下了决议之后 此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啊 天渊城一切平定如常 就像银发老者所说那样 在无人透露消息情况之下 城中普通存在 根本就不知道 人足有一名合体中期的顶级存在 已经陨落掉了 当然了 这个消息呢 并没有隐瞒 林伦仙子 此里得知此消息之后 除了当场有些失态的震惊之外 此外 就并没有其他异常的举动 但从此呢 再也不提青龙上人的事情了 仿佛啊 原先根本就没认识过此人一般 不过 关于拉拢寒厉的事情 却进行的并不顺利 因为啊 在这段时间之内 寒厉始终呢 未再曾露面过 对外的说法 自然是正在闭关 修炼某种大神通 这让金月禅师 大有无处下手的感觉 只能爱心的静等下去的 他倒是不相信 等到了魔族大军 开始决战功成的时候 杭力还能继续的闭关不出 不过除了金月禅师 荧光仙子等 个别合体存在之外 长老会的其他长老呢 却很快的 就被魔族逐渐频繁的 骚扰攻击所吸引 再有无暇呢 顾及韩力的事情呢 甚至于连银发老者 在过问了几次之后 也就一头扎进了 应对魔族潮水帮攻击的 繁琐事务中去了 这个时候 魔族大军呢 虽然说还未开始 发动主要力量工程 但是原本几日一次的 骚扰攻击 却变得凶猛了起来 甚至在这些攻击当中 开始频繁的出现 炼虚等级修士阵亡 陨落的事情 如此一来呢 田园城的一根长老 越发不敢怠慢了 每每魔族的攻击 必定有两三名长老 一起出马作战 这才能稍微的放心下来 与此相对应的 整个田园城内部 却开始全部的运行了起来 各种炼器作坊 人工全开 开始布戏材料的炼制 一些法器灵具 那些懂得服录炼制的修士 更被聚集在一起 同样日夜的绘制 大量的低阶灵符 以此种规模的大战 一些中高阶的灵符 反而呢 没有这些低阶灵符 在大战中 更加的发挥作用 毕竟有炼制一张中阶灵符的材料 和时间 可能数十上百张低阶灵符 早已经被炼制出来了 更不要说两者间的成功率 更是天壤之别 根本就没有办法相提并论的 至于那些高阶灵符 除了一些炼符宗师之外 其他人呢 也根本不可能炼制出来的 除了大量炼器炼符之外 城中许多新进投靠的低阶修士 和普通力士 也被动员了起来 被编成了数之人数不一的 庞大的队伍 用来当作天渊城的预备力量 除此这些举动之外 天渊城呢 更是从上到下的 对城中各个法阵禁制 重新检查了数遍 以保证这些对抗魔族的依仗 绝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总而言之啊 天渊城中完全是一副 风雨欲来的大战前的模样了 就这样 时间是过得飞快啊 转眼之间就过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了 这一天 天渊城的议事大殿当中 银发老者正在和金月禅师 谈论着有关魔族的一件要紧的事情 忽然 电门猛然被人从外一把推开 并从外边匆忙的跑进了一名身穿银甲的卫士 正是呢 原本守在门外的一名天渊卫 谁让你擅自进来的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脸色一沉 不怒自威的贺问道 回禀大人 外面的灵气不太对劲啊 似乎有哪位前辈要进阶渡劫了 这位卫士急忙失礼却有一些慌张的回答道 啊 进阶 难道 是哪一位道友要进阶合体中期了 如此的话 这倒是一件好事啊 但你也不用这么慌张吧 但是远处的天象太过厉害了 并不像是进阶合体中期的样子 似乎比传闻中的合体后期凶事妒疾 还要可怕几分的 哦 有这种事情 大师 我们到外面去看一下吧 银发老者一惊 心念飞快转动之下 专身对金月禅师说道 好的 宝纳对哪位道友在此时开始妒疾 也是很感兴趣啊 金月禅师呢 是一口答应了下门 于是啊 二者在位置的带领之下 向殿外走了过去 一走出大殿的境界之外 银发老者脸色微微一变 一道合体中期的神念 自然轻易的感觉到了 外面灵气的异常 原本异常稳定的灵气 此刻明显的变得活跃异常了 似乎某种可怕的力量啊 在无形的影响着 老者脚步不绝快了几分 转眼之间呢 他和金月禅师就到了一个数十丈广的巨大的露台之上 在这露台上 正有十几名卫士聚集一起 瞠目结舌的往同一方向眺望着 起点中文网版权所有 创新网荣誉出品 银发老者眉头一皱 不禁冷哼了一声 那些卫士啊 这才一惊 发现了老者和金月禅师的到来 纷纷有些心虚的上前功身建理 银发老者目中金光一闪 正想训斥这些属下几句的时候 一旁的金月禅师却忽然发出了一声轻疑 银发老者回头一望 却发现了 金月禅师正向先前那些卫士所望之处看去 脸上的满是震惊之色 老者心中一灵 顾不得那些卫士急忙也朝那边望去 只见在不知多远的高空尽头处 天边的一片痛红 一团团赤红的火云凝聚流转 仿佛一颗颗巨型火球在空中翻滚不定 而在火云更下方 无数旅五颜六色的光强正飞快的汇聚而去 并交织一起 隐约的形成了一道道七色的彩色红桥 智云火球二者交相混之下 耀眼夺目 几乎小半个天原城啊 都被遮蔽其下 声势浩大至极 但这一切都不及从天象中隐隐传来庞然灵压 更让人惊心动魄 这灵压呢 虽然说因为太远 只能感应到冰山一角而已 但是仍然给人一种啊 寂静窒息的可怕的感觉 而且还在一点一点的增强变大 仿佛在持续酝酿着什么更可怕的东西 这天象 果然不像是中期修士渡劫时能有的 金道友啊 我等过去一看吧 要真的是哪位道友在渡那后期之节 真是本成大幸啊 我等一定要前去护法 以防其被人打扰 银发老者惊喜一场几乎不加思索的冲僧人说道 这个自然 古兄不说 贫僧也要过去一关 后期修士渡劫 对我等也是一大机缘 若是能尽前观摩一下 对以后修炼 一处极大呀 金月禅师 自然一口答应 神色肃然的回答道 银发老者文言点雷下头 当即袍袖一抖 一股白光从中一飞而出 将其身形一卷其后 立刻腾空而起 往远处破空而去了 金月禅师 却靠念一声佛号 体表啊 一片金色繁文涌出 也化为了一团金光 紧跟而去 这个时候 这些卫士 才暗松一口气的起身 三三两两的 凑杂了一起 对远处天象 开始议论纷纷 不光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二人 整个天渊城的高阶修士 几乎都被惊动了 无数顿光从四面八方 往天象爆发处积始而去 那些中低阶修士 虽然说也对着天象的源头呢 大感兴趣 但见此情形 知道不是自己可以掺和的 只是在原地 眼巴巴的看着 当然了 和福建之人的一番议论 自然是免不了的 他们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都有 有的呢 说是某件灵宝县事 有的则说是某只大神通灵兽 在吞云吐物 当然说法最多的 虽然还是认为啊 是某名大神通修士杜劫引起的 其中有些见多识广子 还隐约猜到了 这是合体修士杜劫 才能有这般惊人声势 这些修士自然是万万想不到 在他们心中高不可怕的那些合体存在 在赶到天象附近的时候 同样一个个是振兴无比 引发老者和金月谈师 并不是第一题赶到天象附近的修士 另有二十余名距离天象较近处的 练习合体等级的修士 赫然呢 已经在离天象百余里外的地方 正驻足悬浮 高空远远观望 荧光仙子赫然也在其中 此里一眼呢 就看到了 引发老者和金月谈师二人 远远的冲两个人点了一下头 就凝重的重新望向了远 见此女没有上前交谈的意思 引发老者和金月谈师互相看了一眼 也在附近停下了顿光 道士啊 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 这片区域似乎只有韩道友这一位合体修士 居住在这里吧 引发老者抚摸了一下胡须 默然向金月谈师问道 不错 韩道友的确就支柱在附近 而且似乎正好处在天象的中心处啊 这么说 这天象还真是韩道友所引发的了 难道说他这次闭关就是为了此次冲击后期瓶颈吗 引发老者清吐了一口气 有些迟疑的说道 恐怕果真如此啊 这天象看起来的确应该是冲击后期境界后所引起的 不过似乎比老那以前所见过的一次要声势浩大了许多呀 这又让贫僧有些疑惑了 金月谈师 明望着不远处越来越惊人的天空异象 也是有些不太肯定的说道 这倒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冲击后期境界的天象 原本就是因人而异 略有些不同的 不过如此声势浩大 倒不是一件好事啊 一般来说 天象越是惊人 说明杜劫之人的实力越是非同小可呀 但同样冲击难度 肯定也远超常人想象的 这般的惊人天象 我看韩道友不一定能够成功的渡过去啊 引发老者略意沉音之后 略有所思的说道 是啊 像我等这般卡在了合体中期境界的道友 不知道在人妖两族中有多少位 但能突破到后期境界的 却不过就是寥寥几位而已 老那没有记错的话 韩道友应该才境界 中期境界没有多久 如此快就开始冲击后期瓶颈了 这种修炼速度 也未免太妖孽了一点吧 就算我族上古时候的那几位 大名鼎鼎的传说中的人物 恐怕也不过如此而已啊 金月传师点了脸头 完全同意引发老者的意见 可也就是因为 韩道友天赋太过惊人 这一步才更不好跨过去啊 毕竟如此短的时间 韩道友的根基 他未免太浅了一点吧 会增加其冲击瓶颈的困难程度的 引发老者 心中颇为有些担心 他目光凝重的望向了远方 欲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2回 欢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欢听别样精彩 分w.t89.com 听完了引发老者的话 金月禅师 轻轻笑了笑 这一切啊 都是你我的猜测之言而已 这具体的结果怎么样 还需要你我拭目以待呀 韩道友说不定啊 还能让你我大吃一惊呢 希望如此吧 若是本城多出一位后期修士坐镇 在和魔族的决战当中 我等会轻松不少的 而以韩道友的神通 在中期就堪比后期修士 若是再进阶一步 恐怕那些魔族圣祖的化身 也可一战啊 研发老者沉淹了一下说道 嗯 在魔族圣祖本体 还没降落的情况之下 其化身就是 魔族大尊的最顶级存在了 若是韩道友真有办法缠住的话 我等就可以放弃原先的计划 集中力量先对付那些魔族尊者的 金月禅师闻听此话 双目骤然寒忙一闪 银发老者点了点头 但是没有接口说什么 把目光的又望向了远处的天象 这个时候 高空中火云已经化为了一片赤色的海洋 将大半的天空啊 都笼罩其下 而火云下方的艳丽的光辖 则开始凝聚成团 幻化成了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巨型的符文 轻飘飘的悬浮在高空当中 绽放着耀眼的光芒 这些符文在下一刻猛然一震 突然之间呢 直奔上方火云一扑而去 仿佛打算直接洞窗而过的样子 火云一下 嗡名之声大响 便更加剧烈的翻滚了起来 那些巨型的符文一接触此云啊 竟立刻发出了滋滋的怪声 接着一颤纷纷的碎裂了 这些符文竟被火云死死的压在了云下 根本就没有办法冲出一丝半点啊 一声冷哼 默然之间在整个虚空回荡不已 紧接着虚空中清光一闪 一个身高千丈的模糊的人影闪现而出 并面无表情的冲高空中的虚空连点几下 空间一任无形的荡漾之后 巨型符文一时之间凝聚的速度远超先前十倍以上 数以百万计的符文 竟然在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就纷纷成形现身 并潮水般的再次往高处涌去 那火云也不知道有何选择玄妙之处 纵然呢 面对姬僧的符文 却稳如泰山一般的依旧当下不悟 不过 无论火云还是巨型符文 都是在惊人的速度继续的扩张着 仿佛啊 会永无止境的样子 但那巨大的虚影似乎有些不耐了 猛然之间一条手臂一动 竟然摇摇的啊 冲红云一惊而去 虽然说看似只是一道虚影而已 但是 这一拳打出啊 却默然之间一声炸雷般的巨像 青色人影一闪溃散泯灭 看一股无形的距离 轻易的没入到了火云当中 然后再一下子爆裂而开了 红隆隆的一阵阵连绵不绝之后 一柱火云一下子凭空消失不见 多出了一个直径超过百丈的巨洞出来 部分符文一下子 从这空隙处啊 是鸡舍飞出 而火云一闪啊 空洞就重新弥合如初了 飞出的这些符文啊 则瞬间凝聚一团 隐约形成了另一个 母许大小的巨型的符文 光芒一闪之下 此符文开始渐渐的清晰了起来 并要直接的转化为实体的模样 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 火云上方突然之间电闪雷鸣啊 滚滚的乌云凭空凝聚 竟隐隐约约的幻化成了一条条黑色巨胶 张牙舞爪之下 竟一个照面就将一时无法动弹的五色人影撕裂了 紧接着雷鸣支声震天啊 一道道 其一粗银湖在蛟龙体表浮现而出 胶直闪烁 好不惊人 啊 这 这全是九九八十一条 真是不可思议啊 我记得 以前那位前辈所度的后期之节 引来的雷鸣 那不过才三十六条而已啊 寒道友的后期之节竟然引来了如此之多 这 这也未免太难以置信了呀 金月禅师看到这儿 不禁一声嘀呼啊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的 目中同样的闪过里斯亥然 但是口中却冷静的说道 这后期之节如此厉害 也不知道寒道友如何应对 一个不好 非但无法进阶后期境界 反而可能此生元气大损啊 可惜啊 此等天节外人无法插手的 否则有我等出手相助的话 寒道友或许还有希望 老者呢 似乎已经认定 寒厉无法度过此节了 哎 欧兄也不必过于担忧啊 寒道友既然选择 在此时冲击后期停警 想了也应该有一定的把握的 我等啊 还是先看看再说吧 金月禅师清晰了一口气 神色肃然的说道 似乎呢 是为了印证僧人的话 晴空一声霹雳啊 数十道粗若水缸的金色的电光 从下方破空射出 一个闪动之下 直接洞穿了浮纹火云 狠狠的积在了那些黑色的聚焦身上 一下子轰鸣之声大作 金光所过之处 黑角庞大的身躯 凭空的多出了一个个的巨洞 体表缠绕的银色的电弧 更是龙归大海一般的 被金光一影而见 要不是金光只维持了片刻 就消失不见了 这些蛟龙呢 恐怕还真的就此被一击而散 但是 金光此举也一下子激怒了这些蛟龙 所有黑胶口中一声嘀吼啊 附近风起云声 无数的雾气往身躯破损处一具 竟瞬间弥补如初了 群胶再张口 一股股灰色钢风狂涌而出 直奔下方狂卷而去 下方火云被此风一卷之下 竟呼吱一声的熊熊燃烧了起来 火界风是风界火力 风火交际之下 一片百余里广的浩荡的火海 一下子形成了 并从空中直接徐徐的一压而下 火海尚未真的落下 下方虚空呢就被照应的是一片痛红 仿佛将整个空间呢都要点燃了一半 金月禅师和银发老者 见此情形 脸色不禁微微一变 按此火笼罩之广 若是渡劫之人一个应对不好 受到波及的修饰之恐怖 要远超常人想象 福定的其他一些修饰 同样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啊 他们没有想到这天节刚一开始 竟然就有这么大的威能啊 资本换了他们自己 恐怕光着一波 天火就足以让他们灰飞烟灭了 在火海降落的中心处 赫然就是杭力闭关的那座石塔 此塔纵然也有一些禁止防护 但若真的被火海压了个结实 自然只有塔毁人亡的下场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荧光在塔顶处一闪浮现而出 接着一声亲鸣传来啊 一团银艳滴溜溜的 从灵光中现行而出 徐徐一转之下又化为了一只 遍布银似淋雨的巨大的火鸟 此火鸟开始的时候不过胀喜大笑 半双翅一盏之后 银艳一下子腾腾的冒起了十来点高 化为了百倍云仙的旁人塔木 并直奔火海一扑而去 一声闷响传出 银鸟和火海刚一接触 就无声无息地没了其中 但是下一个火海沸腾了起来 赤红火焰仿佛被一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所吸引了 纷纷地往巨大的火鸟 没入处狂涌而来 又光芒闪动地飞快地消失 整个火海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立刻少掉了五分之一还多 而以此种速度看来 火海全部消失根本就是 亲客之间的功夫了 但是未等到此时 空中黑胶却摇头摆尾地在张口 这一次却是一股股的白气 从空中席着而下 这些白气看似普通 但是在半空中海气一散之下 却凭空化为了十余让长的金银的冰锥 前段风力无比 通体低头异常 不过未等这些冰锥真的落下 从下方水塔中 却一阵鬼哭狼嚎之声传出 接着五个车轮大小的骷髅头 滚滚飞出 张口提喷之下 五股五股色寒雁化为了一片冰雪瀑布 飞卷而上 冰锥一味此寒雁卷重 纷纷的冰销溶解 被重新还原成了极其精纯的灵气 被寒雁一果消失 一连两种攻击被迫 那些黑椒却无动于衷 身躯一扭之下 竟在下一刻纷纷发出了巨响 自行爆裂而开了 他们碎裂的身躯在空中只是一闪 就幻化成了无数大小不一的巨大的石块 小的那不够头颅大小 大的却足有千丈之巨啊 仿佛小山般庞的侯笔 如此多的巨石狂扎而下 仿佛天崩地裂一般 让身处群石笼罩之下的普通修士 顿时一个个面无人色了起来 下方石塔的地下 最深一层的密室中 一道人影啊 正双目紧闭地盘坐在一个黄色铺团之上 他的身上灵气激荡不已 脸上呢 阴红一片 并脚处更是热汗滚滚啊 仿佛正身处某个极其要紧的重要关头 他身躯前方呢 并排怂立着一清一黑 两座丈许高的迷你山峰 头领处另有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化为了一朵青色剑帘 围着他盘旋飞舞不定 身上更是一层层黑色的符纹方滚不定 隐约地笼罩着一件漆黑如墨的战甲 但是诡异的是啊 在如此多法宝防护的外围处 却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灰色的光点 每一个呢 只有拇指大小 但均都散发着阴寒之极的信息 并发出了滴滴的嗡鸣之声 那盘坐地上的人影啊 正是闭关许久都没有外出的寒历 此刻他双目紧闭盘坐地上 你动不动 但是从神色上却似乎状态并不太好的样子 他附近的那些鬼异光点盘旋飞舞 忽聚忽散 有的时候呢 还幻化成凶兽恶鬼 有的时候又聚集成了男女老幼等各色人形虚影 但是无论何种模样的虚影啊 一成形均往寒历盘坐处狠狠扑去 但是被吉山青莲等宝物散发的可怕威能 一挡轻易的逼退了 这些类似邪物的东西 只能在宝物防护之外继续的嗡名不已 但是随着逼退次数的越来越多 这些东西所发出来的怪名之声渐渐的尖利了 一副渐渐狂暴不已的样子 但是杭丽眼皮都为他一向 对这些东西一副视而不见 但并搅出的热汗却滚滚而下 比先前更加吃力的模样 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在他自己神石海中的某些神秘的空间当中 其原神所画的一具青袍化身 正和另外一个人争斗在关键的时刻 对手身穿七黑长袍 驱使七十二口黑幽幽的飞剑 面容赫然的和韩丽是一般无二啊 不过这位黑袍韩丽 双目血盲闪动 眉宇之间更是被一团浓浓的黑气笼罩的 脸上满是邪义的笑容 一举一动之相更是魔气冲天 仿佛邪魔将士一般 韩丽两手掐绝 一手同样催动了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一手呢金色电舌连绵射出 但是黑袍韩丽催动中黑色飞剑 晃化成了一朵朵的黑色剑帘 轻易的纷纷抵消掉了 反而其袍袖一斗之相 一道道比金色电弧还要粗上几分的黑色闪电 应声而出狠狠的披向了韩丽 唐绿脸色阴沉 体表雷鸣之声一起 上百道金湖同时弹射而出 就将黑色闪电一击而碎 哼 小子 没用的 这剧催化的心魔根本就是你本身的复制品 不 在本尊魔性加持之下 应该比你本体还要强大三分的 经过如此长时间的交手 这些你也应该很清楚了吧 一个甜美至极的年轻女子的声音 突然之间的在西空中挥荡了起来 哼 纵然这催化心魔比我强大那么一两分 但想指望她能够击败我 吞噬我的心神 根本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 要不是我一时不察 让你这魔头侵入我神石海中 心境怎可能让心魔产生并反噬自身 杭力脸缩一沉 单手冲对面一点 一口银色短指 漠然浮浅而冲 并从对面一晃 幻化出无数齿影 狂疲而去后 这才阴沉异常的回答道 的确你神通之大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凭着一个区区冒牌的心魔化身 击散你的元神的确不太可能 但是不要忘了呀 你现在还要度后期天节 纵然说我不知道你准备了何种应对手段 但是在大半元神法力被牵制之下 倒是不幸你还能安然度过的 若是不想神魂俱灭 还是将那件魔甲给本尊交出来的好 只要交出了魔甲 我立刻从神石海中退出 保你顺利的境界 合体后期境界 这个女人啊 用一种充满诱惑的语气又说道 这声音呢 赫然正是当日在云城中 被韩力击散跨界磨练的 那尊天外魔头所画 他也不知道啊 用了什么方法 竟在韩力度节的关键时刻 趁机呢 侵入到了韩力的神石当中了 并催化出了一头 魔化心魔 要将啊 韩力元神吞噬掉 要不是韩力见机的早 本身神念凝固 远超普通修士 恐怕开始不防之下 还真的就被魔头得逞了 若是天外魔头的话也可以相信 那太阳也可以从西边升起来的 恐怕我刚一生出浮软之念 那便就立刻被心魔所称 从而落个元神被吹的下场 早就听人言 天外魔头最擅长勾引人心 杀人于无形啊 如今看来果真不假吗 好力面无表情 毫不为所动 哈哈哈哈 好啊 你倒是够激进的 既然这样 那本尊就好好的等着你 自行隐落吧 等你元神肉身 在天结之下 飞灰烟灭的时候 魔甲仍然可以 论在本尊的手中的 听为魔头的声音呢 忽然一下子变得粗哑贵起来 仿佛又化身成了一个男人了 欲知后续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3回 心魔咆哮一斗之下 同样一根魔器翻滚的黑色短尺飞出 也画画出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指引 将寒厉刚才攻击啊 全都是一接而下 寒厉现此情形 脸上阴厉之色 是更多了两分呢 这个时候 他已经感应到 另一小半部分的 元神传来的信息了 此刻外面的天结 似乎要到了关键的时候 紧明他留下的那点 法力和神念 估计多半的 也没有办法应对 下一波的天结威能了 他必须啊 马上灭杀心魔 这才能够全心的 应对此结的 心中如此思量 寒厉不再犹豫的 一声低吼 单手一掐掘 提表金光闪动之下 身形一个闪动 莫然狂胀百倍啊 竟然一下子化为了一只 山月般的金毛巨猿 功法 宝物 你可以魔法 我倒不信这化身之术 同样也能变化而出 先就我一全来说 巨猿 一声嗡嗡的大鹤 两只拳头一轮之下 就从对面心魔狂击而去 拳头尚未落下 两股蕴含莫大距离的金色光浪 就先一涌而出 仿佛呢 要将心魔一下子 硬生生的砸成肉酱啊 黑豪心魔 就脸上一丝鬼之色闪过 两只手臂黑光一闪之后 一下子呢 就浮现出了一层层的黑色的鳞片 并猛然之间呢 从高空一抓而去 痴痴的破空之声大作 无数的黑色的爪王 仿佛巨大的丝绑一般 一下子在心魔头顶浮现而出 金色光浪一击在丝网之上 竟然呢 被一荡而起 但是并没能攻破 不过当两只硕大的拳头 紧随光浪的落下之后 死亡却没有办法支撑的 寸寸碎裂了 但就在这片刻的功夫呀 心魔呢 双手一撞 七十二口黑色小剑一闪 全都没入其身躯当中 喉咙当中一身轨叫唇出啊 体表黑色狂勇而出 头顶一下子冒出了 两根粗大的黑角 同时呢 身躯狂胀巨大了起来 他竟然幻化成了一名 牛手人参 这一匹黑色鳞甲的巨大的魔物 身躯之巨 丝毫不在巨猿之下 并毫不畏惧的 也用两只大手呢 直抓向了巨猿的拳头 呼噜噜连声巨响之下 金毛巨猿被震得 连连后腿竖不出去 而心魔所晃猛物啊 也双腿一沉 被硬生生的从高空式一砸落地 并将地面砸出了一个巨坑出来 就这一次交丑 韩丽也明白了对方变身之后 肉身强横 纵然说还比不上他的山岳巨猿 但是也绝对不会相差太远的 他在此状态之下 即使能取胜 花费的时间呢 也绝对端不到哪儿去的 但是如今的情形之下呢 他又怎能如此耽搁下去 韩丽心中大吉之下 各种念头飞转 终于咬牙地下了一个决定 虽然说下面神通施斩 会动用大量的灵力 极为不利于他脱身后 对付后面的天洁 但是眼下的这种情形之下 也顾不得这么多了 他身形刚一站稳之后 立刻仰手呢 发出了一声长笑 一个三头六臂的金色法相 一下子在身后浮现而出 法相紧闭六目一睁之下 立刻就化为了一道虚眼啊 往巨猿身躯上一扶而去 一层金光在巨猿身躯上流转不定 接着呢 肩头两侧金光一闪 两颗毛茸茸的头颅 和另外四条手臂浮现而出 金毛巨猿竟然一下子化为了 三头六臂的模样 六只手掌同时一掐绝之下 身躯呢就再次的狂炸了数倍 几乎足踏大地 头顶天空 与此同时巨猿深吸一口气啊 六只手掌金光一闪 一团团金光 漠然浮现而出 一闪之下 就这么滴滴滴一段 下一刻 金光仿佛娇阳般的 刺目耀眼了起来 并一个模糊之后 漠然晃化成了 六团金萌萌的光运 并一圈圈的迅速的扩散开来 不过一个呼吸之间的功夫啊 六团金色的光运 就一下子融合一体 化为了一个足有百丈之光的 巨型的光运 巨猿三颗头颅中 同时一张口 晦涩的咒语之声 顿时发出了三重声响 接连传出 金色光运 骤人之间 无数符文是浮现而出 随之的飞快的旋转了起来 一个金萌萌的巨大的漩涡 立刻在虚空中形成了 并被六只巨手摇摇的 往高处一托而起 在金色符文闪动当中 一股无法抵挡的巨大的犀利 顿时从漩涡中心处 一冒而出 对面的牛手魔物 被此犀利一罩之下 伸去一个亮相 竟无法意志的 强行拉扯了过去 魔物一声怒吼 脸上首次现出了惊慌之色 他虽然是复制 韩力本体而来 但是因为真灵之血的缘故 金折爵的变身之处 却是其唯一无法模仿的神通 如此一来 他亦遭遇 韩力结合金折爵和凡圣真魔功 施展的二重变身攻击 自然应对无措了 此魔物大敌之下 七十二口黑色小剑 两座吉山 黑色短驰等各种宝物 接连从身上飞舞而出 并冲巨大的漩涡狂击而去 但是丝毫效用都没有 这些宝物呢 刚一飞到漩涡附近 顿时呢 被里面喷出来的无数的金纹 组成的光霞一卷而入 失去控制般的被硬生生拉入到了漩涡里边 里面一阵轰鸣乱响 这些宝物就踪影全无了 这个时候 魔物也被巨大的吸力拉到了离中心处 不过三四十丈的距离处 手中黑光一闪 多出了一杆啊 赤红血差 猛然往地上一插进 一下子没入地面 心魔原本移动的身躯呢 一下子勉强不动了 木脸上一下子露出了大喜之色 咱就在这个时候 巨人六条手臂同时移动 口中发出了一声嘀咳 青色漩涡又一下子聚山般的一压而下 心魔一声惨叫 就不提防的被金光立刻淹没不见了 好 可好 这一次算你走运 但是本尊分念再催化一只心魔出来 还不是手到擒来的小事 你同样的手法绝对灭不了自己的第二个心魔 那个魔头的声音有些恼羞成怒地传了过来 随之呀 前方黑光一闪 一团黑气凭空凝聚而出 并一阵翻滚的隐约凝聚成了一道人眼出来了 下一次 没有下一次了 既然当我面施法还想再以你身形 简直就是痴心妄想的事情 韩丽所画三头六臂巨猿 一声嗡嗡的低贺 突然一张口竟然喷出了一团青光出来 青光赫然是韩丽体内一口精纯灵气所画 但是呢 里面却包裹着一根颜色淡黄的残香 散发着一股淡淡的檀香之气 巨猿中间头颅双目蓝芒一闪过后 两只大手啊猛人之间一抓 就将此香抓到了手中 并两手呢 用力一搓 不吃一声 一团银色的火焰在两手之间浮显而出 一股淡黄色的青烟瞬间呢 从两只巨手当中一散而开 几乎同一时间 巨猿另一颗头颅大口一张 鼓起腮帮子用力一吹 暴鸣之声一响 黄色的青烟一宁 幻化成了一根弩箭 并一闪即逝的破空射出 图中一晃 骤然之间消失了 下一刻离寒历不远的地方 黄光一闪 弩箭浮显而出 并闪电般的扎在了虚空上 一声闷哼过后啊 那处原本看似空无一人的虚空 一环黑光扭曲浮现 黄色弩箭正好扎到了中心处 银足小子 你真以为奇奇的把物 就能够伤得了本尊吗 此等东西对于我来说 根本不值一提啊 黑光中 一个数寸大的小人 意味其中 面对正好洞穿其身躯而过的弩箭 却发出了一声轻蔑的笑声 这个小人啊 面目呢是 模糊一片 你根本就看不清分毫 但是身上 散发出了一股 奇异的邪气 让人一望之下 不好而立 如赘兵枯一般呢 我什么时候说过这是普通的宝物了 不管你本体是不是真的天外魔精 但一缕磨灭的话 这东西驱逐掉你是绰绰有余了 剧原呢 一件鲁卷击中了目标 神色一松 并口头人眼 冷声说道 啊 是吧 这东西是 黑龙龙的小儿一领啊 从其漫长的记忆中 一下子响起了一个雾来 声音呢 周人之间一惊起来 但是这一切 却不能改变什么呢 黄色弩箭 下一刻就一声闷响的暴力而开了 浓浓的檀香之气 随着一股黄色的青烟一散而开 将无许大的地方啊 全都笼罩其下 不可能 是黑油冰箱 此种驱魔神香 这东西 这东西应该早就在这一界都绝迹了 你怎么可能会有的 不过别高兴得太早了 下一次你想进阶大城的时候 我一定会亲自降临的 绝不会这般轻易的让你逃脱掉的 黑色的小人呢 在那黄色的青烟的笼罩之下 再也没有办法 维持挺行了 一声不甘的立鹤过后 身躯竟一下子千疮百孔的溃散开来 最终在原处凭空消失掉了 显然啊 这位天外魔头的一丝磨念 在此时 从寒厉神石海中被强行的驱逐了出去 孙侯六臂的巨猿目睹此景 两手飞快的掐绝 进行的迅速的缩小 转眼之间的解除了二重变化之身 恢复了原先的人身 此刻的昂厉 脸色微白啊 胸口微微喘息 刚才神通消耗的神念法力也着实不清 这也是他一开始 并没有施展此神通的主要的原因 寒厉扫了一眼 那魔消失的方向 脸上未见丝毫的倾诉啊 反而二话不说呢 单手一掐绝 身躯化为点点清光 溃散开来 刚才啊 为了怕心魔 趁机的影响留在神石海外面的神念 故而他彻底的掐断了 和外面肉身的联系 现在心魔一除 自然迫不及待的 立刻回归本体了 当航力双目一睁的瞬间 正好看到 四周那些灰色光点 不知道什么时候 凝聚成了五只高约三丈 地形变幻不定的 模糊的魅影 正拼命的冲击着 其留在外面的护体宝光 这五只魅影 每一轮铺鸡啊 都让宝物光侠剧烈的颤抖 将护体宝光激荡的萎缩了大半 五只魅影口中 更是发出了怪异的坚明之声 唯一的寒厉啊 不愿离开半步 身上更是散发出了惊人的 狂暴的气息 哼 栖取几只邪气凝聚的煞魔 竟然也敢在我面前乘飞 给我消失吧 寒厉脸色一沉 想都不想的 一声立刻 提掉骤人之间的 金色电光一闪 无数的金色电弧 从声区弹射而出 五只煞气 凝聚而成的魔物 在一片金光笼罩之后 在雷鸣声中 瞬间的灰飞烟灭 根本丝毫抵抗之力 都没有啊 收拾了五只魔物 寒厉脸上的并没有 任何欢喜之色 反而的面容 越发的阴沉了 因为就在这个时候 他原先为了应对天洁 而特意准备的 几座静置和法阵 赫然的都已经被激发了出去 并化为了数层巨大的光幕 将整座石塔都笼罩其内 如今其头顶处 八十一条黑胶 呼风唤雨之下 哼出了一道道 五颜六色的 狂暴的电弧 这些雷电 小得不过持续来长 长的呀 却足在离许之距 正从空中暴雨一般的 倾泻而下呀 在电光闪动之间 静置呢 立刻呈现了不知的状态 并发出了吃力的低鸣之声 这个时候 空中落下来的各色电弧 突然往半空中 一距而起 竟瞬间凝聚成了一根的 粗弱水柱般的巨大的电弧 一闪而下 就狠狠地积在了光幕之上 一阵脆响 整个光幕一阵颤抖之下 寸寸碎裂而开 五色电弧啊 没有阻挡之下 一下子就从塔顶上空 消失不见 而下一刻呢 就横穿虚空的 出现在了寒历 密实上空 并一击而下 寒历不加思索的 袍袖一抖 十几道金弧一同弹出 一声震耳欲聋的滞响 金弧和五色闪电 一接触之下 同归于尽的 同时消失掉了 但是 这不过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更多的五色闪电 出现在了密室之中 铺天盖地的 往寒历身上猛砸而去 寒历双目一眯啊 突然单手虚空一撞 一团清光一闪的 在手心浮起而出 滴溜溜一转之下 化为了七十二道青芒 四尺消失了 一声龙吟传出 无数青色剑气 破空交错的浮现而出 密密麻麻之下 遍布了整个 密室各个角落 当往寒历头顶一具之下 又汇聚成了一团呢 青色的光球 此球滴溜溜一转 无数刺目的剑芒 若隐若现 并在一声破碎之后 一头浑身碧绿的 盘龙是张牙舞爪 一扑而冲 汉里不但呢 一把将青色的剑连 隔空一把抓住 并转眼之间 化为数十口小剑 重新布下了青攀剑阵 此剑阵 不愧为汉里的杀手锏之一啊 那青色盘龙 密室上空 去盘旋飞舞之下 五色电弧击在其身上 竟然是毫发未损 反而摇头摆尾之下 将所有的电弧呢 都一击而散 而就在这时候 空中原本缩小的火云 不但已经恢复了原先的面积大小 并且啊 里面火灵气一阵动荡过后 一团团 头颅大小的赤红熔岩 竟凭空呢 从火云中掉轮下 化为了一团团赤色火球之轮下 杭力自然不会畏惧分毫啊 深吸了一口气之后 两座吉山一晃也出现在了眼前处 单手呢 往上分别一拍 灰蒙蒙的原词神光和一道道无形剑气 顿时啊 化为了一层层光浪 从两座吉山中狂涌而出 一天一夜之后 当天空中的八十一条黑龙 发出了一声低鸣自行爆裂 最终呢 化为了一团团的黑气过后 只流附近 一直没走的一杆高阶修饰 早已经被天节之威和含力抵挡的手段 今日是目瞪口呆了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4回 欢迎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4回 如此厉害的天节 他们纵然说 是首次亲眼见到 但是含力神通之大 以一人之力竟能硬生生的一一化解掉 更让这些高阶存在看的是口水之流啊 而远见黑龙一散的一瞬间 一声清朗的长笑 默然之间的从石塔中悠然传出 直冲 九霄云外啊 同时呢 一道清蒙蒙的光柱 也一闪之间 从塔中一喷而出 清光所过之处 无论火云呢 还是黑气 真都扫荡一空 只留下了漫天的各色的符纹啊 光柱一闪收敛之后 一个身高千丈的巨大吸引人 气势惊人的悬浮半空 看起面容相貌都和韩里一般无二 哎 这不是韩道友吗 原来是韩前辈在冲击的后期瓶颈 真是不可思议之事啊 一看清楚了虚影的面容之后 佛金大半修士竟然都认出了韩里 顿时啊 一任骚动不已 青色虚影 目光朝四下密密麻麻的各色符纹一扫之后 嘴角呢 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猛然张口用力一吸 所有的符纹一颤之后啊 顿时呢 化为了无数光点狂涌而去 如同万河归海一般的被巨大的虚影吸入到了大嘴中 如此多的光点呢 每吸一口都几乎数以万计 青色虚影的顿时以惊人的速度再疯狂巨大起来 而当附近各色光点被一息殆尽之后 更远处 所有更多的光霞 在某种神秘力量操纵之下 纷纷飞蛾头火一般的往虚影这边 飞剪而来 同样的被青色虚影一吞而进 不好 所有人退开 汉道友已经度过了后期之节 现在正吞噬天地元气 好重铸元神 我等现在所处的位置 均都在其影响的范围之内 最好快快离开 以免影响到了汉道友啊 引发老者这个时候 脸上原本一直啊都是 难以置信的表情 看到远处一幕之后 却已经高声大喝了起来 附近的那些高阶存在 闻听此声心中一领啊 互相看了一眼 大多纷纷向后顿舍而走 但是呢 也有少数两族存在 面线一丝犹豫 但是在营发老者等人 冷力逼迫的目光之下 不得不有些尴尬的也前后都离开了 哼 这些家伙 竟然打算在这个时候和韩道友抢夺天元气 哎呀 真是力以熏心啊 引发老者见此情形 鼻子冷哼了一声说道 这也难怪啊 韩道友进阶后期成功了 重铸元神所引来的天地元气 必定含有是这一界最精纯的灵气 他们若是偷偷的吸纳一些 自然是大有益处啊 金月禅师轻笑一声说道 可是如此一来 却可能影响到韩道友重铸元神的效果 自然说这效果微乎其微 但我也不希望韩道友因此有任何不满啊 营发老者望向远处巨大的虚影 缓缓地说道 目光仍然充满了一种复杂至极的感情 这倒也是 这些道友也不想想 若是韩道友真因此在重铸元神这一步上 出了任何一点差错 怎么可能放过他们这些浑水摸鱼的家伙呀 不管怎么说吧 韩道友这一次进阶合体后期已经成功 对本城来说 可是一个天大的喜讯啊 老那到了如今还有一些如坠梦中的感觉呢 我虽然对他有些信心 但是也没有想到如此厉害的天节之下 还真的能够这般顺利的渡劫成功啊 鸡月禅师轻塌了一口气 韩道友从合体初期进阶到后期进阶 只花了区区数百年的时间 与其一笔之下 老夫都觉得这般一把年纪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他以后说不定真会有机会成为本族的另外一位大成绩存在了 银发老者 我手脸虚然 神色异常凝重 哎呀 如此惊人天资 的确不是没有机会 不过 静阶合体后期 虽然已经千难万难了 但是和静大成相比 却又不能相提并论了 韩道友也只能说 有这么一丝可能而已啊 金月禅师谨慎的说道 哎 这个是自然之事 但是啊 有这么一丝的机会 以后就有真正长生非仙的可能 那像我等啊 早已觉了此路 只能静等大县的来临而已啊 银发老者的神色 一下子黯然了几分 古道友何必太在意此事啊 这从上古时期 整个人族能进阶大成期的 就寥寥无几嘛 我们这一代能有墨简离前辈存在 这已经算是一件姓氏了 哼 唉 想不到大师 他真有几分打车大悟的模样 他那话也不无道理 就算进阶大成 还有最后的飞升的一大关 拦在那里的 听说那些异族偶尔有大神通知识 得以侥幸飞升成功 我等两族中可从未记载 有哪位前辈得以飞升成功的先例 真是要化仙飞升的话 哪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银发老者斜漂了森林一眼 黑黑一笑 我等两族有记录的那些 杜劫飞升期的几位前辈 最后几乎都是自行的销声匿迹的 根本不愿让外人见到他们杜劫的情形 说不定还真有一两位前辈没有陨落在天节之下 而是飞升成功了吧 金月禅师有些侥幸 也许吧 不过不管是不是真的 此事对本城现在的情形都没有丝毫的作用的 眼下呀 你我也赶紧离开吧 否则万一让寒道又误会了你我 可就有些麻烦了 银发老者不以为意的点了下头 在扫了一眼远处已经长治了三千丈之巨的虚影 不禁的又闪过了一次惊异 金月禅师自然不会反对 当即二人腾空而起 化为了两道惊鸿 向后积释而去 远处巨大的虚影 仍然在疯狂的聚集着四周的天地元气 并且波及的范围呢 越来越广 几乎将大半天渊城的天地元气 都如同漏斗一般的一息而空了 虚影最后竟仗制到了五千丈之去 天渊城的居住的两族存在 每一个人都可以远远的看到了 那巨大虚影的存在 骇人之间骚动自然各自不一 不过城中的人妖两族可以清楚的看到 韩丽元神所化虚影 一些离城池近些的魔族要塞和巨塔呢 同样也是能够遥遥看到一些模糊的景象 并能够深切的感受到天渊城中天地元气的激荡 其中一座最高的魔族巨塔当中 一名身穿血袍的清秀少年站在窗口外 望着那天渊城方向 目中血盲闪动不已 这股气息 没错 应该是某个家伙间接合体后期了 这倒稍微有些麻烦了 这气息如此庞大 似乎不是普通的合体后期存在 看样子 不久后的总工还需要再专门派人对付此人呢 少年看了一会儿之后 这才双目一咪的自语道 他赫然呢 正是临界统帅魔族大军的最后一句 血光圣祖化身 血光 其其一名合体后期存在 那又算得了什么 你若放心的话 交给我处理就是了 你大老远的把我请来了 不就是想让我替你解决一些麻烦的吗 在离窗口不远处的一把石椅上 一名赤裸了半个肩膀 在腰间围着一张银色瘦皮的大汉 一手抓着一只血淋淋的野兽后腿大口咬着 一边呢有些模糊的说道 这大汉的相貌啊 倒也算是端正 但是 浑身的筋肉秃骨 肤色的骨铜发亮 仿佛金刚铸成一般 身上更散发的一股 让人心寒的凶兽般的气息 好 此事倒不用凶凶去做 我请你过来 是要应付另一个更加棘手的家伙 不过 我不能肯定 此人是不是 已经回到了天渊城当中啊 若是他不在的话 这名合体后期的存在 再交给凶老凶处理 也是不迟嘛 气袍少年 目光一收回头淡淡说道 这大汉 明明只是合体后期的修为 血光呢 却似乎啊 对其异常的忌惮 并一副呢 平背相交的模样 哦 这名一看就非同一般的合体后期存在 你都不打算让我来处理 难道 你准备让我对付的家伙 比这个人还能让人对付吗 大汉 目中精芒一闪 有些意外 应该离眼前 这刚进阶的存在 更加棘手吧 太仔细的 我不打清楚 只知道 我的三大化身追杀了他两次 结果第一次无果而回 第二次就一去不返 最后反而莫名的同时陨落掉了 血光眉头一皱 什么 有这件事情 你这么一说我倒是想起来了 前一段时间的确听其他道友说过 你似乎一口气 借体降下了三具化身 但三个联手之下 怎么可能反在此界被击杀掉呢 难道 你让我对付的是人妖两族的某位大成其存在吗 大汉这个时候 再又无心吃东西了 猛然将砍了大半的兽腿往地上一扔 神色凝重的问道 哈哈 熊老星放心 就算我想让你去对付大成其存在 也是在你夜进阶大成之后 那才会的 我让你对付的是一名人族中的合体中其修士 此人哪 神通实在了得 一般的合体后期存在 远远不是他的对手 我三大化身 多半就陨落在其手中 熊老星 号称我们圣族中 圣族之下 第一魔封 正是对付此人的最佳人选啊 续刚圣族呢 缓缓地说道 行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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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少给我戴高帽吧 若真是能同时击杀你三大化身 此人实力就算不及我 恐怕也绝对不会相差太远的吧 请我出手的报酬必须再翻上一番 否则的话 我不会出手的 大汉呢 用粗大的手掌一摸下巴 思量了片刻之后 毫不犹豫地说道 行 但是 这个人身上所有的东西 都必须交给我才可以 虚光圣族 眼也不眨一下地 就一口答应了下来 呵呵 看来 这人族修士身上 要么有重宝 嘿嘿 要么 就是有你急需的东西 否则的话 绝对你不会答应得这么爽快的 也罢 原先的报酬呢 就不算低了 如今再翻一倍 无论什么样的重宝 我也不会愧视的 就这么说定了 我倒要看看 能将你三大化身 都击杀的这人族修士 到底有何等的神通 想来这一战 可以让我尽兴一回了 嘿 真希望这一天呢 能够早点到来 大汉 食指一握 竟然发出了一阵嘎嘣嘎嘣的爆响 同时一裂大嘴 他露出了一副雪白的牙齿 闪闪发光 这个人 竟然仿佛一下子变成了一只 要责任而事的凶兽 面对大汉这般反应 血光圣族却似乎十分的满意 当即呢 微笑着点了点头 在下就是相信凶老兄的信誉 才会不惜大代价的将凶老兄从圣界叫过来 这大军正式攻打天原城的日子不远了 你先休息一段时间 恢复一下破空过来损耗的元气 好应付这个急手的对手 哼 这点元气损耗算什么 凶某 根本不需休息什么 现在 既然你这边无事 啊 我先私下逛上一逛 看看 有什么可以解闷的事 这里是灵界 你们这些圣族 总不会吃饱了撑的 没事再限制我的出手了 这个自然 既然是一族之地 虽然不会再有任何的限制了 凶老兄 尽管随意尽兴就是了 血光圣族先是脸色微微一变 但满上的打了一个哈哈说道 大汉文言一声狂笑啊 当即 一向的站起身来大步 向门外走去 竟招呼也不打一声 离开了此地 血光双目看着大汉消失在门外 摇摇头 脸上间流露出了几分无奈的表情 他口中的这位 魔族第一摩尊 对其呢 并没有显露出足够的尊敬 言谈举止之间呢 并不太公顺的模样 当然了 这也是因为 他并不是血光圣族本体 只是一句话深的缘故 否则的话 大汉纵然说神通惊人 也不敢这般桀骜不驯吧 血光低头又思量了片刻 忽然抬头一声高 来哪 请实在统领前来见我 是 大人 门外的当即有人宫定的答应了一声 有一名侍卫飞快的传令而去 血光啊 这才不慌不忙的坐回到了主位上 开始细细思量一些事情 与此同时呢 天渊城中那巨大的虚影 终于在吸纳了足够多的灵气之后 光芒一脸收了法相 化为了一团轻蒙蒙的光球 往石塔中一闪落去 只见刺目的光芒一闪 光球就诡异的不见了踪迹 这个时候 身处 塔底身处的寒厉 却长吐了一口气 缓缓睁开了双目 脸上的满是欣喜至极的表情 这 就是合体后期境界 果然和初期 中期的感觉截然不同了 若是 能将此境界修炼到大成地步 就相当于 半只脚踏在了大成修士的门槛了 永生之路 终于真正的隐约可见了 寒厉感应着 体内法力和神念的暴增的感觉 喃喃自语着 这一次的境界 后期境界成功 足足让其法力和神识之力 激增了大半之多 而这还不是到了上限 随着继续修炼二者 还可进一步的增加 唯一有些遗憾的是 就是他肉身并没有得到太大的改善 看来修士只有在境界大成境界的时候 才可以让肉身得以重铸的传闻 应该是真的了 至于重铸的效果 那自然要看修炼功法 和每个人的潜力天赋而定了 含厉如此思量着 将心中的那一丝遗憾 飞快地收了起来 再次合上眼睛 开始呢 对当前的境界加以巩固 并顺便呢 恢复先前渡劫的时候 所损耗的大量元气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05 哎 杜劫过程当中 哈利因为在对抗心魔的过程当中啊 已经损耗了不少的法力和神念 故而呢 在后期抵挡天节的时候 不得不借助众多宝物的力量 即使如此 这后期之节的狂暴 还是远远的超乎了他的想象之外 让他不得不接连次报十几件 以前所得到的顶阶的宝物 甚至于连七十二口青竹风云剑 都在狂吹之下呢 受到了一定的损坏了 要不是两座吉山 具有一定的抵抗天雷的奇效 在最后关头意外大展神威的 抵挡住了最后几波天雷 他恐怕呀 即使能够渡过此节 也绝对会重伤不起的 而不可能像眼下这般 安然无恙的模样 不过也就是经历过此次后期度节 杭力呢 才对五吉山信心大增 心中下决心 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 将剩余的三座吉山 都炼制出来才行啊 否则的话 与这合体后期之节 似乎不可抵挡的威力看 大成和飞升天节 只会更可怕的难以置信 没有五吉山的话 他丝毫信心都没有啊 更何况要抵挡 每隔一段岁月 就会降临的大天节 更是需要这重宝的 杭力最后一丝念头 在脑中盘旋片刻过后 甘田当中的一阵暖洋洋的法力 在身躯各处一阵流转 整个人一下子放松下来 心神呢 也就彻底的沉入到了修炼当中 杭力这一入定 就足足十几天的时间呢 半个月后 塔底密室中 一阵长啸风卷云涌一般的传出 密室大门砰的一声刺行打开 清光一闪 杭力神色平静地出现在了门口处 目光左右一扫 拜认师父 恭喜韩星 修为大臣 七灵子 海纳少和冰凤等人 一直守在了附近 这一听到笑声的瞬间 就飞快地赶到了门外 见此清醒的 当即大喜 过望是纷纷上前 施礼恭贺呀 要不是有仙子相助 韩某这一次能否进其成功 还是两说的事情 道友啊 我等到大厅中再说话吧 你们两个这段时间也辛苦了 一同跟过来吧 韩力呢 冲三个人微笑地说道 冰凤等人自然没有意见 当即就跟着韩力 向石塔顶层走去 一会儿的功夫之后 韩力和冰凤就分别坐到了顶层大厅的椅子上 七灵子和海大少身为晚辈 谨慎地站在两旁 听着韩力和冰凤交谈着 这一次韩力能够进阶合体后期 他们几乎比韩力还要兴奋几分呢 有这么一位师父在的话 从今往后 人妖两族中还能有什么人敢欺负上门啊 以后恐怕就是境界比他们高上数层的修士 对他们二人呢 也要客气几分 韩兄啊 小妹自认身具天奉灵血 无论资质和天赋都绝对不弱于任何人 当年在人界更是短短的时间 就修炼到了极高的境界 但是如今一笔韩兄现在的境界 实在是不知道说什么是好的 恐怕当日你我联手通过节点一同飞升灵气的时候 道友自己绝想不到会有今日这般成就吧 韩兄进阶合体后期 再加上原先的惊人的神通 在人妖两族中 除了那两名大成其存在之外 再也没有任何存在可以令你忌惮了 甚至大半灵界都可认道友逍遥自在 真是令人羡慕之事 冰凤脸上难言喜悦的说道 韩某修炼到眼下的境界 其实多半靠了几分运气的呀 凤道友继承的真灵血脉惊人 外加修炼天资也不弱 以后只要多花费一些时间 竟记到我如今的境界也只是迟早的事情而已 又何必羡慕呢 韩丽摇摇头 神色显得非常的平静 唉希望如此吧 我最近修炼 已经感到体内的法力因应有些大圆满之意 看来离突破下一境界应该也不远了 冰凤点了点头忽然说道 那我也要恭贺仙子一声了 韩丽闻言一乐 嘴角流露出了一丝笑容 冰凤回忆微笑却没在接口说什么 齐灵子啊 我闭关的这段时间 有什么事情发生吗 韩丽回头问了一句 回离师父 最近城中各处修饰调动的比较厉害 而且到处传闻的 魔族大军似乎在近期正式攻城了 哦 还有师父上次度过天节之后 城中许多宗门势力啊 都向师父发来了贺铁 并送来了贵重的贺礼 礼物呢 都被徒儿认真记录 钱收进了库房当中了 静等师父前来点验 还有 长老会 各位长老啊 也各自送来了贺礼 金前辈提前还发来了邀请 说师父呢 一出关之后 就请了老人家一定马上到长老会一趟 有极其重要的事情相商 七灵子呢 上前一步 恭声回答 好吧 东西呢 先放那里 我有空 自然会看上一眼 至于长老会那边 多半是和魔族大军有关了 看来不得不过去一趟了 此事事不宜迟 我马上过去 哈利略一思量之后 不慌不忙的站起了身 那徒儿恭送师父 还行啊 那就早去早回吧 七灵子和冰凤等人 见哈利走得如此匆忙 不仅有些意外 但是自然的不敢阻拦分毫 哈利点了一下头 提表轻功一闪 化为道青红 在远处一个盘旋 就像大厅之外 鸡舍飞去 当杭力出现在了长老会的大殿前的时候 金月禅师和银发老者二人呢 似乎一直在此地等候着 文迅竟然马上就出来迎接 并将杭力呢 让进了大殿当中 三个人刚一落座 银发老者口中连声恭喜不已啊 并忍不住用神念一扫 杭力如今的修为情况 结果呢 他心中就是一惊啊 如今的寒历 修为竟然如同大海一般的 深不可测 老者神念竟然没有办法看出 他具体的修为境界来了 这怎么可能啊 他也是合体中期修士 虽然说不能和后期修士的法力相比 但是绝对不会 人境界修为都没有办法看到的吧 出现这种状况 自然只有两种可能了 一是对方修炼有某种神奇秘术 或拥有啊 某种意宝 可以掩饰其法力修为 让其没有办法探查 二是对方呢 法力修为远超一般意义上的 合体后期修士 法力相差太大之下 他自然也就没有办法感应清楚了 吟发老者 脸上丝毫一色未露 但是心里边各种念头一转之下 立刻就判断出 第一种情形不大可能 毕竟啊 对方若真的有掩饰修为的能力 在合体中期的时候 自然就会动用了 而其进阶合体后期 如今呢 已是人尽皆知的事情 更没有必要多此一举 而若是后者的话 吟发老者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啊 他和韩丽说话的口气 不觉又婉转了几分 金月禅师虽然也看似如常 但是心中的震惊 不比吟发老者少 虽然说他先前呢 已经尽量的高估韩丽的实力了 但是一现在一看呢 还是低估了一些 二位道友所送的贺礼 韩某都已经说到了 在下多谢了 不过 二位道友如此急促的请韩某过来 那肯定是有要紧的事 何否透露一下啊 闲聊几句之后 韩丽开门见山 这个 好吧 既然韩兴如此说的 那古某也就直说吧 这次道友能够意外的进阶 合体后期 向来实力 肯定大增了许多吧 已经可算是本城的第一修士了 在下敢问道友一句 若是对上了城外的魔族圣祖化身 能够有几成胜算的把握呀 阴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互相看了眼之后 神色一正 凝重的问道 魔族圣祖化身 这个 他不大好说呀 毕竟魔族圣祖的修为功法千差万别呀 化身神通也是大不相同 我对城外的这个圣祖化身呢 并不了解 虽然也就没有办法判断了 不过若只是和我先前见过的那种化身 韩某自问还可以应对的 韩丽文言双目以密 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面无表情的回答道 同帅城外魔族大军的圣祖化身 始终潜藏大军中可并没有露面过 具体神通修为情况 我等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从一些情报的推测来看 再强也绝强不过当初追杀你的那句化身才对呀 这两句化身都源自那位血光圣祖本体 就算神通上有些差别 在功法渊源上总是有那么一些联系的 韩兄若是应对起来 应该比面对其他圣祖化身要轻松一些的 哦 听古兄的语气 莫非说打算让韩某来做这位魔族圣祖化身的对手吗 韩伟啊 听到这并不感到什么惊讶 韩道有明见 若是普通时期 老夫是绝对不会让韩兄冒如此大风险的 一定会安排一个更稳妥的办法来除去这圣祖化身 但是这次魔族大军来势汹汹啊 那光是大军中的魔族尊者数量 就几乎是长老贵的一倍以上 老夫呢 和其他几位道友 绞尽脑汁分析了一番 自觉即使借助地利之事 也不过呢 可以免情应付而已 至于这圣祖化身 是比一般合体后期修饰还要强大几分的存在 若是其亲自出手的话 那城中 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 可以接下来 一旦被其 仪仗的神通 强行击破本城防护的薄弱之处 让魔族大军尾随冲入城中 那整个天原城也就大事于去咯 原先长老贵 打算如何对付这位圣祖化身的 不要告诉我 你们原先并没有准备任何相关的计划吧 啊 韩利沉浸了一下 忽然问道 哎呀 能有什么办法呀 虽然 我们有一些高人 可是和他们比起来 实在不行 一让人多和尽智之力 原先打算大战一旦开始 就派人啊 将其引到某个准备好的大阵中 依靠尽之力和一批特别安排的人手 困住他再说吧 不指望如此做 真能够斩杀那圣祖化身 但是缠住他一段时间 那也是好的吧 不过这个法子看似简单 实际安排起来 却极其的困难 得手的几率并不太高啊 嗯 这倒也是 这些魔族圣祖化身 一个个老奸巨华 将他们单独引诱出来 的确困难重重啊 韩列似乎想起了什么 民众的点了点头 不错 原先我和金道友 就有请道友出手 做那引诱之人的打算 但是以道友先前修为来说 风险过于大了一些 故而才一直没有开口 这现在 韩兄已经进阶合体后期 自然无需这般过于担心了 韩兄也没有必要和这位 圣祖化身硬听 只要在大战一开启之后 死死的缠住他 让其无暇冲击 本城尽致就可以了 至于魔族大经和其他魔族尊者 我们长老会 自然设法全接下来 此时关系到不久和魔族决战 以及本城的生死存亡 还望韩兄万万不要推辞啊 云发老者诚恳的说道 韩某既然当初答应了贵城 在魔节期间呢 会谨励的辅助抵挡魔族 自然不会食言的 而且只是缠住对方的话 韩某自问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这位血光圣祖化身 就交给在下了应对吧 韩列思量了一小会儿 忽然一笑 答应了下来 哎呀 多谢韩兄如此 神明大义啊 只要本城真的能够度过此劫 我等以后必有重爆啊 云发老者文言呢 大喜过望的说道 没什么 韩某只是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已 此战关系到整个人族的大势所趋 在下自会接近全力 好了 韩某刚进阶不久 还需要再多巩固巩固 就不在此多逗留了 韩列淡淡一笑 竟然起身告辞 云发老者和金月禅师有些意外 但是听了韩列之言呢 也不好再挽留 当敌双双口中称谢 将韩列亲自送到殿门外 这才重新回转坐下 我说 古兄啊 你为什么没有出言 请韩道友加入本城 这刚才 刚才可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嘛 金月禅师有些惋惜的说道 大师觉得有用啊 人们老夫心中啊 还存着一丝侥幸 但是 今日一见见接后的韩道友 才知道他绝对不可能答应 加入任何一个势力的 你觉得以韩道友现在的实力 在两族中所有的后期休息中 如何呀 云发老者呢 双母微眯了一会儿 这才反问了一句 两族的其他合体后期道友 老那倒是见过一两个 倒是没有一个人啊 能像韩道友这般 连修为都无法看清的结果 再加上他在中期境界 就曾经击杀过数名同阶存在 更和魔族圣祖化身也交过手 故而啊 可以判断 韩道友多半的已经是我等两族中 除了墨前辈和敖前辈之外的 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呀 金月禅师心中一动 思量了好久之后 这才若有所思的回答道 这就是了嘛 以韩道友如此实力 怎会加入哪一势力啊 平白受人约束 而以他现在的实力 又在我们天元城 能拿出什么好东西来吸引他呀 既然如此 老夫自然不必再做 惹韩道友不快的事情罢了 阴发老者苦笑了一声 哎 这倒也是啊 但是一想想韩道友的出身 恐怕你我也想不到 千余年前本城中的一名普通卫士 竟然会有这般惊人的成就 反在大道之路上 走到了你我的前边呀 金月禅师默然一会儿之后 这才缓缓说道 要么说有一句话叫做事实难料呢 好了好了 现在也不是你我叹息的时候 我等啊 还是赶紧的继续商讨下先前的话题吧 我还是认为 需要在城头上布置下那几件重宝 好用来压制那些低阶魔兽的 一开始疯狂的攻击 营发老者很快的从感慨当中啊 回过神来 神色一正的话题一转 哎 不行不行 那一几件重宝 那可是我等花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炼制出来的杀手锏呢 二者竟然在这大殿当中 开始了争辩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亲戚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06回 听凡人修仙传第1306回 杭丽对二人的争辩自然毫不知情 出了大殿之后 立刻往住处飞得而去 就像先前和金月禅师等人说的那样 他的后期境界 如果想真正的稳固下来 那还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的 在和魔族大战前 每多一天的修炼 就可以让其法力更巩固一分 而且进阶合体后期之后 他的凡圣真魔功呢 也接近大城了 有几种既在其上的大神通 也终于可以施展了 不过这些神通啊 若想直接用来对敌 此人也必须花费一些时间 熟悉一番才是 故而他一和银法老者二人交谈完毕 就一个也不愿耽搁地往回而去 回到了住处的韩力 招来了七灵子和冰凤等人 略加嘱咐了几句就再次进入了密室当中 韩力盘膝坐在密室中间的铺团之上 并没有马上入定打坐 而是静静地思量了好久之后 单手一翻转呢 两块乳白色的玉牌同时浮现而出 这二物都不过拇指大小 但是表面呢 荧光闪闪 隐约呢 名义有密密麻麻的银色的符文 正是韩力早年得到的 两页精确一书的外页 一块记载有数块 玄妙福禄的炼力之法 一块呢 却记载了百卖炼宝诀 此皈依秘书在旗上 其中第一页玉书虽然说残缺不全 但是 韩力凭借后来多加研究 外加一些借鉴 早已经能其中大半的符禄炼制了出来 如今呢 只剩下了一种名叫天歌符的符禄 尚未来得及炼制 此符是玉书上记载的最后一种符禄 也是唯一的一种攻击性的符禄 据上面所说呀 威能几乎大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可惜相比前面几种啊 此符的仓物要难上数倍 要不是韩力后来有些机缘 并和一些异族的福禄大师交谈了许多的经验 想要将其炼制出来 那几乎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此符的炼制之法呀 韩力许久以前就已经掌握了 但是他却无奈的发现 炼制此符呢 不但所需一些材料 不太好寻找 对炼制之人的法力 更是有惊人的要求啊 以韩力当初 合体中期的修为 竟然法力还没有办法支撑着天歌服炼制 这让他郁闷了很久啊 不过再仔细的想一想 这倒也正常的很啊 以此符呢 所描述的恐怖的威能 恐怕在真仙界 也不是一般的大陆货色 让他们这些下界之人炼制 自然是显得吃力至极呀 好在韩力将材料知识 交给了门下弟子 让他们动用了大量灵石之下 这才在这数百年间呢 陆陆续续的收集完全了 如今他已经进阶合体后期 在法力上也足以支撑此符炼制 自然说打算在闭关期间 将这天歌服炼制出来 至于另一块玉牌中 所记载的百卖炼宝诀 应该也是仙界的某种 玄妙的炼体之法 既然可将肉身的 当作宝物一般炼制 可惜此秘术 对肉身的要求太高啊 韩力当时觉得 也不过可以勉强修炼一点 并用取巧之法 将原刺集山的宝物和身躯 各部分炼化一体 从而得以神通一时大增 当取巧之法 终究不是正途之道 到了韩力现在这般境界 当初借用宝物对肉身的这点增幅 自然不再放进眼中了 而打算重新将这百卖炼宝诀石器 真正的加以修炼一番 以他现在的肉身强横的程度 修炼此法 绝对的没有任何的阻碍了 不过只等仙家秘术修建起来 所费的时间肯定长久 并不是短时间之内啊 就可以见效的 故而呢 那倒不用马上开始修炼 韩力将神念探入两块语书中 将里面所记载的内容 仔仔细细的重新看了一遍之后 心中的默默的参悟了一会儿 自觉再无任何问题之后 并将这两块一排一收 缓缓闭上了双目 他准备呢 先将身心法力调整到最佳状态之后 就开始炼制那天歌福 相信他有此福在手的话 不久之后的大战 即使有什么意外发生 也足以自保有余了 当初韩力之所以一口答应了 来对付那血光圣祖化身 做依仗的并不止此而已 以那如今的神识强大 已经可以勉强催动那些 尚未进化的士金虫群 正式对敌了 相信数千士金虫一起放出的情况之下 若是没有事先提防 就是魔族圣祖化身 也绝对是吃不消的 而他马上准备练习那些 完圣真魔功上记载的神通 每一种都是非同小可 也足可以给对手一个大大的惊喜 更何况他还有暴灵兽 以及那尚未进化而成的 士金虫王相辅 自问别说面对魔族圣祖化身了 就是在真正的圣祖本体面前 应该也是自保有余了 心中如此思量 汉里神识放松 渐渐的将一切都忘在了脑后 开始了入定 之后的时间里边 密室中先是安静异常的 过了一段时间 接着呢 里边漠然传出了滴滴的嗡鸣 偶尔啊还要几声 让整间房屋都晃动不已的巨像传出 半个月之后 漠然一声刺耳的尖鸣 从密室中爆发而出 一道金色的光柱 一闪之下 就冲出了密室顶部 直接出现在了 汉里居住石塔的正上方 这金色的光柱 灵光蒙蒙 上千丈之高啊 粗约水缸一般 顶端隐约有一件 长歌状的巨大的虚影巡幅在那里 正发出了惊人的鸣声 更神奇的是 在长歌状虚影附近 无数的荧光闪动不已 却是数以千计的银符文呢 在飞舞不定 远远的看去 显得了玄妙神秘至极 下一刻 长歌虚影 奸鸣之声一顿 漠然露出了刺目的金光 同时一股无法鸣言的恐怖波动 从中爆发而出 向四面八方 疯狂的卷了过去 波动所过之处 附近的虚空中 灵光一闪 浮现出了点点的金光 它们的只有米粒大小 但数量之多 数之不尽 并潮水一般的 向光柱狂涌而去 这些光点散发着 精纯至极的精灵气 遍布了方圆数万里的范围之中 显然是将如此广地狱中的 精灵气都一息殆尽 不光如此 附近一些正在此处打坐修炼的修士 和低空中巡逻的假士 凡是将金属性战甲 和其他兵器类宝物 佩戴在外面的 军刀呢 发现宝物一阵阵的 异样低鸣 随着里面的金灵气啊 一下子大量的向外狂血而出 同样的 化为点点金光 向同一方向 狂有而去 这些修士 见此情形呢 虽然是吓了一大跳 纷纷的各式手段 想要控制自己宝物的 异常的情形 但是无论用秘术沟通宝物 还是直接呢 用俘虏等手段 禁制宝物 但是金灵气的流失 却一发而不可收拾 根本是不可挡的模样啊 不过片刻的功夫 宝物中的金灵气 就修失了近半之多 并变得呀 光芒暗淡了起来 明显的再继续下去 这些宝物 就要硬生生的自行毁掉了 群修一下子变得魂飞魄散 但是眼睁睁的看着此景啊 却一个个束手无策 眼看着事情 正要一发而不可收的时候 光芝中的长歌虚影 忽然一颤 所散发的诡异波动 一下子戛然而止了 巨大的光芝一闪 就包裹着虚影化为金光 向下方一头而去 最终一散呢 无影无踪了 与此同时呢 那些修饰宝物中的金属性灵气啊 也顿时停止流失 重新恢复了正常 对这些修饰而言 若不是次家宝物 明显气息变得衰弱无比 刚才发生一切 就仿佛做梦一般 不少人呢 都面面相去起来 当然了 亨利居住处发生的这般惊人的天象 自然没有办法忙过附近居住修饰的耳目 自然以为是这位前辈在祭练某种异宝 需要呢 灌注大量的金灵气 才会做出先前的事情出来 他们心中骇然吃惊之下 自然不敢去找一名合体后期修饰理论 手中宝物有损的 也只能无奈的自认倒霉呗 金月禅师和长老会的其他几位长老 虽然说并没有亲眼看见这种异象 但是不久呢 也先后得到了相关的汇报 他们虽然说略感惊讶 但是并没有太当做一回事 甚至呢 没有人派人去询问行律什么 此刻城外的魔族大金的调动 越发的频繁了起来 大战前夕的气息 任何一名天渊城的修饰 都已经可以一场清晰的心知肚明了 在此种情形之下 这些高阶存在 虽然不会没事把心思花费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的 两个月后密室中 杭力浑身金光闪闪的盘坐在地上 双目紧闭 但两手呢 在胸前合在一起 隐约夹了一张金银色的符绿 在他头顶处啊 一个三头六臂的法相虚影悬浮在低空处 酷似含立三张面孔 不但清晰异常 而且分别做出了喜怒哀等三种不同的表情 六条手抬起之下 在手心中呢 还各有一个金色法器虚影啊 是若隐若现 这些法器或锤或炸或剪 每一件都金光茫茫 明实宛若实物一般 表面更是布满了银色的精致的符纹 此刻这些法器 有的发出了风雷之声 有的则是滴滴的嗡名不已 还有的光芒 杖缩不定 明显的不但蕴含 微能可怕至极 还神通各自大不相同的样子 汉吏忽然神色一动 手中金光一闪之下 那张金银色的符绿 一下子无声的消失了 并睁开了原本壁上的双目 几乎同一时间 三头六臂法相一动 也直接没入身躯中 不见了踪迹 一行红光一闪 从密室外积世而进 并一个盘旋落到了汉吏手中 汉吏双目一瞇 盯着那红光片刻 忽然呢将神念 往密室外移放而开 庞大的神念瞬间 从整座石塔各层一轮过 最后呢停在了最顶层的大厅内 既然他亲自过来了 看来魔族已经开始攻城了 否则不会轻易地打扰我闭关的 汉吏若有所思的喃喃几句 神色也一下子变得凝重起来 他手掌一拍 红光顿时一散 略微思量片刻 并未在密室中多个耽搁 一下子从铺团上站了起来 身形一晃 就直接化为了一道清光 从密室中飞转而出 石塔顶层的大厅中啊 一名银袍女子正在焦急的等待着 齐灵子和海大少以及冰凤三个人呢 在一旁恭敬作陪 女子正是呢和杭力交情不错的 荧光仙子 此刻只见他戴眉紧皱啊 时不时的呢朝店门处看着 前辈放心 晚辈已经给家师发起了传信服 师父他老人家不久就会过来和前辈相见的 齐灵子连忙说道 哎呀这样最好了 魔族大精已经开始离开要塞住处 向我们天渊城逼近了 大战随时都可能冒发的 韩兄还是早过去一些比较好 一会儿你们也随韩兄一起过去吧 将来等到你们出手的时候 大战应该也已经到了后期 你们保命的机会会比一般的修士多上一些的 荧光仙子点了点头说道 多谢前辈 海大少和齐灵子自然大喜过望 冰凤文言呢 脸上也是多出了一丝感激之色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大厅中清光一闪 一到人眼就丝毫征兆没有的浮现而出 林道友 魔族大军开始进攻了吧 不会还是骚扰性质的吧 韩丽一现身而出啊 神色平静的冲荧光仙子就问道 韩兄 你出关了 魔族的确马上就要开始攻城了 这一次呀 可绝对不是以前的骚扰之战 所有的魔族和魔兽全都出动了 甚至于连那位血光圣祖的化身 似乎也出现在了魔族大军当中 韩兄进阶后期后 修为竟然增长到如此地步 连妾身都没有办法看出境界了 荧光仙子一见韩丽 脸上流露出了喜色 但神殿一扫过去之后呢 又有一些骇然了 嗨 这点增加算得了什么呀 既然魔族来得如此的迅疾 我都马上就和古兄他们会合吧 你们也一同跟过去 韩丽微微一笑 并回头从弟子吩咐了一声 七灵子等人呢 自然攻身答应 荧光仙子听到此言 也一下子从无法看出 韩丽修为的吃惊中呢 清醒了过来 连连的点头称事 当即一行人呢 立刻就离开了石塔 直问魔族大军的主攻方向 飞顿而去 没过多久 韩丽等人呢 就远远的看到了天渊城 高若山峰的巨大的城墙 并有一座呢 仿佛岛屿般的巨大的宫殿 悬浮在城墙的高空之中 行列的人顿光方向一变 就缓缓落到了宫殿前的一座 巨大的平台之上了 在那里啊 正有数千地的高阶的修饰聚集着 不过在平台中心处 却另有一座百余让高的巨塔呀 那塔顶处 隐约有几个人站在那里 仔细一望 正是银发老者 新月禅师 等几名长老会的成员 韩丽自然不可能和普通的修士 聚集在一起啊 充其灵子 兵方等人吩咐了几句 让他们留在后面 就和荧光仙子呢 飞向了高塔 这一飞过来 银发老者看见韩丽了 当即大喜过望啊 冲着城外的魔族大军一指 哎呀 韩道友啊 哎呀 你可来了呀 你快过来看看 你看看 那个人啊 应该就是这次 统帅魔族攻城的 谢光圣祖的化身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 谢谢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一 韩丽见此情形 心中一愣 一言不发的 随着他所指的方向 望了过去 目中蓝芒 闪动之下 数十里外的魔族大军情形 都清晰至极的 没入双眼之中 只见一片呢 密密麻麻的魔族 战舟当中 一座三角形 巨大建筑的顶端 有一群呢 身穿血红战甲的 高阶魔族 站在那里 显得是 颇为的惹眼 他们隐约 簇拥着一辆 由树头魔兽 拉着的巨大的兽车 拉车的魔兽 生有五颗 狮子般的头颅 庞大的身躯呢 披着一层 深蓝色的林甲 后面 拖着一条 长长的 歇钩一般的尾巴 而兽车本身呢 精致异常 并在车中 树立着一杆 漆黑如墨的番旗 表面写着几个 陡大的魔纹 一个个赤红似血 隐隐的有晶莹血盲 在上面流转不定 在番旗下面 一团团的魔器翻滚 一名身穿血红战袍的少年 动也不动的 站在那里 附近呢 还有七八名魔尊 恭敬的站在两侧 少年面容 赫然和以前追杀他的 三名血光圣祖化身 是一般无二 韩丽看到这里 目光一寒 不仅有一丝杀机 奉射而出 血侯少年啊 却立刻感应到了什么 略一回头 目光一下子 和韩丽灵目 遥遥对在了一起 瞳孔中 略一转动 瞬间变得漆黑如墨 并立刻玄武般的 传递过来了一股 冰寒刺骨的强大的犀利 仿佛呢 要将韩丽目光 一下子 强行扯进去一般 韩丽心中一领 强大的神念一动之下 立刻呢 将目光强行断开 这一次 这一次远处魔族大军中的血袍少年 脸色微微一变 怎么 血光导游可发现了什么 一个大大咧咧的声音 猛然从寿车的另一端传来 声音的主人呢 是一名披着兽皮围裙 赤裸着古铜色半身的大汉 正是那位被血光圣祖 称为圣祖之下 第一魔尊的凶性大汉 此刻他双臂 环抱的靠在 寿车一侧的栏杆之上 一副呢 懒洋洋的模样 没什么 是一名人族修士 在偷窥我等 被我惊退了 但似乎不是一般之人啊 竟然轻易的摆脱了 我的黑光魔眼 少年瞟了大汉一眼 缓缓地说道 哦 能从你的摸眼中全身而退 这应该不是一般的修士吧 莫非就是你打算 让我对付的目标 还是那名刚紧接后期的家伙啊 大汉文言精神一认 这个 这个可不太好说呀 但无论是哪一个 都应该是个难缠之人 凶道友一旦对上 还要多加小心啊 血袍少年微微皱着眉头 点醒着说道 哈哈哈哈 你尽管放心吧 凶某还怕这个对手的神通不够 无法进行一战呢 大汉文言却是哈哈一阵狂笑啊 血袍少年苦笑了一声 也不好再说什么 同一时经 天原城方面 杭里双目紧闭 好一会儿才将头颅中那一丝眩晕质感 去除干净 心中有些吃惊的睁开了双目 韩道友 你没事吧 这刚才莫非是 鹰发老者目睹 韩利的异样 不禁有些担心了起来 没事 刚才只不过对方啊 用秘书偷袭了一下 但是已经无碍了 韩利摇了摇头 轻描淡写的说道 没事就好 韩兄已经确认 那个人的确是那 血光圣祖的化身了吗 荧光老者文言呢 有些诧异 但是马上问出了 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嗯 应该是八九不离十吧 那个人和我先前见过的 血光圣祖的化身 容颜气息都是一般无二 应该不会错的 韩利摸了摸下巴肯定的说道 好 使这魔头就好 既然这位血光圣祖 亲自出现在了魔族大神当中 看来是先存一战 定胜负的打算了 一会儿啊 这位圣祖化身 就要交给韩道友应付了 道友也无需急于求胜 只要能够缠住他 也就算是为此战 立了大功了呀 二位道友 请尽管放心 只要没有其他魔族插手打扰 这位魔头化身 绝对不会出现在其他道友面前的 韩利微微一笑 十分镇定的说道 好啊 那得有劳道友了 其他魔族尊者 我等都会尽量的拦下的 不会让他们干扰韩凶的 吟发老者大喜过貌 韩利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什么 其他几名或多或少 见过几面的长老会的长老 在这个时候呢 纷纷上前和韩利打着招呼 他们面对此刻的韩利 或多或少的呀 都比以前客气了许多 既然后期的名头 让这些合体长老 都对韩利有了一些敬畏之意 再也不敢像以前那般肆意了 韩利和这些长老会的成员呢 并没有太多的身交 只是淡淡的应酬了几句 也就不再多说 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魔族大军中 呼啰啰啰的炮声响起 隐约无数战古其名啊 接着一团团魔器所患的魔海中 冲出了异形群的猙獰的魔兽 这些魔兽数以百万计 种类之多更是让人应接不暇 其中既有牛头人身的凶兽 也有四七六族的人面怪琴 更有着高百丈的巨大的石魔 魔兽超水一般的一远而出之后 从魔群中又默然飞出了上百团的黑光 每一团黑光赫然都有一名半兽半人的化形魔兽 在这些开启了灵智的同类的催促之下 原本有些混乱的兽群竟然瞬间变得整整齐齐的 除了滴滴的售后之外 竟再也没有其他的噪声发出了 而除了这些普通的魔兽之外 更有上千头小山般超级魔兽混在了魔群当中 显得呢是惹眼异常 魔兽大军一眼望去无穷无尽呢 并持续的从魔海中不断涌出 仿佛永不断绝一般 短短的时间之内 就上千万的魔兽 出现在了天渊城长老会各大长老的眼中了 大半长老会成员呢 脸色都一下子变得有些难看了起来 这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魔兽啊 不是说顶多只有五六百万只吗 古老的脸色微白 根据原先的情报判断 魔兽的确只有几百万只左右 后面多出的魔兽 应该是这只魔族大军先进增援的力量啊 今月谈时啊倒是显得颇为的镇定 低声的念了一句佛号之后 解释了两句 增援魔兽如此之多 这一仗恐怕不好应对了呀 另外一名妖族的黑毛男子啊 脸色阴沉的喃喃说道 主位道友不必惊慌 低阶魔兽 毕竟是低阶存在嘛 就算数量一下子增加进半 也不会让整个战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老夫当初为了以防外溢 将此种情形也考虑尽了其中 早已准备好了应对的手段呢 阴发老者缓缓说道 哦 原来顾兄另有所安排 如此的话 我等就放心了 其他合体张望文言啊 神色一下子放松了一些 阴发老者微微一笑 单手一翻转 手中就多出了一个白萌萌的震盘 张口冲此物低声说了几句 天刻的功夫过后 前方城墙上 漠然一阵惊人波动传出 数座巨型法阵先后浮现而出 在法阵的中心处 赫然的 巡浮着一座座白如玉的祭坛啊 而这些祭坛之上 则各自供奉着数件看似普通的器物 一件深蓝色的薄鱼 一只漆黑如墨的葫芦 还有一口淡银色的长剑 以及一面白萌萌的 屏风状的东西 啊 天 天和四宝 古兄啊 你将这几件宝 我终于练制出来了 但是用在这里 不是有些杀鸡用牛刀了吗 一鸣合体要修 一看清楚城头上的几样器物 脸上的满是惊喜交加的 复杂的表情 这几件宝固然是威能其大 但最主要的还是攻击范围广大 最适合大规模的杀伤了 否则这些宝一旦用在后期 虽能说受到奇小之用 但是实际发挥余地 可需要大打折扣了 关于这一点 老夫和金月大师也是商量过的 最终决定 还是拿出来对付这些低阶的魔兽 一来呢 可以尽量的灭杀大量的魔兽 二来可以提升众人士气 否则一旦开始就有大量人缘损伤的话 对我等士气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啊 将来魔族一方 一开始就将所有的魔兽都派了出来 也是存着这种心思的呀 阴发老者淡淡地解释了几句 其余的合体长老文言呢 按觉老者所言是大有道理 也就点了点头 不再追问什么了 这些魔兽数量虽多 但是最麻烦的还是那些魔族的精锐 他们似乎也一起出动了 韩丽忽然说道 众修为人一经啊 急忙朝远处望去 这边远处魔群后方啊 赫然多出了一对对的提甲魔人 这些魔族啊 或骑着各种魔兽 或幻化成一股股的黑风 一个个面目猙獰 手持冰刃 浑身散发着 嗜血的凶残的气息 无声无息的跟在了兽群的后面 要不是韩丽提醒啊 一些合体长老还真的没有注意到他们出动 战鼓声中 一声声剧钟般的巨响啊 木人之间从魔海之中爆发了出来 一艘艘漆黑如墨的巨舟 三脚状的魔族飞塔等旁人大物 也从魔器中缓缓飞出 附近挫拥着密密麻麻的 魔族战车数量之多 根本是数不胜数啊 怎么会这样 这魔族圣祖 莫非是个疯子 一开始竟然就打算将所有的力量全压上来 难道说 他就不打算再留什么后手了吗 一看清楚 远处魔族大军的举动之后 所有的人呢 都不禁是目瞪口呆呢 阴发老者呢 也神色大变 韩丽这个时候 面容阴沉的沉吟了起来 到了此时 不管魔族有何打算 我等也只有权接下来 顾兄啊 我等不能被对方乱了方寸 还是一切按照原先的计划来应对吧 几位道友 你们也准备一下吧 说不得今天这一战 就关系到我们天渊城的生死存亡了 金月禅师呢 却肃然的一身沟壑 这个自然 我等此战一定接近全力 不敢说与天渊城共存亡 但只要有一丝取向的机会 就绝对不会放弃的 那名黑妖啊 文言之后 也哼了一声说道 其他在场的两族长老君是连连点头 脸上的表情都凝重万分呢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 满意的点了点头 回头冲含力滴滴的传音了几句 含力听了之后 思量了一下 也就微微的点了一下头 银发老者当即大喜过望 一拍手掌 立刻呢 从石塔下方飞来了一名 身披金色战甲的卫士 东光一脸 出现在众人前后 冲老者 攻身身尸一礼 你立刻给韩道友带路 就按照原先安排的一切去办 不得有私合的差错 老者威严的一声吩咐 遵命 韩前辈 请跟晚辈过来一下 那名卫士答应了一声 冲韩力恭恭敬敬的说道 韩力并没有答话 但是体表金光一闪 化为力道金红 向下飞射而去 金甲卫士 急忙跟着飞射而下 并在片刻之后 略微超前一些的 带着韩力往前而去 他们飞离了宫殿 来到了下方 离城前不远的一座 戒备森严的阁楼当中 在阁楼一层大厅当中啊 有三十六名高矮不一的男修 围着一座 明映在地上的巨型法阵 盘膝打坐 这些男子身穿统一的青色剑服 年龄呢 都在三四十岁的样子 但是肌肤隐隐向外 渗透着丝丝的碧绿 一看呢 就是修炼某种相同的 诡异的功法 才会显露这般征兆的 不过啊 这些男子修为 并不算多高 都只是化神奇境界而已 昂露神念往他们身上一探之后 眉头下意识地移动 他们的气息啊 是非常的不稳 明显眼下的境界呢 并非苦修得来 而是动用了某种手段 强行提升得到的 拜见前辈 一定要昂露和那名练习妻 军卫走了进来 这些修士啊 纷纷起身 伤前见礼 脸色呢 都是颇为清冷 这位是韩前辈 是你们这一次大战 所辅之人 此后一切行动 都一定要配合韩前辈才行 来 你们过来拜见一下 那名精卫 肃然地说道 晴云三十六位 拜见韩前辈 青袍男子啊 似乎早就知道一些消息 文言呢 并没有感到什么意外 好了 你们起来吧 听说你们联手 布下的一种大阵 即使魔族尊者被困其中 也一时半刻无法击破 此时可是真的呀 杭力扫了一遍这些难修之后 缓缓地问道 回禀前辈 我等从踏入修炼之道起 就是为了同意法阵 而一直苦修至今的 不敢说三十六人如一 但是联手之下 在此法阵操控上 绝对炉火纯青 发也没有任何破绽露出来的 这清晨流光大阵 是上古秘阵之一 在杀伤力上 虽并不出色 但是困底上 却是玄妙异常啊 对付一般的魔族尊者 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为首的一名金袍修士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嗯 很好 如此的话 我也就放心了 一会儿行动的时候 你们听我的命令就是了 杭力点了点头 流露出了一丝满意之色 三十六名修士啊 自然答应一声 下面的时间 杭力也不再去任何的地方 直接在巨大法阵中心处 盘坐而下 面无表情地静静地 等候着什么 而那名带路的军卫呢 则悄然地退出了厅外 正间阁楼啊 虽然说被一层禁制给遮蔽着 但是不久之后 仍能隐约地听到海啸般的售吼 默然爆发传来啊 接着是轰鸣之声大作 无数波动就从天原城周边传出 阁楼被波及之下 地面甚至地震一般的 微微地晃动了起来 明显魔兽大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而城楼上的两族的守卫 也开始了拼命的反击 大战之墓在这个时候 已经拉开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08回 三十六名 轻袍难修 一个个闭目不动一下 对一切呢 视若无睹 韩利这次情形 目光一转之下 庞大的神念瞬间洞穿进制而出 将外面的情形大多收进了眼中 以韩利现在神念之强 若是没有干扰 凭空笼罩万语里范围 那都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现在呢 天渊城各种法阵禁止全开 战场上各种紊乱波动漫天飞舞 让其所感应的范围的大受限制 只能探知数百里的地域而已 但是如此大的面积 一定够他掌握大战爆发的大概的情况 在韩利感应之下 发现不但魔兽大军潮水般的往城头滚滚冲击不止 那些化形器的高阶的魔兽 也施展了各种神通 冲在了第一线 这些高阶魔兽修为最低的 也有练虚期的修为 有几头呢 甚至都有合体初期的境界 有他们居中加以指挥之下 普通魔兽的损失大大减少了许多 而那些超级魔兽 借助低阶魔兽的掩护 也一下子变得狡猾异常 竟懂得四五只凑在一起 互相加以掩护的轮流发起了攻击 如此一来呀 天渊城方面对他们造成的损伤 微乎其微了 在那一望无际的城头之上 密密麻麻的灵光 如同暴雨一般的倾斜而下 更时不时的呢 有一座座法阵 闪动刺目光芒的在城头上亮起 一个个大型法术 随之腾空而起 我魔兽中最密集的地方狂杂而下 天渊城上的反击力度 比起先前魔族骚扰试探的时候 明显的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啊 只不过是魔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并且不少都是皮糙肉厚的类型 即使一连的挨了树机 已经是遍体鳞伤了 仍然顽强至极的 向城墙外的进制 撞击不已 城墙下方 片刻就铺满了一层厚厚的魔兽残躯 仍颇有一些杀不胜杀的样子 眼看越来越多的魔兽 都冲到了禁制附近 天渊城的防护光幕 终于渐渐不知的狂闪不定了起来 但是 无论在魔族大军中 售车上的血袍少年 还是在城中 非殿上观战的 银发老者等人 这军都呢 对此没有表露出太多的表情 只是当一些城头光幕 发出清脆响声之后 随之浮现了一道道裂缝 阴发老者这才脸色一沉 猛然对手中的阵盘 发出了一声冰冷的命令 开启法阵 不惜一切临时的启动天和四宝 阵盘那边 早就待命已久的几名传信的修士 毫不迟疑的发出了相同的命令 顿时啊 那些白玉祭坛上人眼一晃 各有一名高阶修士出现在了法阵之中 抬手数到法觉之后 所有的祭坛呢 开始嗡鸣了起来 同时呢 这几名修士口中念念有词 同时用手指冲 祭坛上的宝物凝重的 一点而出 下一刻呀 葫芦 屏风 飞剑 波鱼等四剑宝物 一声清鸣的激发而出 紧接着法阵中 漠然五色光瑕 闪动不已啊 一股晶云至极的灵力 从中是一动而出 又潮水一般的向四剑宝物 狂涌而去 四剑宝物体表 晶莹灵光 是一阵流转不定 顿时徐徐的往高空一飞而起 并在体积仗缩不定当中 先后大展神威起来 只见那蓝色的波鱼和漆黑的葫芦 在空中滴溜溜一转之后 漠然一个倒转而下 分别从口中的 喷出了一片蓝蒙蒙的 金沙和一股黑幽幽的怪水 蓝色金沙 往下方一洒而开之后 每一粒一模糊 物竟一化百一百化万呢 转眼之间化为了一片 无法望到尽头的蓝色的沙云 气势汹汹的一落之后 顿时数以万计的魔兽 均被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啊 沙云中 无数金沙略滚动流转之下 这些魔兽只觉得浑身呢 如同无数利刃切身 瞬间就被沙云磨成了肉糜 连魂魄都未能逃出分好啊 再无一丝存在世间的可能了 至于从葫芦中喷出的黑色的怪水 在喷出的一瞬间就一下子化为了泼天的瀑布 滚滚黑水往兽群一冲而去之后 所过之处 上千魔兽纷纷一声惨叫 肉化骨容啊 转眼之间竟凭空化为了书游 这黑水竟然是奇毒无比 普通的魔兽呢 竟然根本没有办法在其中生存片刻 另一边 那口银色的飞剑狂战不断 片刻之间竟然化为了千余战高的擒天巨刃 然后是一声轰鸣啊 又以模糊的分解而开 数千口之多的银色剑影 一下子就出现在了魔兽上空 一声刺耳的奸鸣过后 就化为了一片片银色剑衫 在兽群中大肆杀戮了起来 银色剑影所化巨浪所过之处 所得魔兽呢 纷纷豆腐一般的一展竖角 根本就无可抵抗了 一股血雨腥风 一下子充斥了这小半的兽群了 至于那面白茫茫的屏风 倒是显得平淡无比 只是化为了树木大小之后 往兽群中的无声无息的一压而去 诡异的是啊 当屏风再起腾空飞起之后 原先被瓷宝白茫茫 笼罩在的兽影之下 却不见了踪影 一副生死不追的样子 平风只是在兽群中 横冲直撞的连闪了几下 就有数千魔兽呢 被白光一卷无影无踪了 吓得附近的魔兽啊 纷纷是落荒而逃 不敢靠前 这天都四宝一出现 才一小花的功夫 就数十万魔兽 被硬生生的灭杀一空了 微能之道 简直让人是瞠目结舌呀 但是这些宝物的出现 也让魔族高层呢 无法再待住了 当你数生凄理的长效之后 一团黑云 嗚嗚一声 一股黄色的怪风 以及两道血红异产机似的 从魔兽后方是屯空飞起 直奔四见宝物肆虐之处 杭力看到这儿 脸色一动之下 就将神殿呢收了回来 下面的一切 根本无需他再消耗神殿看下去了 那天和四宝固然说 犀利无比 但是肯定会被魔族一方 设法克制住了 下面比拼的 就是双方真正的实力了 一开始啊 双方高层 肯定不会立刻交手的 多半呢 要等到那些魔兽和一天成 中的一方彻底消失和回去 才会出现真正的高阶大战 在此之间 他只要养精蓄烈 等候下去就可以了 到时候 一旦对上那血光圣祖的化身 一定不会让他 活着离开此地的 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 大厅的轻微晃动 始终未曾停止 显然那战斗 一直激烈异常 偶尔那还有几声 惊天动地的巨响 直接洞窗外面的静置 在大厅当中回荡不已 但无论行列 还是那些轻袍卫士 却一个个儿的垂首低目 不为之所动分毫啊 足足三个时辰过去了 大厅的震动 终于戛然而止 但是一股股 让人惊悚的波动 却在爆裂声中 席卷而来 这些波动 不是普通修士 和低阶魔兽 所能发出来的 双方高阶存在 已经出手了 而从波动爆发的 密集的程度 和几乎想变 整个战场出的 爆裂声来看 魔族啊 似乎仍然一下子 将精锐力量 全部压了上来 否则的话 大战不会进行的 如此的激烈的 航力心中 默默思量 人却在法阵中 面无表情的不动一下 突然之间 一声刺耳的监鸣啊 撕裂了外面的禁制 直接传进了大厅之中 竟然寒力的双耳呢 都隐隐的 有些刺痛起来 不好 寒力心中 暗叫了一声啊 不将思索的 猛然袖子一抖 一股灰蒙蒙的霞光 一卷而出 化为了一层光幕 将整间大厅 笼罩其下 然后穿目一闪 朝那三十六名 青桃南修望去 直见这些修士 一个个双手抱头 发出了痛苦呻吟之声啊 双耳呢 更是隐隐的 有些血痕流出 寒力眉头一皱 鼻中忽然发出一声冷哼 哼声看似冰寒刺骨 但是 一入这些修士耳中 却犹如啊 甘露极深 痛苦之色 立刻去了大半 纷纷重新盘坐呀 调息起来 足足一顿饭的功夫之后 这些修士呢 才将身体的不适 尽数的压下 脸色恢复了大半 多谢前辈出手相求 为者的修士 面向感激的 冲着寒力 是身失一礼啊 没什么 因为我在此 自然不会让你们 有何伤害的 不过 秦冰教生就这般威能 看来应该是 魔族尊者也出手了 你们留在此地的时间 不会太久 抓紧恢复一下元气吧 杭力淡淡地说了一句 是 晚辈等人一定尽快地 调整好元气 绝对不会拖前辈的后腿的 那名男修心中一领 答应一声之后 急忙再次闭目运功起来 杭力则若有所思地 想了一下 神剑一动 就再次洞穿进去 向外面一探而去 此刻的城头附近 早已经不见天和四宝的踪影了 至于那原本 受益千万计的魔兽大精 赫然时程中空了九成 剩下的魔兽 大多是中高阶以上的存在 一个个更是遍体鳞伤 至于那些超级魔兽 不知道被人妖两族 动用了何种宝物 给灭杀了近乎一半 只有七八头模样 还存活在战场之上 也一个个气息衰弱至极 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在天渊城高大的城墙之下 取而代之的 却是密密麻麻的 魔族披甲大针 也足有七八百万 但是诡异的是 除了原鹰以上的魔族 可以腾空飞行之外 其他的魔族呢 只能在地上撒足狂奔而已 天渊城中 冒出戒备森严的密地当中 上千座小型法阵 组成了一个万亩大的超级大阵 正被激发而起 层中散发的一股无形的禁制 就像天渊城啊 以及福建的大片的区域 都包裹了进去 这和天然是一个 超巨型的净空禁制 但是和普通净空禁制不同的是 此禁制啊 似乎只对魔族一方有效 人族方面 无论修为高低 仍然可以飞天遁地的样子 不过魔族 无论人数还是实力 都远在守城历史和一般修士之上 虽然在此不利的情形之上 仍然潮水一般的攻上了城头 并混战成了一片呢 天渊城 那原本玄妙万分的防虎光木 早已经是无影无踪了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魔族一方 强行击碎破开 但是 真正关系到大战胜负的 却不是这些普通魔族和守城的一般修士 而是在城头上方 一团团激烈异常的高阶存在的大战上 一情形化神以上的存在 正组成了十几数十等大小不同的战团 在空中到处争斗不休 滚滚魔云 呼啸光霞 刺目的剑光能神通不时撞击在一起 画为漫天光雨啊 在天空各处闪现不已 轰隆隆的爆裂之声更是一刻都没有停泄 其中数个战团呢 最是引人注目 一个战团中 一股黑蒙蒙的魔云和一片深蓝色的液体相互交织 并且飞快的转动不停啊 形成了一个白羽木大的巨大的漩涡 而漩涡里面雷鸣之声不已 一道浑身蓝色闪电的人影 和一个浑身漆黑如墨的人影啊 正在争斗不休 离漩涡不远处 则是一大片灰色光幕 遮蔽了千余战广的天空 在光幕中 隐约有一高大的魔影 张口喷出了一股股的狂风 化为了无数杖矩长风刃 朝对面是席紧而去 对面却有一名老者 双手各持一柄巨大的雨扇 狂山而出 同时呢 飞出了红蓝两种光霞 迎着对面是飓风撞击而去 分别化为了滚滚的水火之力 竟然丝毫没有处在下风 最后一个战团 一名黑袍男子单手高举 一只赤红色的小骨 那只手掌呢 对准其砰砰的敲响不停 一股股淡红色的音波 一圈圈的一散而开 和其对峙的 却是一个生有美女头颅的巨大的魔琴 此其那通体毕律 背声四次 张口呢 发出了刺耳的坚明之声 竟然和淡红色音波 相持不向 丝毫不落下风 而在二者附近树立之内 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一名 人魔妖三族存在 显然二者的音波攻击的范围太广 根本无人敢靠近 生怕城门失火 殃及持鱼啊 先前传进 杭力所在阁楼的坚明 则是那魔琴发出的一丝音波 无意失控导致的 杭力心中有些惊讶 扫了一圈 没有发现那名谢光圣祖出手的痕迹 也就立刻呢 使那一脸的重新收了回来 他的任务啊 只是对付那名谢光圣祖化身 既然说天渊城方面没有落在下风 现在自然呢 没有出手的必要了 外面的大战 随着魔族尊者和人妖两族长老先后出手 激烈的程度 渐渐的升级了起来 魔族尊者数量明显的要超过天渊城 合体存在一大截啊 故而 当再有七八名魔尊呢 从魔器中一冲而出 人族方面出现硬敌的并非合体皆修士 而是一对对 身穿五色斑斓服饰的古怪修士 这些修士身上气息不弱 都是炼虚等皆存在 这些魔尊见此情形啊 一声宁笑 就打算施展神通 将这些看似不看一击的修士 全都击杀了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部分修士忽然从怀中掏出了部分丹药 生吞进了口中 紧接着身躯的狂胀巨大 或浑身生出了毛发或口中疗牙壁落 竟纷纷的半腰化起来 机械明显的比刚才暴涨了一大截 他们服用的丹药 竟是激发潜力的一种灵药 而另外的一部分修士啊 虽然说并没有变身 但是呢 却纷纷的抬手 放出了一只只漆黑的圆环 下一刻 阴风阵阵 一批批身材高大的指甲傀儡 漠然之间的鬼魅般的浮血而出 双方的战斗到了这一刻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心传第1309回 这些傀儡面孔苍白无血 两眼蔽绿一长啊 赤手空拳之下 食指乌灰尖利 竟然是少见至极的 狮类傀儡 这些狮类傀儡刚一出现 就立刻两眼绿光闪动的 直户那几名魔踪而去 数百只一起动之下 竟然刮起了一阵阵的 阴风明显神通不小的样子 那几名魔尊一声冷笑啊 举手投足之间 或画画出一只只巨大的魔掌 将这些魔兽啊 从空中一拍而下 或张口地喷出一道道黑光 将傀儡拦腰一展两截 如催枯拉朽一般 转眼之间 这些傀儡就溃不成军了 这些魔尊一阵狂笑 叫一口气将所有人都斩杀一空 但是下一刻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身躯啊 被一拍变形的狮傀儡啊 提表了一阵黑气翻滚过后 就纷纷地恢复如常了 即使那些被一展数捷的傀儡 躯体呢 往黑体中的预计之下 就也弥合如初了 然后这些狮傀儡一脸凶器的 仍然冲向了那些魔尊 啊 不灭之声 不对 其中另有一些名堂 一名魔尊有些吃惊的脱口出声 同一时间呢 天渊城的一座石塔当中 数百名一身黑袍的修士 灭无表情的盘坐在地上 身前呢 分别悬浮着一个个黑乎乎的 半曲长的木偶 这些木偶啊 身躯表面 遍布灰白色的符纹 并有淡淡的黑气缭绕不已 被这些修士 两手不停掐掘催动之下 竟诡异的扭曲不已 仿佛是活物一般 这个时候 在那些魔尊 被施傀儡的不死之身 弄得发愣的瞬间 另外一梯修士 却猛然一跺脚啊 身下忽然出现了一支支 持许大的巨型的阵盘 光芒一闪 竟同时在原处 消失不见了 马上那些魔尊附近 光芒连闪不已啊 这些修士 身影就瞬移的浮现而出 但是手中呢 却纷纷多出了一面面 闪动的五色光瑕翻旗 并拼命的挥动不已 轰的一声聚响啊 一层层五色的云雾 从翻旗中狂涌而出 一下子就将这些魔尊 淹没见了其中 云雾中一个个银色符文 翻滚不已 并忽大忽小的闪动不像 显得神秘异常 惊怒至极的怒吼之声 立刻就从云雾中爆发而出 一股股狂暴气息 反复飓风般的 在云雾中横冲直撞 但是 一团团五色云雾 仗缩不定之下 却没有一名魔尊的 从中是一冲而出 不过也就正因为如此 云雾中的气息 越发的狂暴了 一阵阵轰隆的巨响 随之从中滚滚传来 但是 这个时候 那些已经半妖化的妖羞 却在为首一言的跌后之下 纷纷掏出了一张张 金银色符禄 往身上一贴 身躯 竟立刻一个个模糊不清起来 接着化为了一团团妖风 是冲进了云雾之中 顿时 云雾中的轰鸣声 一下子比先前还巨大了几分 那些优秀的气息 也瞬间和那些 魔尊气息交织到了一起 互不相让 竟没有落在下风 数百名修士 在法阵师傀儡的辅助之下 经一时之间 将这七八名魔尊 死死的困在了原处 不光如此 天原城中 一阵光霞闪动过后 竟然有百余座 数丈高的石塔 是拔地而起 一阵阵巨响直奔着魔族大军 一方飞了过去 魔族方面呢 那些悬浮在后方的巨大的站中 和三角魔塔 虽然毫不客气的一迎而去 并在一阵风鸣过后 遥遥地放出了无数黑色的光柱 狂射出去 人族飞塔表面呢 一阵五色光辖流转 竟然硬生生地将光柱 尽数地躺了下来 并稍一接近魔族的时候 塔中各层门户同时大开 无数傀儡巧事 和各种各样的灵兽 从中一涌而出 仿佛蝗虫一般地涌向了魔族 魔族巨舟和三角巨塔中 显然也有大量的留守的魔族 阵政怪名过后 同样一群群的魔族贾世和魔群呢 从中黑压压的飞出 一时之间的黑气扑天盖地 虚空又爆发出了另一阵血雨腥风 韩丽已经将神殿收回了 对这一切啊 自然也就不再知道了 只是在法阵中心处静静等候着 他很清楚 大战前已经到了如此地步 随时都可能需要出动他们了 果然这一次的等候并没有太长久 不过半个时辰左右 身下的巨型法阵 默然嗡嗡大响 每一名男修身下呢 都出现了白茫茫的光霞 将身形尽数淹没进了其中 这些男修呢先是一惊 但是随后纷纷地从怀里边 各自掏出了一件三角玉牌出来 并急忙催动了起来 五颜六色的灵光从这些玉牌中浮现而出 并幻化成了一个个淡紫色的符纹 围着众修啊是盘旋飞舞 杭力见此情形的心中一动 但是还没有等他细想什么 法阵中白光一下子狂涨数倍 并发出了一声长长的清明 杭力只觉眼前一花 人就瞬间的被法阵之力传送而走了 片刻的功夫过后 当法阵中清明戛然而止 白光也一脸消失之后 三十六名男修和杭力 均踪影接舞 同一时间呢 在天原城战场的某处高空中 一座巨型光阵 凭空浮现而出 接着灵光一闪 三十六名男修和杭力闪现而出了 那些男修出现的位置 似乎经过了精心的安排 看似东一堆西块的稀稀拉拉 但是石地上 隐约组成了一个玄妙至极的阵型 正好呢 将杭力还有另外四个人 一同围在了其中 而杭力在闪现而出的瞬间 体表黑气一阵翻滚 一点黑幽幽战甲 就诡异的穿在了身躯之上 同时呢 点点青芒一闪 七十二口青色小剑 也从体内无声的一帽而出 并化为了一朵青色剑帘 在身下运转不动 这个时候 他才凝重的 抬头朝其他四名存在 一扫而去 其中两个人呢 正是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只不过二者纵然被树剑保护在其中 但是啊 一个脸色苍白异常 一个身上血迹斑斑 竟然似乎啊 吃了不小亏的样子 特别是那银发老者 不但胸前一斤啊 尽数的破碎裂开 肩膀一层赫然还缺少了一条手臂 而站在二者对面的 则是一名血袍少年 和一名围着 瘦皮围裙 赤裸骨铜色半身的大汉 大汉一手提着一件 闪动碧绿火焰的狼牙棒 一手抓着一条血淋淋的断臂 满脸争鸣之色 似乎老者一条手臂 正是被其硬生生的撕下来的 韩丽和三十六名南修的出现 让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神色略微一松 卸袍少年和大汉却刷了一下子 目光全都落在了韩丽一人身上 当二者一看清楚 韩丽的面容之后 少年的目光啊 立刻就充满了怨毒之色 而大汉呢则双目一眯之下 眼中呢闪过李斯危险的嚎光 合体后期 不 修为比一般的后期要雄厚得多了 西光道友 这个人可就是你要我对付的目标嘛 不过 和你说的修为境界可不太一样吧 大汉脸色一沉 回头向少年问了一句 的确是这姓韩的人族小辈不讲 但他原先修为应该只有中期境界的 哼 本座明白了 原来前些日子境界的天象 就是这个小子引起来的 熊老兄大可放心 他也不过刚刚境界而已 连境界都还未能巩固下来 你对付起来 反而更加容易一些 血袍少年神念扫过韩丽之后 先是一阵吃惊 但是略沉吟之后 脸上就一下子露出恍然的表情 说道 嗯 紧接后期境界 也是这个人 你 你不会弄错了吧 若是对方再冒出一名 合体后期修士 你的麻烦可就大了 凶性大汉 这个时候熊光一闪 望着韩丽 一声明笑的说道 若还有后期修士 也不用熊老兄操心什么 本座自然会接下来的 你只要将这个姓韩的小子 给我拿下就可以了 其他的事情不用你操心 血袍少年冷冰冰的说道 哼哼 好啊 既然血光道友如此说了 熊某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这人族小子交给我好了 不过不要说我没有提醒你 就算说对方没有提到后手 光是眼下这个紧追 恐怕就够血光道友 忙回好一阵子了 大汉眼珠一转之后 满不在乎的回答道 大汉说的法阵 自然是那三十六名 南修刚已现身之后 就挥动了手中三脚一排 幻化出来的一层层的青色光幕 此光幕呢不但将这些南修身形 立刻遮掩消失 更将附近树立地狱全都笼罩其中 光幕表面隐隐的无数符文 是游走不定 仿佛另有玄妙在其中 哼 区区一群化神修饰布置的临时法阵 又怎能奈何得了我呀 气光化神朝光幕扫了眼 露出了一丝不屑 此法阵和那个小子 多半就是对方用来对付你的杀手锏 岂可能只是看上去如此简单的呀 大汉却摇摇摇头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诡异的表情说道 后我倒是忘了 兄道友在阵法之道上 也是颇有研究的 怎么 难道兄道友看出了一些什么吗 谢光化神微微一愣 意外的问道 这点时间 我怎么可能看出什么邪妙出来 只看出啊 这法阵多半和空间浸致有些关系罢了 大汉呢 打了个哈哈说道 空间浸致 这还真的有些棘手啊 好吧 多谢兄老兄提醒了 以后定会中谢 谢光化神 脸色一下子变得有些阴厉 口中撑谢一声说道 就在魔族二人在互相交谈的时候 韩力也冲银发老者眉头微皱地询问 顾兄啊 这是怎么回事 你二人怎么会在此 还如此狼狈的样子 现在法阵中困住的 怎么会多出了一名后期魔尊处来啊 韩力也在一看到 那魔尊大汗的瞬间 就感到提表的疾风啊 竟然隐隐的有些汗毛倒数 情绪之心一下子提升到了极致 脸上却并没有流露出风豪处来 韩兄啊 事情可能有些麻烦了 这后期魔尊呢 也不知道是从何处冒出来的 原先的情报中 丝毫资料都没有啊 我和金道友 见他和那圣祖化身在一起 原本想设法将二人分开 再立刻召唤道友过来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这魔尊神童实在是太过厉害了 一个照面就将金月大师击成了重伤 更将老夫一条手臂撕扯了下来 老夫也算见多识广了 可也从来没有想到过 合体存在中 竟能有这般可怕的怪物 简直就是 云发老者苦笑一声 脸上浮现的全是后怕之色呀 简直就是半步大城了呀 憨凶啊 你可要多加小心啊 这个人恐怕比那魔族圣祖化身 还要难对付得多 但是现在我们这边 也已经诸多后手进出了 连几名一直在城中闭关的 合体苦修长老 还有圣岛派来的几名使者 也先出手了 这两名魔头也只有我们三个来对付了 我们若先一败 让这二魔腾出手来 这一仗可也就败定了呀 一旁的金月禅师 未到老者说完 就忧心的一口接过了话 苦修长老 胜到使者 航力目光一转 果然在远处一些 发出轰隆隆巨响的战团当中 发现了五六个陌生气息的合体气息 并和几名化身为三头六臂模样的漆黑魔物 打的是难解难分 古魔 航力一看清楚那些魔物的样子 脸色一变脱口而出 那些的确是拥有最纯正魔族血统的魔族 也是魔界中真正的原始古魔一族 同杰之下 这些合体骨魔的实力也吻胜其他魔尊一头啊 要不是突然多出了这些可怕的魔物 我二人 也不会被逼得不得不将韩道友提前换出了呀 云发老者脸色阴沉的提醒了一句 你们的意思是 让我来对付这贺妻摩尊 等他圣祖化身 韩力脸上一缩一脸 瑞沉音的问道 我二人自问还有一些手段可用 况且现在还有此空间 法阵之力可以借用 就算是不敌这血光圣祖化身 但是缠住他一段时间 自问还是可以做到的 韩兄就全力的去应对这后期魔尊吧 银发老者和清岳禅师互相看了一眼 咬牙说道 韩力听了这话呢 目中蓝芒一闪 再扫向了大汗一眼 结果那魔族大汗也正好回头同样的望来 似乎顿时一下子照在了一起啊 这魔族大汗眼也不眨一下 但是脸上兴奋疯狂之意 却逐渐的浓了起来 瞳孔呢更是隐隐的又丝丝的银芒闪动不已 忽然大汗身形一动 人就丝毫征兆没有的出现在了光幕中心处 然后二话不说的将手中抓着的老者的手臂往空中一抛 再用另一手的狼牙棒虚风一击 轰的一声过后 那条残壁啊顿时化为了一股血雨 一扫而下 将大汗上半身一下子浇了个结实 浓浓的血腥之气 一下子可就充满了整个光幕了 更诡异的是 这些掉落在大汉肌肤上的血液 刹那之间的一阵模糊 竟化成了一道道鲜红的花纹 并遍布了全身了 远远的看去 大汉如同穿上了一件血色的服衣一般 诡异至极啊 银发老者见此情形 面色一下子变得十分的难看 但是大汉对其根本视如无睹 反而那面上一声灵笑 冲韩利用手一点 做了一个嚣张至极的挑衅的手势 韩利欠此情形呢 自然知道此人那一战是根本必无可避 当即淡淡的冲银发老者二人说道 就按刚才所说 这个人交给我了 但在解决这个魔头之前 你们必须先将那血光化身远远的引开 我不想在拼斗中遇到其他不可预料的因素 话音刚落呀 他也不等二人回复什么 附近青色的剑林啊 滴溜溜一转 人就漠然在犀利的剑光中 一闪不见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10回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幻听别样精彩 www.team89.com 大汉深浅 数十丈远处 清光一闪 汉利面无表情的出现在了虚空中 魔族大汉凶光一亮 所抓的狼牙棒二话不说 冲汉利就遥控一击啊 扑持一声 狼牙棒上碧绿的魔火一个卷洞 瞬间的铺天盖地 犹如火魔将士一般的 化为了十几站高的火墙 直奔了 汉利气势汹汹的一压而去 而大汉的另一只手呢 五指一握 轻描淡写的 冲汉利也是虚空一击而出 无声无息 仿佛丝毫力量都没有一般 汉利见此情形啊 却是脸色一沉 身前的青色剑帘 一声清明 幻化出了一层层青蒙蒙的 迎向了火墙而去 同时呢 一只袍袖中金芒一闪 也有一只拳头一倒而出 这拳头 金光闪闪 仿佛赤金打造啊 并引有淡淡的金纹 游走不定 正是凡圣真魔宫 接近大城的表现 青色剑影 亦和火墙接触的瞬间 立刻一阵霹里啪啦的乱响传来啊 青光绿火焰交织一起 团团火焰在二者间连绵爆裂啊 仿佛无数的烟火呢 同时爆发一般 艳丽至极 火墙见光附近的另一边虚空 漠然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 一股绿蒙蒙的进风和一团金色的拳影 丝毫征兆没有的闪现而出了 并狠狠地撞击到了一起 形成了一道直冲天空的飓风 并呼噜噜地向四面八方狂卷而去 狂风所过之处 虚空为之颤抖 天地呢 为之色变 至于韩丽和那魔族大汉感到身形一阵 不由自主地各自踏足虚空 向后连退数步远去 魔族大汉见此情形非但不惊 反而神色越发兴奋 一声大喝 手中狼牙棒猛然之间的往空中一抛 同时之间两手飞快掐绝念念有词 并冲空中一点指 砰的一声 那狼牙棒表面的模样高涨了数倍 在一凝之下 幻化成了八条碧绿的火胶 睁牙舞爪的直奔对面扑去 火胶每一条左右三十余丈长啊 头生紫色毒角 口喷闭火焰 形体宛若实质 看起来争灵异常啊 杭烈眼中惊芒一闪 心中一催发觉啊 阵阵的青色的剑影 往高处一聚之下 瞬间化为了一口航光四射的晴天巨剑 迎头一领而去 雷鸣支声大响 无数金色电弧 从庞大的剑身中狂涌而出 声势呢 微不可挡 那八条火焦 纵然说看似凶恶异常 但是 寒光一闪之后 就纷纷的被一分为二 蚕食更在无数金湖狂击之下 纷纷溃散 还原成了滚滚的魔焰 青色的巨剑随之一化 就一下子在虚空中消失了 与此同时呢 大汉头顶处波动一起 巨大的剑光 就一声轰鸣地从天而向 狠狠地冲大汉一闪而去 青色剑光足有百余杖之巨啊 表面金色电光缭绕 尚未真的落下 一股犀利的剑气 就先无形无色的一照而下 魔卓纳汉脸色一沉 突然一条手臂上 血光大胜 并以模糊猛人之间 往空中一蹈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 一团血色的骄阳 一下子摆不空中 是凭空浮现 灵芒呢 耀眼至极 青色剑光 一声哀鸣 后来呢 竟在血芒中 瞬间飞灰泯灭 仿佛这血光 拥有了某种 不可思议的力量 亨利双目不禁一眯啊 两只大手 突然同时 虚空一桩 两手中轻光大化 两口轻蒙蒙的剑 一下子先后浮现 在与河之下呢 竟又化为了一口 轻蒙蒙的巨剑 手腕一抖 手中的巨剑 就一声轻鸣的 再次分裂成了 七十二小剑 并围着其身躯啊 再次盘旋飞舞了起来 魔族大汉 却是冷笑一声 手臂上的刺目的血光一脸 竟然献出了一条 血红色的古怪的臂甲 将整条手臂都包裹的 严严实实的 臂甲表面的精美的花纹 和先前手臂上的那些血纹啊 是一般无二 仿佛臂甲就是由这些东西 幻化而成的 但就是这么一个 看似不起眼的臂甲 就能够将寒厉催动的剑光 如此轻易的一惊而悔 这样他也不禁是暗吃一惊啊 这个时候 魔族大汉一换头颅过后 再次用手指向前一点啊 顿时 那碧绿魔艳一阵翻滚过后 幻化成了一个 生有八颗头颅的巨大的魔胶虚影 几乎遮天蔽日 并往前再一扑而去 整个天空一黑 魔胶八颗头颅 猙獰的到了寒厉身前处 带着一股股的兴气啊 扑面而来 好想下一刻就能一下子 把寒厉撕成碎片一般 面对这般凶猛的反击 寒厉却面无表情 甚至手脚未动一向 但是背后突然一道金色的光柱 冲天而起啊 光柱中呢 隐约一个四头六臂的虚影浮现而出 此虚影六条手臂移动之下 顿时一片金色的群影 暴风骤雨般的狂勇浮现 魔胶虚影 看似巨大无比 但是呢 今次的全影呢 更是看似坚不可摧 在无数破空坚明声中 魔胶被撕裂成了碎片 并最终一声闷响 烟消云散的 金光一脸三头六臂的 法相体表金光一旦流转不定 就一下子幻化成了金灿灿的实体的形态 并一闪呢 浮现在了寒厉头顶之处 六只金木啊 一丝表情没有的望向了对面的大汉 嗯 金身法相 似乎还和我们圣族的秘宫有些关系 很好 果然没让某家失望 看来这一次 还真的能够彻底的尽兴一回了 魔族大汉呢 先是一愣 但是马上充斥嗜血之色 一闪而过的说道 欢刚落 喷了一声 大汉体表有无数团漆黑的魔气浮现 并一下子呢 覆盖了全身 其身躯表面血色的花纹 同时啊 在魔气中 闪亮发光 当黑气一散而开的时候 一剑遍布花纹的血色卡 一顿时浮现在了大汉身上 魔族大汉狂笑一声 两手握拳往胸前处一碰 一头高约十丈的魔像 也在其背后浮现而出 一声轰鸣 狂风大气 大汉身行径 然一下子随风消逝了 汉利目睹此景 瞳孔不禁一缩呀 背后一声霹雳 一对晶莹的雨翅浮现而出 双翅微微一扇 无数的银弧物弹射而出 本体连同头颅三头六臂金身 同样一闪的无影无踪了 但是下一刻 附近的虚空之风雷声大起 两道人眼呢 一个带着雷霆之威 一个夹带着百丈魔器 一下撞到了一团 并轰轰隆隆的站到了一处 二者呢 竟都是灵体双胸 并都对自己肉身强好 大有献心 一时之间 只见一道道飓风 在虚空呼啸声出 里面巨响之声不断 汉利和这大汉 不但拳脚相交啊 更不时的有各种宝物 被顺手祭出 诸般神通信守年来 一时之间 南风上下的模样 站在光木附近观战的 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见此情形呢 在大汉之余 虽然是惊喜交加 他们虽然说 已经尽量高估了 汉利的实力 但是呢 也万万没有想到 他还真的有和这 魔族大汉相抗的神通啊 与二人的大喜之色相反 另一边的血光化身 见到了这一幕 脸色却一下子变得 越发难看了 目中凶光一闪 突然单手一扬 就要放出 何种东西出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其足下处 却突然一个白蒙蒙 模糊的光阵浮现而出 并滴溜溜一转之后 一股空间波动 一下子荡漾而开 不好 气光化身 一身惊艳阅历 大多传辞 大成其的本体 一见此景啊 立刻神色一变 暗叫一身不好 提表 血光一闪 就要从原地 顺阴而走 但是 却明显的 迟了一步 他只觉得呀 福丁的虚空 锐模糊 四周的环境 就骤然大变 人竟然出现在了一片 被淡淡白雾笼罩的 诡异的空间当中 而在这空间当中 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二人 正神色肃然的望着他 区区两个手下败将 竟然还敢阻挡我出手 也罢 本座先收拾了你们 再去对付那姓韩的小子 血旁少年原本清晓的面孔 一下子就变得是阴风异常 并一脸杀鸡的说道 大师 看来我们这一次 不得不拼上老命了 有什么手段和宝物 现在也没有什么 藏着掖着的必要的 现在可不是他死 就是我亡啊 银发老者到了这个时候 反而平静了许多 并一回头啊 冲老僧淡淡的说道 这个自然 老那拼了这一把老骨头不要 也绝对不会轻易放着魔头离开此地的 金月禅师 一声佛号 面容尽显坚定之色 呵呵呵 好 有亲道友这句话 我就知足了 银发老者一声音效啊 单手突然一翻转 两手各自献出了一件宝物出来 一个是 红光茫茫 竟然是用七色的灵雨 炼制而成的羽扇 另一个 银光灿灿 却是五支 连成一体的 银色圆环 七燕闪 童星环 想不到这两件灵宝竟然都落到了你的手中 孤兄平常还真是丝毫口风不漏啊 金月禅师啊 一件这两件宝物 不要大喜过望 随之老僧了突然一拍身下的袈装 顿时 无限繁文啊 浮涌而出 一尊尊金色佛影在繁文闪动中隐约闪现 足有十八尊之多呀 这些佛影原先不过隐约可见 但是片刻的功夫之后 就是金光大方 化为了一尊尊拥有实体的雕像 每一尊都金光灿灿 仿佛赤金打造一般呢 法相金身 不对 只是简化的仿制品而已 细胞上连呢 先是一乐 但是神念仔细一扫那十八尊佛像之后 就不懈的冷笑了一声 就算只是简化的精神 十八尊也足以降魔仇妖了 老僧呢 却淡淡的说道 两手猛然一掐绝之下 脑后一下子多出了一圈 树杖大小的七色的光蕴 那十八尊金色的佛像 一被这七色的光蕴扫中 纷纷的双目一睁而开啊 竟抬手伸腿的活了过来 血光化身 见此情形 脸色一沉 也不说话 一手往脑后一摸呀 刺耳的肩鸣一下子传了出来 一只通铁鲜红的 巨大的骷髅诡异的浮现而出 此物足有五六丈大小啊 浑身骨骼 晶莹鲜红 并有无数的灰白之气 缠绕不定 一现身而出之后 口吐鲜血 狂吼不已 一股煞气呢 是冲天而去 银发老者 二话不说的 先将手中的七色羽扇 猛然之间 冲远处一扇 接着又是手腕一抖 将那五枚银灿灿的童心环 一炮而出 七色羽扇 正是寒历啊 当年在人家的时候 曾经纺制过的灵宝 七艳扇 当年那件纺制灵宝 助他灭杀了 不知道多少强敌啊 如今呢 轮到这正品大显神通 威能自然更是势不可当 只见雨上表面 一声轰鸣啊 无数的赤红符纹 狂涌浮现 一只赤红火鸟涌出 开始啊 不过持续大笑 但是几个闪动过后 就化为了十丈之巨 火鸟双翅 只是轻轻的那么一扇 浑身的淋雨啊 顿时散发出了 七色的光焰 赤热的气息 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天空 一团团 七色的光运 往血光化身 一照而去 至于那五只银色圆环 在一抛出的瞬间 就化化成了 五只并列一排的巨环 空中仿佛多出了 五轮银色的圆月 并发出了嗡嗡怪鸣啊 往下方一路而去 金月禅师 出手速度 丝毫不比 银发老者 慢到哪里去 口中念念 有词之下 四周 簇拥的十八尊 金色的佛像 一闪 诡异不见了 下一刻呢 血袍少年 四周金光一闪 十几尊佛像 就无声无息的 闪现而出 虽然说 手脚未动 但是一股股 无形的距离 凭空 向中心处 一压而去 血光化身 脸色阴沉 但是一声冷哼呢 体表冒出了 一股股血色的魔云 两袖一甩之后 无数的血色光团 朝四面八方 击射出去 同时 背后血色窟窿 一下子模糊了 直接化为了一道虚影 迎向了 那只七色的火鸟 一时之间呢 血云附近 轰鸣之声大起 引发老者二人 一亮宝之力 和阵法尽致 和这圣祖化身 站到了一起 轰立身 惊雷一般的梦想 寒厉只觉两手一热呀 两座十几丈高的山峰 一下子是脱手飞出呢 同时呢 身形一阵 向后倒射十几丈远 一个翻身过后 才重新稳住身形 在空中不动的 但一层不太正常的阴红 从脸上一闪而逝 至于对面的魔族大汉 身形矩阵的 也是倒退了 十来让远呢 手中先前 幻化出了一对 墨绿色的巨剪 同时 撒手飞出 至于另一边 三头六臂的金身 却和一个浑身 漆黑如墨 仿佛山鬼一般的怪物 打得不亦乐乎 二者拳脚挥动之下 一个金光狂闪 爆裂之声不断 另一个呢 魔气翻滚 刺目黑芒 四处蹦射 发出了凄厉的 尖鸣之声 但是无论 反省金身 还是对面的人形怪物 拳脚俱力 击在对方身上 都仿佛拍苍蝇一般 毫不在乎 顶多呀 身须晃动几下之后 就会再次的飞普攻击 好似都是 金刚不坏之声一般 不错 不错 竟然单凭肉身 就和我打了个难分难解 我倒还真是第一次碰到 不过若只是有这点实力的话 那下边 也没有再继续下去的意思了 魔族大汉 甩了下有些火辣辣的手腕 脸上疯狂之色 已经消失不见了 他带着一丝冷酷之意的说道 杭力听到这儿啊 也是 回忆一阵冷笑 他心里面明白 这个魔族大汉 这个时候 已经发动了所有的力量 准备对他进行 最后一功了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乱 第1311回 杭力听了 魔族大汉的话之后 冷冷的一笑 哼 你不觉得废话太多了吗 说着 体内庞大伶俐 一阵流转之下 身躯些微不适 瞬间就恢复如常了 哈哈 兴冒难得大发审信 写让你多活片刻 既然不领钱 行啊 那 我现在就送你上路吧 魔族大汉狂笑一声啊 背后一只若隐若现的魔影 一宁变得宛若实质 竟是一个拥有三颗头颅的巨大魔师 魔师身躯一变清晰之后 一股远胜先前的庞大气息 自大汉身上是野散而开啊 同时呢 大汉身上血脚扑齿一声 一层血色的光焰瞬间笼罩了全身 大汉一声凝笑过后 缓缓地抬起了双手 并五指一张地对准了寒厉所在之处 并缓缓地闭上了双目 魔师三颗头颅原本紧闭的六目 缓缓地睁开了 凝望巨猿不再移开 瞳孔碧绿如水 丝毫感情没有啊 寒厉见此情形 瞬间 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笼罩了全身 心中一惊一声大喝 单手一掐绝啊 远处正和黑色怪物纠缠的 凡胜金身 凭空不见了 同时呢 他身躯一丈之下 瞬间就变成了一只 十余丈高的金毛巨猿 巨猿背后金光一闪 三头六臂金身就现而出啊 并一扑和巨猿合二为一 金猿身上气息 也一下子大增了不少 并且两手一分之下 一惊一黑 两座山峰就在手心中 凭空浮现了 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大汉两只手掌中 血光一闪 两道粘稠宛若实体的血色光柱 一盆而出 而背后 摩尸三颗头颅啊 也是同样一张大口 也有青白黑 三种截然不同的光柱射出 只是一个闪动 五道光柱就一闪 在铜中融为一体 化为了一道更加粗大的 四色光柱的 这光柱无声无息 但是其中蕴含了可怕的威能 让刚刚变身成巨猿的韩力 也是净净净的打了一个冷战啊 想都不想的两只手掌中 轻蒙蒙的光侠一下子大放 将体内法力潮水一般的 往两座山峰中狂驻而入 轰隆隆两声 青黑两座山峰只是一晃 就八地而起的 化为了数百丈的巨闪啊 将巨猿呢 护得严严实实的 四色光柱一个闪动 狠狠的撞到了 两座山峰之上 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过后 各色光月 一下子在山峰前 是呈现而出 所画的滚滚的光叶 只是一卷 竟然一下子化为了 千余杖之高啊 将两座山峰连同后面的巨猿 全都淹没进了其中 在光焰闪动当中 两座极山表面 一着扭曲颤抖 并飞快地缩小还原 几个呼吸之间的功夫 就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没有两座极山的阻挡 那可怕至极的威能 全都滚滚地涌向了巨猿 金毛巨猿呢 一声怒吼 身躯上的那一件黑色的魔奖 黑体风滚之下 无数的黑色符文呢 蜂拥而出 竟然形成了一层巨大的光幕 竟将它看似无间不摧的光焰 强行地躺在了外面 光焰和黑色符文撞击交织之下 传出了让人心惊胆战的轰鸣之声啊 黑色符文 所画光幕 一旦扭曲模糊 并发出了嘎嘣嘎嘣吃力的刺耳的声音 仿佛呢 随时都可能崩溃瓦解一般 金毛巨猿 一声惊怒交加的大吼 身躯表面 一层金光流转过后 一下子聚掌了十倍以上 同时头颅两侧和身下灵光大亮之后 一下子就多出了另外两颗头颅和四条金灿灿的手臂 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三头六臂的擎天巨猿 并且变身刚一完成 六条手臂啊 同时往高空中一抓而去 六团刺目的金光同时浮现而出 往身前一合 一团金色的漩涡就凭空浮现而出 并一晃化为了母虚般巨大呀 金色漩涡中只是略一转动 一股庞然巨力一举而出 和各色光叶一下狠狠撞到了一起 又是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过后 一圈圈的气浪啊 像四周飓风一般的一举而去 让浮现虚空一阵模糊扭曲 并传出了刺耳的暴鸣之声 仿佛将整个空间呢 都要撕裂开一般的 那远处的魔族大汉 目睹惊人的景象 脸色也不禁一变 心念一转之下 两手五指一合 喷出的金色光柱 顿时一脸的消失了 不过此席的大汉 脸色呢略带一丝疲倦之意 似乎刚才的攻击呢 也是消耗了不少的真远呢 与此同时呢 其背后的刺头魔尸 同样大口一张 停止了攻击 六目神光也一下子 暗淡了不少的模样 不过当远处惊人意象 最终一散消失之后 再次闪现出来的真实的景象 让魔族大汉目睹之后 嘴角抽搐了一下 脸上首次露出的金融出来啊 只见金毛巨圆 屹立在远处动也不动 但是六条手臂 各自掐绝不已 身前那原本母许大的 金色的漩涡面积 不但是没有消失 此刻呢 赫然已经激增了十倍以上 周边呢 嗡嗡的掌缩不定 而从中心处散发出了 一圈圈的淡金色的波浪 看似那是神秘一场啊 我刚才一击 以威能来论 并不比大成奇随手一击 差多少的 你竟然能肯然无事 看来 我还真是小瞧你几分啊 魔族大汉目中闪动了一丝 惊讶之色 说了一句 来而不枉非离也 你接我一击之后 再说这话也不迟 巨员六目 横弓一闪啊 口吐冰冷之言 接着六条手臂一抖 同时往身前虚空是狠狠的 一抓而去 扑斥一声 那巨大的漩涡 滴溜溜的 飞快的一旋转过后 竟被一股无形的距离啊 一阵狂闪的压缩成了 头颅大小的一颗金色的光球 接着巨员呢 大腿猛然往前一脉 庞大的身躯 连同身前的光球 一个模糊过后 竟同时的在原地一晃消失了 下一刻 魔族大汉 瞳孔一缩 漠然一抬手 高空中金光一片 巨员身形赫然已经无声的身处高处 正将手中的那颗金色的光球 狠狠的一头而下 那金色的光球啊 看似不大 但是刚一出手过后 立刻光芒一闪的 重新幻化成了巨大的漩涡 往大汉头顶一照而下 从中涌出了一股无形的距离 将大汉的身形压得为之一矮 附近的虚空更是略意扭曲之后 爆发出了轰隆隆的嗡鸣啊 仿佛随时都要爆炸而开一般 魔族大汉的脸上一层异样的阴红 身躯呢 在漩涡恐怖距离之下 也是微微的颤抖 但是并未就此真的被一压而垮 反而呢 是双目雄光一闪过后 口中一声大喝 随之那其身上 血色战甲一下子就爆发出了 刺目的血色光芒 一股恐怖至极的气息 从身躯中一散而出 血色光雁所过之处 附近的虚空融化一般的 纷纷化成了深黑之色 笼罩身上的无形距离 更是被一排而开 大汉身躯一下子笔直的重新站了起来 并抬手呢 望虚空缓缓一抓 砰的一声 头领的三手魔尸啊 化为一团黑雾 暴力而开 雾气呢 往大汉手中一卷之下 竟幻化成了一杆呢 杖许长的漆黑的魔枪 则将通体闪动黑悠悠的灵光 前端枪头更是一分为三 各自明印着一颗 争鸣的狮子头颅 通体遍布密密麻麻的 深蓝色的灵纹呢 大汉脸上争鸣之色一现 只是手腕一抖 长枪就发出了一声 凄厉的尖鸣射了出去 黑芒一闪 长枪就瞬间 没入到了漩涡中心处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看似声势浩大的金色漩涡 在黑枪消失的一瞬间呢 竟立刻一声闷响的 寸寸碎裂了 最终化为了点点灵光 溃散而灭 魔族大汉 单手只是再次一抓 黑气一阵缭绕过后 漆黑的魔枪就又一次的 幻化而出 并毫不迟疑的 再被一头而去 这一次黑色长枪的目标 赫然的正是空中 有些发愣的三头巨猿 眼见长枪一闪即逝过后 就一下子诡异的出现在了巨猿眼前了 金毛巨猿一惊 不加思索的六条手臂 猛然虚空涌啊 六件金灿灿的沉重兵器 顿时在手心中应声浮现 并同时化为了六道金光 冲黑枪狠狠一杂呀 一声地动山摇一般的巨像 金光和黑气一阵交织爆裂过后 竟然同时溃散而灭 居然见此情形啊 瞳孔不禁一缩 还没有来得及再多想一些什么的时候 向方大汉却大笑了一声 单人手呢 又是一抓一头 一个一模一样的摩枪 又一次击舍而来 居然一声往横 六只大手一晃 那六件金色的兵器 同样浮现一击而下 就再次的和黑色魔枪同归于尽了 这一次轮到大汉微微一呆凉 手中动作不禁一凝 而就在这片刻的耽搁呀 巨猿呢 却一声低吼 手掌中六只金色的兵器浮现过后 却一抛而出 三颗头颅刹那之间念念有词啊 呼吱一声 六件兵器金光大放 无数的虚影从中一闪 模糊浮现 竟一一化石 一时化百 顷刻之间 幻化出了数千柄金色虚影出来 铺天盖地的往下狂击一落 一时之间呢 空中呼啸之声大气 入目之处 尽是金光闪动 魔族大汉 脸色一沉呢 但是丝毫慌乱之色没有 反而嘴角呢 泛起了一丝冷笑 一张口 一团紫光一盼而出 这紫光刚一出口 就滴溜溜一转的 自行爆裂而开 无数的光丝 从紫光中飞逝而出 一向的幻化成了一张 弥天巨网 往空中一迎而去 金色的虚影 狂风暴雨一般的冲入到了 光网之中 传来了连绵不绝的爆裂之声 望中金光紫气一阵缭绕轰鸣啊 整张光网为之颤抖狂闪 仿佛呢 随时都可能被撕裂而开 下面大汉对此却视若无睹 反而口中念念有词 十指风车一般的冲虚空一阵狂点 每一下点指之后 鸡身上的血色光焰就暗淡一分 而空中的光网呢 却随之狂胀了一节 片刻的功夫过后 巨网就冲气一般的面积狂胀数倍 竟然化为了一片无边的紫云啊 紫云被大汉手中发掘一催 默然一个风卷残云 就将漫天的金色的虚影 尽数一收而入 重新的化为了一团紫色光球 往下一落而去 大汉单手一招啊 光球立刻一闪的 落入到了他的手中了 但是目光再往高空一扫过后 脸色顿时一冷 只见高处空空如也啊 原先的三头六臂的金毛巨猿 赫然之间不见了踪影啊 大汉眼珠微微一转 尚未来得及有任何举动的时候 身后处是波动一起 一只金光灿灿的寿爪一闪浮现而出 此早只是一画 竟然化为了十让之巨 小山般的冲大汉狠狠的抓下 破空之声大起啊 巨掌每一根肩甲都仿佛一口金色的巨刃 数口奇染之下 简直无坚不摧啊 大汉却是一声吻哼 一只手掌却默然之间血液大放的反手一抓而去 吼具意的迎向了金色的巨掌 两者看似大小悬殊天壤之别啊 但是手掌刚一抓出却无耻一分的狂胀了百倍 碰了一声金色巨掌刚一和血色大手接触 立刻感到了一股无法抵挡的庞然巨力从中传来 立刻一颤的碎裂而灭 而与此同时呢 一道淡金色的虚影一阵 从虚空中到尸而出 竟是一条浑身金灿灿的小兽 此兽啊 不过竖尺大小 但是身上散发着合体其存在才能有的强大的气息 正是含力的暴灵兽 此兽竟不知道什么时候被含力偷偷放出来了 并潜入到大汉附近偷袭了一击 但是却无功而退的样子 而就在小兽啊 被震飞的一瞬间 魔族大汉身躯一侧却荧光一闪 一道银红丛中匹炼般的弹射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竟出其不意的将大汉全身死死的缠住呢 波动一起三头六臂的巨猿从同一个地方闪现而出 此猿刚一现身 目中冰冷寒光一闪 六件兵器就化为了六道金光的往大汉劈头盖脸的狂砸而去 同时三颗头颅一张口啊 三团银燕一喷而冲 并一个闪动化为了三只火鸟 双翅一盏的直浦大汉 魔族大汉面对着一切伤目已眯 但是丝毫慌乱之也没有 身体血光光雁一让之后 银色惊鸿竟一下子寸寸的断开了 接着一只手掌一模糊 黑气方滚之下 一杆黑色的长枪浮现而出 手腕呢 微微一晃 长枪竟直奔巨猿及此而出 但是此枪啊 在途中一晃 竟然一下子幻化为了九杆一般腕的魔枪 并顺势的脱手射出 其中六杆方向一变 影响了六道金光 另外三杆呢 则一分扎向了三团银燕 瀑布之声接连响起 六道金光和三团银燕一接而中过后 竟无一幸免的应声而灭了 寒历所化的三头六臂巨猿 脸色一变向后倒射飞出 两手臂移动之下 竟黑色翻滚的往身前飞快一躺啊 轰隆一声聚响过后 手臂前原本看似空空如也的虚空啊 竟在扭曲过后 从中击射出了另外一杆黑色的长枪 并一闪击在了双臂之上 寒历双臂黑色符纹一阵翻滚 两只漆黑的臂甲诡异的浮现而出 但是和黑枪一接触的瞬间 同时一闪溃灭消失 虽然现此呢 心中不仅是微微一松 但是站在原处未动一下的魔族大汉 这个时候脸上却猛然之间 闪过一丝诡异的表情 同时呢 口吐一个寒冰刺骨的灭字 黑色长枪消失的地方 黑猛一闪 另外一杆只有半只长的迷你短枪 这个时候无声无息的弹射而出了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312回 在原先那根长枪掩饰之下 这短枪即使以含力 庞大神念 竟然也未能察觉分毫 甚至于呢 连脸色都未来得及改变之相 就被此物狠狠的扎在了赤裸的双臂之上 并立刻暴力而开啊 一轮仿佛黑日的巨大的光运一闪之下 就化为了千余杖之巨 将巨猿庞大的身躯 瞬间的笼罩了进去 巨猿通体金光只来得及一闪 就被漆黑如墨的乌光 彻底淹没得无影无踪了 而黑色魔日并没有就此停下 通体漆黑的魔气翻滚之下 竟然呢还在不停的疯狂的扩张着 并将周围的一切啊 卷入其中 然后再撕裂 碾压成了粉末 魔族大汉见此情形呢 脸上顿时流露出了一丝得意之色 狂笑了起来 哈哈哈哈哈哈 我这九母子枪一出 还从来没有人能够活着离开呢 人族小子 你能让我动用此神通 也算值得骄傲了 在大汉的狂笑声中 黑色巨日终于啊 开始缩小溃散了 并狂闪了几下 消失不见 大汉漫不经心的 一扫巨人原先所待之处 笑声却一下子 被掐住嗓子一般的戛然而止了 脸上更是患上了 难以置信的表情 不可能啊 这 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大汉吞了一口口水 声音有些颤抖的 狮声说道 指尖内变 虚空当中 一团金光静静的 悬浮在那里不动一下 有金萌萌的光霞中 赫然有一只金毛巨猿 一头五色彩缝 和一只银白的巨棚 那金色的巨猿呢 双手按在了金色的光霞 一股股淡金色的灵光 往光霞中狂注而入 五色彩缝和银色巨棚 虽然说未动一下 但是 从身上放出来的五色光霞 和银色电弧一涌出 金色光霞过后 竟然瞬间呢 又在金光外 形成了另外两层防护光幕 但是 无论金毛巨猿 还是采风 巨棚 却一个个呢 都是双目目人 丝毫灵性不见 仿佛只是一具具傀儡一般的呆板呢 大汉害人之下 双目却四下的飞宽一扫 似乎呢 想要找出什么东西出来 但是四周啊 空荡荡的 根本呢 就没有任何异样可见 大汉一声冷慌 突然抬手 冲远出一招 黑影一闪 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立刻出现在了大汉身旁 正是啊 原先和凡尚金身交涉的那个山鬼一般的模糊存在 不过 当这怪物浑身 黑气一散之后 终于呢 现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了 竟然是一只 通体乌黑 体表明有无数金银浮阵的 胶木傀儡 这件此傀儡啊 轻面獠牙 似之奇长无比 但是 双目血光微闪啊 看起来是凶恶异常 不过更加让人心寒的是 傀儡脑头啊 竟然有另外一张淡紫色的人类面孔 这面孔看似脱通 不过 双目紧闭 让人一望之下 竟然不由自主的生出了一股毛骨悚然的感觉 魔族道汉 将这傀儡召唤到了身边 远处的金光中呢 却是一变突起 在巨猿 彩凤 银棚之间的虚空当中 点点金光一闪 竟然凭空凝聚出了一个淡淡的金色的婴孩 面容和杭丽一般无二 身躯啊 被漆黑的魔甲覆盖 四周更有数十口寸许长的青色小剑盘旋飞舞 正是杭丽的本命猿鹰 而这猿鹰刚一线形而出 巨猿 彩凤 银棚 双目金光大棒 同时呢 身形移动 往猿鹰积射而去 轰的一声 刺目金芒 耀眼多目 一个三头六臂的高大人眼 一下子在原地 凝聚现出 这个人眼啊 浑身金光灿灿 无论肌肤还是面孔 均被一层淡淡的金色鳞片覆盖了 头颅上呢 更是生出了一只青色的独角 眉宇之间 一颗漆黑的妖目 诡异浮现而出 他的人眼抬头 向大汉望了一眼过后 金色鳞片后 隐约露出来的面容 正是寒历无遗 但是他此刻看起来呀 却有一种令人心惊的 妖异之感 瞳孔中丝毫表情都没有 并隐隐的有一缕金蓝刺猛闪动着 魔族大汉 双目只是略一对视 顿时呢 双目一下子仿佛 针扎一般的刺痛无比 心中大惊之下 不由自主的双目一臂 而就在这个时候 对面金色人影忽然一只手一抬 并虚空轻轻一按 一声闷响 丝毫征兆没有的 在大汉身前爆发了 一股庞然俱力 仿佛火山爆发一般的 一撞而来 魔族大汉 虽然说双目还没来得及睁开 但是啊 依靠神念之力 仍然就能够感觉到 这股剧力中 所约含的恐怖的威能 当即脸色一变 浑身血色光焰 默然一动 往身前狂卷而去 同时呢 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只 漆黑如墨的令牌 并一催在身前化为了数丈大小 仿佛盾牌一般的挡在了身前 扑斥一声 无论血色光焰所化光目 还是那巨大的化作黑色令牌 在那股无名的距离遗壮之下 竟只胡的一般啊 一击而碎 并再也没有任何抵挡住 大汉本体狂勇而来 魔族大汉 双目骤然一睁而开 这目光中满是难以置现的赫然啊 但是下一刻 其又一下子化为了凶悍至极的表情 一声大吼 两腿猛然如采石地般的一跺之后 就两手五指一握迎着距离一蹈而出 黑光一闪啊 两只黑色的拳影脱手射出了 并吹气一般的狂胀了数倍之大 狠狠地撞到了拘力之上 一声闷响过后 两只拳影躺背挡车般的瞬间破碎而灭了 大汉身形一阵 身躯稻草一般的倒舍飞出 并在十几丈处才身躯一扭的 勉强重新落地 但他呀 还是没有办法稳住身形 向后连退竖步 这才将这股巨大的残余的威能尽数化去 不过这个时候的大汉 脸色早已经如同喝醉了酒般的痛红一片 并再也没有办法忍住的一张口 喷出了一团漆黑的金屑出来 金色人眼啊 刚才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击 竟仿佛有一山倒海般的逆天的威能啊 一击就将这号称 魔族第一魔尊的大汉 积伤在了当场 涅槃圣体外援之力 不可能 区区以为人族 怎么可能修成我们圣界的无上神通啊 大汉连嘴角的血迹都没有来得及擦拭 两个眼珠几乎瞪着眼眶外了 死死的盯着远处的人眼啊 用一种白天见鬼了一般的口气嘶哑的喊道 而就在此话刚一说出来的时候 远处金色人眼身躯一晃 竟然也一张口同样的喷出了一团精血出来 不过紫血却呈淡金之色 并一喷出的瞬间呢 就迎风化为了乌有 万元之力 大概是吧 你既然逼我施展出了此种神通 虽然绝对不能再让你存活于此世间了 金色人影脸上鳞片一下子消退而去 露出了一张啊 一堂苍白的含泪的面孔出来 同时双母一下子恢复了几分生气 淡淡说道 凡事之力 原来你并没有修成这无善神通 只是强行催动而已 看你的样子 刚才的那种程度的攻击 也根本动用不了几次 魔族大汉默督此景 却长吐了一口气 脸上神色大宗的说道 哼哼 的确用不了几次 但是 只需要再一击 就可能直接灭杀了你 自己的人生 你的幻听别样精彩 www.t89.com 魔画寒厉 眉宇之间 妖魔一闪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诡异之色 说道 话很刚落呀 寒厉提掉金光一放 无数金色符纹从身上狂涌而出 同时一手默然一摸头顶 乌团金光飞射而出 绿盘旋之下 竟分别化为了巨猿 彩凤 银鹏 孔雀 金龙 等五种虚影啊 而武道虚影刚一成形 口中就分别发出了各种长啸之音 身形再一动 就一闪的纷纷没入到了 魔画寒厉身躯之中了 下一刻寒厉脸上一层精气 一闪提示 口中一声 痛苦至极的大吼啊 单手再掐绝 身躯立刻狂胀了十倍 化为了十余量之巨 同时呢 另外一颗金色的头颅和两只遍布金色鳞片的手臂 在身上一下子诡异的幻化而出了 魔画寒厉竟然一下子幻化成了两头四臂的妖异的形象 不过这一次的幻化 不过这一次的幻化却和普通的繁射针模变身大不相同 不但第二颗头颅啊同样的生有青色的独角 争有诡异的第三妖目 巨大的身躯之上的金色鳞片 一扇融合过后 竟幻化回成了一件赤金色的精美的战甲 表面凝结有无数的淡银色的符纹 一丝缝隙都没有啊 并有一股浓浓的蛮荒上古气息 从中一散而出 仿佛天地所生而成一般 二涅变身 你疯了吧 你连一涅之力都没有办法掌握 只要强行动用二涅之力 你还未能杀了我 自己就先暴体而亡了 一定寒历现在的模样啊 魔族大汉心中已经连忙大叫出口啊 脸上首次浮现了恐惧的表情 就是暴体我也会在你之后 先接我这一击再说 双头四臂的寒历丝毫不为 大汉言语所动 四目金蓝的盲目一闪啊 身上气息一下子狂涨了数倍 四条手臂缓缓一抬之后 向着魔族大汉所在的方向是一拍而去 天地都为之一按啊 淡淡的金匣浮现闪动过后 四只金色巨大的手掌同时一闪 在魔族大汉头顶的浮现而出了 每一支中都用含着 不亚于先前一击的庞然巨力 并一个闪动的重叠融合一体 化为了数百丈大的巨长 仿佛去山般的一路而下 虽然说金色的巨长落下之势 无声无息 但是一股诡异的气息 早已锁定了魔族大汉的魔魂 让其根本无从躲避 只有硬接下一途而可走啊 我怎么可能会陨落在这啊 魔族大汉默督此景 惊怒至极的大吼的一声 脸上随之浮现出了一股疯狂之意 双手同时一扬 师弟团五颜六色的光团 集水而出 并化为了各种各样的顶级的宝物 发出了嗡名啊 直奔金色手掌一发而去 同时大汉自身 也爆发出了刺目的血色光焰 手中一下子浮现出了一口 闪动金银两色金人凌芒的巨大的怪刃 两手一握 往高空用尽全力的一掌而去 一道金银两色的赞盲啊 一扇极致的提舍而出 并先将其他各种宝物 斩到了金色手掌之上 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 刃盲瞬间在金色剧场之上暴力而开 四射飞剑的碎裂金银色的碎盲 甚至将附近的空间划出了一道道 划破虚空般的白痕出来 但是金色手掌除了金光烈闪之外 竟连呢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的样子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那十几件各色宝物也几乎同一时间击中了金色的手掌 并在大汗一连串低吼的狂催之下 纷纷地自爆而开 十几件顶接宝物爆裂之后所化的巨大的威能 瞬间的将整只手掌都淹没在了其中 四散波动更是在空中凭空 画画出了一股股的晴天飓风啊 往高空呼啸着狂举而去 魔族大汉目睹此景 脸上神色丝毫不禁放松 手中金银怪刃更是一下子背起模糊的狂徽不已啊 一道道金银的阵王 一下子化为了无数流星冲入到了巨大的光球之中 并爆发出了连绵不绝的巨响 几乎响彻了整个天空 如此恐怖的攻击 让大汉体内法力一个可怕的速度飞快的流逝着 却丝毫的没有停下之意 反而脸色越发的苍白了起来 因为空中金色手掌 在如此恐怖的攻击之下 竟然只是在半空中微微的荡漾了几下 仍然不急不缓的向下继续压去 丝毫都没有被挡住之意 眼见金色的手掌离自己越来越近 大汉脸上的巨异啊 更加浓郁了几分 心念飞快的一转之后 默然声出了拼命之意 轰一声 大汉手中动作未停 但是背后黑色的魔器滚滚冒出 三头黑色魔石巨大的虚影再次的浮起而出 被一个闪动往旁边一扑之后 竟一下子没入那只在附近就一直没有任何动作的山鬼一般的傀儡身上 一阵嘎翁乱响之声 周人之间从傀儡身躯中爆发而出 同时一圈圈的黑色的光运一散而开 此傀儡体表啊 一层黑色的金光流转过后 轻易模糊 幻化成了一只啊 拥有了实体的真正的三手魔石 黑色巨是三颗头颅同时一扬啊 三道不同颜色的光柱 立刻往高空狂攀而去 接着四肢一动 四身一下子化为了一团黑光 往一旁鸡舍顿走 金色的巨长轰隆隆的一落 无论光柱任盲 都最终不堪一击的寸寸的碎裂 而从上面散发的恐怖的威能 往大汉身上一照之后 其就一声未坑的飞灰泯灭了 几乎就在大汉身影啊 一击而灭的同时 远处魔化寒历也是一声闷哼 提表金光一散之下 一个头颅和两条金色的手臂 瞬间溃散消失 身上的金色的战甲和头顶的金色的独角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飞快的消退不见了 巨大的身躯更是一缩之下 恢复了原先大小 一切呢还原恢复了未变身前的常人的模样 不过此刻的他脸色苍白如纸 双目神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暗淡的下来 身上的气息啊 更是飞快的变若溃散 而寒历呢 在一解除变身的瞬间 双手一抓 手中就立刻多出了树瓶颜色各异的小瓶 不由分说的把瓶盖打开 就将瓶中的丹药一股脑子吞进了肚子里边 他脸上不正常的阴红 在接连闪动了几次之后 身上淡淡的金光一闪 体内惊奇的流逝 这才最终的停止了下来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13回 杭丽长吐了一口气 绷紧的脸孔 为之略微一松 并向大汉消失的地方 凝重的一扫而过 那金色的巨长 在他解除变身的瞬间 也一同的消失不见了 所以远远的看去啊 那边空空如也 丝毫东西都不复存在了 寒厉的瞳孔的略微一缩 正要训练一动的 将目光挪开的时候 一旁的虚空却波动一起 一团黑光一闪 现行而出 里面隐约啊 有一头浑身漆黑的 树丈大的魔兽 正是刚才的康康 逃逆而走的三首摩尸傀儡 这魔物六只摩目往大汉消失处 同样扫了眼之后 顿时 脸上立刻献出了暴怒至极的表情 三颗头颅同时 仰手发出了轰隆隆的大号 你竟敢摧毁本座苦修十一万年 才得以大成的法区 不将你碎尸万段 仇魂炼破 绝对难消我心头之恨 魔师身形一动 立刻就化为了一道黑光 直呼寒历而去 此魔物心中清楚得很啊 以寒历如今的 元气大伤的模样 绝对呢 不可能再是其伏体的傀儡之体的对手 故而心中的怨怒至极之下呀 自然绝对不可能放行力 活着再离开此地的 行力目睹此颈 眉头微微一皱 却用低不可闻的声音 喃喃说了一句 这魔头倒是果断的很 朱元神竟然不惜舍弃 肉身躲过了一劫 不过伏体傀儡的话 一身的法力神通 应该也不足原先三成的 话音刚落呀 他单足猛然一踩地面 下方虚空中白光一闪 一个白茫茫的小型光阵浮现而出 其身躯一下子变得模糊不清了起来 空间法阵 你休想就此跑掉的 魔师啊 一看见白色的光阵之后 顿时大急了起来 身躯猛然异常之后 顿光速度竟然一下子快得大半 只是两个闪动过后 就带着一股腥风 到了寒力进前之处 两只前脑的同时 闪电般的一捞而去 石道黑色的爪芒 立刻利刃般的破空而至 要将寒力瞬间撕裂成无数的碎片 但是 此攻击明显的已经迟了一步了 法阵嗡名之声一响之下 寒力身躯就在白光之中消失不见了 黑色的爪芒一划而过 将光阵一下子切裂成了十几片 但是寒力呢 却毫发未损 但是这魔物却怎肯就这般善怕甘休呢 三颗头颅只是一摆 庞大的神殿呢 向四周立刻一召而去 随之胸向毕露的对准 不远处某虚空同时一张口 扑扑扑三声过后 三道粗大的光柱一喷而出 并一闪即逝的击在了虚空处 一阵爆裂之声传来呀 一道影子一个亮相的浮现而出 摩尸中间头颅的脸上 顿时呢露出了一丝凶残之色 但是此表情刚一露出来 就又一下子凝固不动了 远处的影子光芒一脸之下 显露出了真正的身形 赫然是一只 胀许大的金黄色的小兽 正是暴林兽 此兽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和 显露一下子交换了位置 并代替显露啊挡下了刚才一击 他虽然有合体出奇的修为 在刚才的大战中呢 也并没有消耗多少法力 但是明显呢仍然不是三头魔石傀儡的对手 刚才一击不但将其从虚空中逼得现行而出 一身原本金黄色的皮毛更是有些焦糊了起来 不过暴林兽倒是并不示弱 身躯啊刚一站稳过后 就立刻头颅一滴的发出了低沉的吼叫 同时呢 提表一层金光闪过之后 损伤的皮毛立刻就恢复如初了 并且一个淡金色的麒麟的膝影 在其身后处 一下子若隐若现的浮现而出 麒麟血脉 哼 就算如此 这点修为也敢阻拦我 三头魔石一见此景啊 先是微微一愣 但是马上又怒急而笑的一声冷哼 忽然一只漆黑的爪子 往另一方向 猛然一抓而去 一声霹雳 无数黑色的电弧 一下子在爪上交织浮现 并一声轰鸣的 全都诡异的不见了 下一刻 在离暴林寿不远处的某处的上空 无数黑色电弧 狂闪伏击而出 一灵之后 竟然化为了一只 胀许大的黑色的雷电巨爪 兵气势汹汹的呀 一抓而下 这巨爪呢 尚未真的落下 数道黑色电弧 就先一步的狂疲而下 下方波动一起 在黑色电光闪过之后 虚空一着扭曲啊 献出了一道 淡青色的 人眼出来 正是横力 他此刻 双手一合 横在胸前 身上的气息 仍然衰弱异常 但其望着空中 落下的巨大的雷沼 却丝毫 慌乱之意没有 反而流露出了 一丝冷笑的表情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旁的暴灵兽 却一声怒吼 击视而出 并在半空中身形 一模糊的 幻化成了十几道影子 并一个闪动过后 就鬼魅般的 出现在了 寒力头顶之处 这些影子呀 只是微微一顿 无数金黄色的找影 就发出了 痴痴破空之声 闪现而出 并化为了一张巨网 出黑色的雷沼 是一迎而去 一声巨大的轰鸣 从黑色巨罩之上 浮现出了 密密麻麻的 黑色的电弧 和下方找网 刚一接触 就如催库拉朽一般的 将其撕裂而开 甚至于呢 其中十几道 网口粗的电弧 狠狠一踢 那些暴灵兽 虚影纷纷的 一闪而灭 而此事 本体在安利及之后 也不由的 惨叫着 弹出了十几让远去 浑身的毛发 一下子竖起了 漆黑的一片 连气息呢 也变弱了几分 远处的魔师 一声狂笑 三颗头颅 同时发觉一催 巨大的雷沼 再无任何阻碍的直奔 含了一二句 漆黑电光 瞬间就要将其 一下子淹没其中 但是呢 就在这个时候 杭力却发出了一声 淡淡的叹息 两只合着的手掌 突然之间一分而开 一声龙吟般的长鸣啊 一道 惊鸿从两手中间处 一冲而出 一个闪动过后 就从黑色的雷沼之上 一闪而过 黑色的雷沼 一声哀鸣 竟立刻诡异的一闪而灭 消失的是无影无踪啊 远处的魔师 见此情形 脸色不禁一变 但是还没有明白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 金鸿呢 却在高空当中 一个盘旋过后 忽然画为了一道 金蒙蒙的粗大的光柱 冲天而起 足有千余让高啊 在光柱当中 隐约一看金色的长鸽虚影 静静的悬浮不动 同时四周一下子浮现出了 无数点金光 并飞蛾投火一般的 往长鸽中是狂涌而去啊 从金色长鸽中 散发的惊人的气息 竟然似乎将整座天空的天地元气 为之搅动而起 而就在这个时候 长鸽虚影一声呼噜噜的闷响 通替金光一闪 整根光柱都化为了一杆金光灿灿的晴天巨鸽呀 三手魔师目睹此景 脸色顿时一下子大变 不加思索的身形移动 立刻化为了一道乌光啊 腾空顿走 寒历双目寒光一闪 一根手指呢 冲空中微微一点 金色巨鸽轻轻一晃过后 就冲三手魔师无声的一踢而下 那魔师一个闪动过后 就顿到了百余帐外 正要再施展某种大神通 强行破开空间进制 逃之夭夭的时候 就忽然感到啊 四周的空气一热 体内的法力一下子 明智不灵 无法调动分毫了 不好 这魔物刚来得及大叫吕声 直接的整个身躯一凉啊 就两眼一黑 再也没有任何的知觉了 而在远处的寒历的眼中 只看到那金色的巨鸽一落下之后 就化为了一个巨大鸽影 将三手魔师笼罩在了其中 在金光闪动当中 魔师庞大的身躯啊 是瞬间寸寸碎裂 接着那连同原神一同化为粉末 彻底消失了 到了此时 那魔族大汉才是真正的陨落而亡 再也没有任何痕迹 在此世间留下了 换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换听别样精彩 分w.t89.com 杭丽这个时候长吐了一口气 整个人也才真正的放松了几分 他最后斩上魔师傀儡之身的 自然又是花费了诸多心血 才炼制出来的一张天歌符 此符啊 不愧为仙界灵符 一味祭出之后 竟轻而易举的斩杀了强敌 当然这也是因为啊 魔族大汉 肉身已失 无论法力神通都大减多半 否则 此符微能呢 就算是在那天也不可能凭空的斩杀这般一名魔族大敌的 至于他先前的击杀大汉肉身的神通 正是凡圣真魔宫中记载的最厉害的神通之一 但是此神通就像魔族大汉所说的 以杭力现在的修为和肉身的程度啊 并不足以施展大 乃是进展大成奇之后 才可以动用的逆天神话 杭力在闭关期间 稍微尝试一下之后 自然呢 也是明白了这一点 不过 这涅槃圣体的威能实在是太强了 一旦施展之后 即使只是初期的一捏变身呢 也可让法力凭空积分背形以上 更别说那一身鬼神退避的恐怖的剧力了 孤儿涵力苦苦鸣死之下 倒也终于想到了一种啊 让其勉强施展的替代之法 就是动用啊 金哲爵的力量 暂时的激发体内潜藏的真灵之血 借助这些真灵之血 来暂时的催动此神通 这种方法对于现在的韩力来说 几乎是一种杀敌一千 自伤八百的两败的手段 不要说一旦动用之后 元气损伤之大了 就是这些消耗的真血对韩力来说 也绝对那是一种没有办法忍受的损失 孤儿在原本也根本没有在这次大战中 用此神通对敌的意思 但是这魔族大汉实在是太强了 特别是最后啊 突然施展出来的九魔子母枪 是用其元神之力幻化而成的逆天神通 足以和大成修士的权力一击相媲美 就算它证明挨了一击 也绝对是非死即伤啊 韩力无奈之下 才只能将元鹰一下子顿出 而将身须借用真灵之力 一下子幻化成了不同的真灵化身 一同出手的抵挡下了此攻击 既然已经将真灵之血激发 而魔族大汉又不是普通神通可以击杀的 它一咬牙之下 也就顺水推舟的直接动用 这原本没打算使用的涅槃圣体了 当然了 韩力会如此大胆的运用此神通 也是自己手中啊 还有另外一种杀手锏 天歌服 并不用担心 真的落个两败俱伤的下场 而两大杀手锏一起动用之下 果然如意的击杀了神通 几乎不下于自己的魔族大汉 这让韩力的心中 也是一阵感慨万分啊 不过现在的它 一身法力也消耗了大半 战力呢降低到了极点 当即固捕着此地仍是战场之上 抬手放出了一个黄蒙蒙的铺团 盘膝坐在了上面 韩力两手一掐绝 竟就此闭目运动调息起来 刚才服下的那些丹药 虽然让其避免暴体反噬之危 但是如此匆忙之下 自然是不可能全都脸吸收了 载体内一下子积攒了可怕至极的药力 若是不及时的强行镇压住的话 后果自然不堪设想 好在呀四周有法阵保护 暴灵兽的也一个闪动过后 重新出现在他身旁护发起来 到一时不用担心有什么意外干扰的 一小会儿的功夫过后 韩力的身上就浮现出了一层金色的光强 并徐徐的流转不定着 身体其中的韩力化身成为了一具金色战神一般 不动一下 忽然他双手发掘一变 手指一下子车轮般的在胸膛处连弹而冲 破空之声一响啊 十几道纤细银丝一闪即逝的就不见了踪迹了 正是十几纤细如发的银针 被他使法弹入到了身躯当中 借用秘术之力锁住了经脉中的一些要害之处 接着一只袖子一抖 又是十几枚颜色各异的福禄飞逝而出 一个盘旋过后往韩力身上击射铺去 瀑布底正这些福禄啊化为了一团团光叶爆裂而开 随之呢化为了十几个陡大的浮纹虚影 一个闪动没入身躯中不见了踪迹 韩力一声梦哼呢脸上淡淡的金光一卷 身上气息略微一丈又马上的就恢复了镇定 再等片刻过后 他轻口利口气之后 终于呢睁开了双目 总算暂时压制住了 也不知道另一般的情形怎么样了 他二人可别出了什么意外啊 韩力将蒲团一收 站起了身子 喃喃嘴了两句 之后目光一闪 他往某个方向扫了一眼 若是没有错的话 今夜禅师二人应该还在 和那血光圣祖化身 正在经历的战斗者 韩力沉吟过后 正想再有其他举动的时候 忽然之间 空中猛然一阵剧烈的颤抖 接着山崩地裂般的一声巨响啊 天空和四周光幕瞬间寸寸碎裂 整座空间法阵 竟然被人用莫大的神通啊 强行击碎而开 三十六名南修 身形一个亮相啊 纷纷地从虚空中闪现而出 或口哼鲜血 或肢体自行暴裂 身前的布阵气质 更是凡尸之下凭空溃散 韩力的颜色微变啊 目光一凝 从附近某片忽然显露出来的地方 一望而去 只见那边赫然有一个 通体晶莹血红的巨大的骷髅 正在发出了低吼刺虐 这样 只见这只巨大的骷髅 足有百余杖膏啊 并化作了三头六臂的模样 六只大手中 还各自握了一件黑油油的兵器 这六件魔兵 一起挥动之下 掀起了阵阵魔风 黑系中的 也有无数的刀枪 是狂卷而出啊 日之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提起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14回 在骷髅硕大头颅的顶部 血袍少年一手掐绝 一手呢 拖着一颗呀 黑色的大印 站在那里 双目微臂 仿佛正在全力催动身下的骷髅 在对面处 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两人呢 却是一副狼狈至极的模样 一个身上金色的袈裟 碎成了树片 胸口处呢 更多出了一个惊人的血色的手印 半尺多身 仿佛半瘦的肋骨 金树化为了粉末 但是 天明一丝血气啊 也未曾流出 另一个人呢 头上的发迹披散而下 脸色苍白异常 手中一柄七色雨扇 赫然光芒暗淡至极 二者身弦都有数件宝物 是盘旋飞舞啊 化为了层层光幕 将自己护在了其中 但在那魔风的冲击之下 却摇摇欲坠 狂闪不定 随时呢 都没有办法再支撑下去的样子 这血色骷髅 竟然拥有了如此可怕的实力 一物被他五爪抓在了手心中 尽致的消失 虽然那边还在处于争斗中的三个人 也一下子都看清楚了韩力这边的情形 三者的神情却大不相同啊 阴发老者和金月禅师均都是惊喜交加呀 而血袍少年呢 却流露出了惊疑不定的表情 要知道 从他们和韩力魔族大汉一分而开 中间呢 也不过只隔了一小段的时间而已 可是现在 韩力黯然无恙的站在那里 而那魔族大汉 却凭空的不见了踪迹 血袍少年可是深知 魔族大汉的厉害 就算是自己本体出手 也没有将其击杀的把握 在他心中呢 绝不肯相信 韩力如此短的时间呢 就能击杀了魔族大汉 当即目光闪动的来回扫尸不停 韩导佑 快出手啊 我们一同合力来对抗次聊 到底的气息怎么变得如此弱了 不好 那边的血袍少年 十年呢 往韩力这边狂扫了几遍 没有感应到魔族大汉的气息之后 身下血色骷髅 忽然手中魔气方向一变 冲着韩力所在处 虚空狂击而出 一股魔风咆哮飞出 黑风滚滚当中寒光闪闪 隐约有上千幻化而出的刀枪 等各种魔兵利刃 显然啊 这位圣祖化身 同样发现了 韩力气息的衰弱 心中带一一起 不管三七二十一的 给韩力来了狠狠一击 以这波攻击散发的惊人的气势 韩力现在要是应接的话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其面孔上 却丝毫慌乱之意都没有 只是把袖中遗物啊 轻飘飘的一抛而出 一身乌液怪笑过后 一只漆黑的乌环被一抛而出 并从中的涌出了无数朵金花 这些金花在半空当中滴溜溜一转 在狂胀的闪烁不定当中 化为了一只只啊 全套大小的金色的甲虫 足有上万之多呀 每一只都金光灿灿 形态争灵异常 正是那些成熟体的弑金虫 寒厉虽然说肉身法力是大为不足啊 但是神殿强大却丝毫未减 故而此刻催动这些弑金虫 仍然游刃有余 而这些弑金虫在其法觉一催之下 顿时一声嗡鸣化为了一片金云 挡在了寒厉身前 然后寒厉一根手指 虚空一点 金色的银雾一凝过后 竟然化为了一面金光灿灿的巨大的盾牌 这个时候 远处魔风一个卷动之下 裹挟着无数的利刃 撞击到了盾牌之上 轰隆隆的一片阵绵绵俱响 盾牌的表面爆裂声阵阵 本身固若金汤 看似气势汹汹的魔风 竟被硬生生的全挡了下来 远处血袍少年见此情形啊 脸色微微一变过后 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再施展何种神通的时候 对面的含力却是一声低含 抬手往其这边一点 口吐一个去字 砰一声啊 金色盾牌一下子解体而开 上岸甲虫一下子嗡嗡的急射而出 化为了一片金云滚滚而来 几个滚动过后就一下子到了血色骷髅进前处 不好是势金虫群 血袍少年目光啊 在虫群中狂扫了几下之后 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脸色顿时大变 暴号了一声 随后身下的骷髅将手中的魔兵 狂舞了几下之后 竟一下狠狠逃出 一个闪动化为了六条黑色的巨蟒 直扑重云而去 至于血袍少年自己 则双族呢 花芒一彩身下的骷髅 血色狂风一起将其连同骷髅 一下子卷入其中 滚滚的向远处飞快的逃去了 轰隆隆急声巨响 六条黑色的巨蟒 一扑进金色的虫云当中 只是几个闪动过后 就立刻消失的无影无踪 而重群身影一年之下 却忽然幻化成了一只金色的巨鹰 双翅一展之下 立刻就化为了一道粗大的金光 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直奔 血色狂风脊椎而去 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目睹这一切 脸上的神色自然是先经后洗 快动用内务吧 此时正是良心 银发老者忽然一声低口 银僧也正有此意 金月禅师 目中寒光一闪 毫不犹豫的同意了 二者当即交换了一下眼神 忽然同时手掌一翻 各自小心翼翼的取出了半边锦帕 这锦帕焦黄无比 表面更有一些脏兮兮的符文明印上面 看着的是破烂不堪 但是老者和僧人却对手中之物看重无比 刚一取出来之后 立刻凝重的同时念念有词 并将紧帕的往血袍少年逃走的方向 猛然一记而出 亮团灰光腾空而起 在空中一个盘旋过后 往中间一距 竟合二为一的换为了一张灰蒙蒙的太极图 并一闪的在空中不见了踪迹 天空为之一暗 无数黑云在空中瞬间浮现而出 随之一声雷鸣 云雾一分之下 一个仿佛小城般的太极虚影 从空中一落而下 一下呢将下方千目大小的地方 全都笼罩在其下 无论正在鸡舍顿走的血袍少年 还是战场上其他处虚影其中的魔族 君觉的身躯一沉 身形一下子为之 凝致缓慢了起来 不过这种限制对那些魔尊等界 却不值一提 他们虽然说呀心中一惊 但是只要将体内的法力一提 也就若无其事的承受了下来 至于血袍少年 那更是夫进血风一卷之下 就顿素丝毫不减的 仍然滚滚远去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吟放老者和金月禅师 却两手冲高空凝重的一点 口中同时念念有此起来 神尘的咒语之声 一下子在整个战场上空回荡不已 下一刻 巨大的太极虚影 默然之间光芒一闪 就以血袍少年为中心 缩小到了母许大小 无数的五色符纹 从中狂涌而出 太极虚影一下子变得光芒刺目 仿佛彻底光智化了一般 幻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幻听别样精彩 分w.t89.com 浓缩的太极镇图 只是滴溜溜一传 就化为了无数重虚影 从空中的血袍少年一压而去 血袍少年呢 只觉得四周空气一紧 无数股庞然俱立 就从四面八方狂勇而来 让其催动的血缩狂风啊 一声闷响 就此爆裂溃散 巨大的力量跌流入一转之下 竟一下子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漩涡 将少年和其身下的骷髅 全卷入了其中 要就此啊 四内城无数的碎片 而少年自己和身下的骷髅山区 一沉之下 在原处无法前进封毫了 不好 是悬天圣袍 血袍少年 脸色骤然一变 一声惊呼 慌忙啊 将手中那块黑色大印一记而出 大印飞快的一转 化为了阁楼般大小 并放出了万道黑光 往太极图上狠狠的 一砸而去 轰个一声巨响啊 太迪图的略微一晃 表面光滑一闪就将大印一弹而开 让其无功而返了 血袍少年似乎也未指望 刚才一击呢 就能够破开禁制 一声低号之下 身躯飞快的一钮 整个人就没入到了身下的血色骷髅当中 下一刻 黑色骷髅三颗头颅猛然一张口啊 分别的喷出了一张黑色的俘虏 一块紫色玉佩 以及一团血色的光球 三五刚一出现 就同时一声闷响的爆裂而开 分别呢 化为了一股黑色魔气 一团紫色霞光 和一喷血色细丝 往骷髅身躯之中 一钻而入 顿时啊 血色骷髅表面 一下子浮现出了三种 不同颜色的诡异的符纹 遍布身躯各处 接了一声痛苦的大叫过后 身体一下子狂胀背许 勉强挣脱了四周距离的棍树 手中六剑黑乎乎的魔兵 更是往一处啊 猛然一挥 黑光一闪 一垫酷似掩月刀般的长柄冰刃 立刻一凝 然后融合浮现而出了 血色骷髅 六目绿光一动 流露出了恶狠狠的目光 六只翠红大手同时握住了 魔兵长长的手柄 对阵空中太敌头 狠狠一掌而出 一道百余亮堂的黑色的刀光 划破天空一般的从太极图上一闪即逝 太极图为之一顿的 中间处默然之间浮现出了一道淡淡的黑痕 随之无声的一分而开 竟被硬生生的斩成了两片 血色骷髅 只觉得四周距离 一下子大减多半 当即大姐过往血空一提就要腾空顿走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远处的银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却二话不说 同时一张口 各自喷出了一团精血出来 并虚空一点之下 化为了一股股血雾 凭空不见了 从原本被展开的两片太极图 一下子翁鸣之声大作 里面呢 漠然之中多出了数股陌生的气息 并一个闪动重叠在了一起 光芒一闪 裂开的太极图竟然一下子重新的 弥合如初呢 并再次的呢 旋转了起来 血色骷髅的庞大的身躯啊 刚化为了一道血红 腾空飞铁的十几丈高 就呼噜噜一声的被重新浮现的 庞然俱立 硬生生的一压而下 又再一次的被困束在了当场 藏身血色骷髅中的血光化身 见色情形 心中暴怒可想而知了 不加思索之下 手中的长柄拨人 立刻车轮一般的冲空中狂批不止 一道道黑茫茫的刀光 仿佛一条条冲天而起的黑龙 将太极图不停的冲开绞碎 但是无论刀光如何吸力凶猛 太极图啊 接着要光翔一闪 就会瞬间恢复如常了 将血骷髅死死的沉住 而没有办法离开封壕 相对于此的代价 就在原处的营发老者二人 不停的呢 激发精血之力 来拼命的催动太极图瓷宝啊 二人口吐精血之下 一身血肉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飞快的干瘪枯萎了起来 一副拼命至极的模样 血袍少年惊骇至极啊 心念飞快的一转之下 猛然一有扬 血色骷髅中 六条手臂中的四条 忽然发出了巨响爆裂而开 碎掉骨片被一团血舞一卷之下 竟在骷髅背后呢 幻化出了一对 巨蒙蒙的巨大的骨翅出来 骷髅残余的两条手臂 各自掐动不同的法觉 拒致狂山之下 原本纹丝不动的身躯啊 微微一晃 竟再次的腾空而起 这一切看似繁琐 但是都发生在雷光火石之间罢了 但血色骷髅此举啊 却明显的有些迟了 天空中破空之声一响 那只士金重群呢 凝聚幻化的金色的巨鹰 终于一闪 击射而至 并直往血色骷髅背部 狠狠一抓而来 不好 血色骷髅三颗头颅啊 猛然之间狂摇着大叫了一声 手中长笔魔人慌忙的 冲金色巨鹰一掌而去 同时呢 背后巨尺不惜法力的狂山两下 顿速一下子快了大半 但是可惜的是啊 他此刻身处太极图的笼罩之下 纵然说已经化为了一团 血光飞快的逃走 但是比起应该有的顿速来 仍然显得是奇漫无比 而那金色的巨鹰被黑蒙蒙的刀光一展而中过后啊 立刻砰的一声化为了万朵金花一扑而下 只见点点的金光狂闪之下 血色骷髅一声惨叫过后 就被万余之士金虫一下子淹没了 他身躯每一寸地方都爬满了拳头大小的金色的甲虫 并发出了咯吱咯吱的吞噬声 远远看去啊 让人是毛骨悚然 血色骷髅 纵然是血光圣祖用一件一宝幻化而成的 在虫群包裹中仍然七粒惨叫之声不断 上万式金虫一同吞噬之下 吞噬的速度之快简直是骇人听闻啊 仅仅几个眨眼间的功夫 骷髅肩欲尽坚实的身躯 就硬生生的少去了小半 眼看着再过片刻之间的功夫啊 就要被吞噬的一干二净了 远处银发老者和老僧见此情形 顿时大喜 可真是成熟体的士金虫啊 也亏得韩道友能一次催动这么多的凶虫啊 道友所言极是 墨剑离大人相赠的一次性圣宝 看来也是用对了时机啊 幸亏前些时间忍住没有动用此宝 否则哪能出其不意的将这个魔头留下呀 金虐禅师呢 也神色一松极为的欣喜 而就在这个时候 韩丽身形几个闪动过后 却出现在了血色骷髅旁边 双手缩在袖中 微微晃动了几下之后 就丝毫表情都没有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一千三百一十五回 同一时间 在血色骷髅中身躯藏身的血袍少年 却满脸的惊慌的表情 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眼见血色骷髅转眼之间 已经被吞噬缩小到了树杖大小 再也没有办法将血袍少年 护在其中的时候 他忽然一摇摇 梦然那单手一敲法绝 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就传了过来 血色骷髅的残骑表面 一样血盲狂闪过后 一下子呢 化为了一团血色的光运 暴力而开 滚滚气浪一卷之下 就将上万的士金虫呢 一下子尽数震飞而开了 但是这些士金虫中 却有十几只啊 精光狂闪 竟使那气浪如雾般 不退反进 一个闪动 就如同剑弩一般的射到了 显露出身形的血袍少年背上 并獠牙壁落的大口 黄咬了起来 这正是 含里的那十几只候选的士金虫王 这些虫王 每一只呢 几乎都有着 不下于练血后期修士的神通 在刚才被含里悄悄地放出 并混进了虫群之中 凭借几乎一般无二的气息 倒也隐瞒过了血光化神的耳目 并真的一击得手了 而血袍少年呢 一下子疼得直去心肺当中啊 却知道自己是否能逃得性命 就在此一举了 当地大叫了一声 对背后十几只士金虫不管不问 反而化为了一道惊鸿 从中击视而出 一个闪动之下 将顿出太极图的笼罩范围了 含里目睹此景 恋上竟然丝毫慌乱之意都没有 反而目光一闪 流露出了一丝鬼之色 下一刻呢 血红前方的虚空当中 突然淡淡的金光一闪 十几道淡金色的兽影 一下子诡异的闪现而出 同时一片密密麻麻的着影 瞬间爆发而出 一阵爆裂声过后 那十几道兽影一阵呢 倒射飞出 光芒一散 重新晃化成了一头啊 淡金色的异兽 明显不敌 而那道血红中却猛然一声大叫传来啊 血袍少年顿光为之一顿 可就在这片刻的耽搁 那些原本被震飞的虫群 就立刻一声呼啸的再次一扑而上 将血袍少年本体彻底的包裹进去了 惨叫之声 一下子从血袍少年口中发出 其飞怪的掐绝之下 从体表呢 一下子冒出了滚滚血风 和那鼓鼓的漆黑的魔器 在附近呼啸 狂卷不停 但是无论如何 这神通在其体表狂卷而过 那些密密麻麻的使金虫啊 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 死死的盯在他的身躯上 不放分毫 可怜这位魔族的圣祖化身啊 纵然满身的魔工在身 但碰上着刀枪不入水火不侵的使金虫 再无克制宝物在身 并被一宝限制顿兽的情况之下 竟然丝毫抵挡之办法都没有 轻刻间的功夫 蟹袍少年整具肉身就被吞噬得一干二净 人里面的原因都没有来得及顿出 这个时候 上万十斤虫才一声翁鸣 一散而开 化为了无数金花啊 朝寒历所在的方向 积舍而回 寒历袖子一抖 顿时将所有的灵虫的尽数的收入到了体内 然后目光一扫的太极图下 空空如也的地方 脸上的表情才真正的为之一松 这个时候 那光制化的太极图 砰一声 也默然之间化为了点点灵光 碎裂而开 远处操纵磁宝的老者和僧人 却同时的那一张口 再次的喷出了树团精血出来 身上血肉 一下子又萎缩了两分 当二者目睹 血泡少年被虫群吞噬掉的情形过后 神色却 狂喜至极 好了 这魔头终于死掉了 我说韩导游啊 那名魔族尊者是不是同样陨落在了你的手中啊 银发老者纵然说 双目啊 神光暗淡至极 此刻却大笑了起来 是的 明明后期魔尊虽然大为棘手 但是的确已经被我杀了 韩丽呢 并没有必要去隐瞒此事 大人一笑点了下头 哎呀 韩导游真是立下了不适之功啊 这一战我们必胜无疑啊 银发老者纵然心中最后一丝担忧 也彻底的放了下来 接着呢 他不加思索的深吸了一口气 猛然大声的狂呼出口 魔族圣族已经被我等击毙 你们这些魔崽子 还有什么成为的余地 魂飞魄散 就是你们唯一的下场 老者的声音呢 惊雷一般的在整个战场上空 轰隆的回荡不停 几乎人魔两族都听得清清楚楚啊 人族一方听了 自然是一阵昏昏 士气瞬间高涨了数倍 而魔族一方文言呢 则是一阵骚动 那些高级的魔尊 目光往老者这边扫过之后 结果真的没有看到 解剖少年和魔族大汉二者的身影 心中啊 顿时是一阵骇然 也不仅有些茫然了起来 而引发老者和金月禅师 见此情形则已掐绝 立刻裹挟着数件宝物 奔他们最近的一个战团飞扑而去 在那里啊 正有两名天元城长老和两名 魔族尊者厮杀的难解难分 一家二者来势汹汹 当即面色大变的互相看了眼 走 其中一名身穿青色魔甲的老者 漠然一声低贺 对外一名浑身被黑气包裹的魔尊 则二话不说的冷哼一声过后 仍手一搓冲对面一扬 轰鸣之声大起啊 无数黑色雷火扑天盖地的狂辟而出 将对面两名人族长老逼得暂时围之一退 接着呢又是单手一抛 一辆漆黑木舟就出现在了半空当中 他一个闪动过后 漠然到了上面 木舟是一声轰鸣啊 就化为了一道黑红破空远去的 至于另一边的青甲老者 则早就亮出了一面青色的番旗 并狠狠一摇之下 一股青蒙蒙光辖大放啊 将其身形一下子淹没进了其中 金光一闪 他竟然一下子在原地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而下一刻数百丈外空间拨动一起 一道道淡淡的人影一闪而出 但是青光在一丈之下 就又一次的不见了踪迹了 这两名魔尊竟毫不犹豫的逃之夭夭了 他们的对手 两名天元城的长老见此情形 自然是大不甘心啊 合力将黑色雷火一击而散之后 叫驾驭顿光追了下去 但就在这个时候 银发老者和金叶禅师却一闪的到了附近 立刻叫住了二者 二位道友先不必管这些退走的魔尊 先去助其他的道友要紧啊 银发老者嘴唇微动的传言了几句过去 接着呢 也就顿光一变 又扑下了另外一个战团 那两名长老当即有些恍然 当即就没了穷追猛打的心思 也向其他的战团呢支援而去了 转眼之惊 整个魔族大惊彻底的大乱了起来啊 那些魔族尊者见事不妙 当场就有不少人呢向后逃离而去 有些穷凶极恶的还想带队继续厮杀的时候 却被缓过手来的人妖两族合体修饰 一呼而为 要么被斩杀当场 要么就被重创顿走 至于那些低阶魔族 没有魔族尊者的统帅和指挥 心中大为惶恐了起来 纷纷无形攻打城市的野往后败去 并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人妖两族纵然说也损失惨重 却士气大震之下 纷纷冲下城池 一路追杀而去 一时之间的 方圆数万里内到处喊沙之声一片 无数的魔族向远处仓皇而逃 而在他们后面 各种光滑扑天盖地的紧追不舍 不时有低中阶魔族被光滑一扫而住 就饺子般的纷纷坠落而下 一副生死不知的模样了 杭力呢 并没有跟金月禅士等人出手 对付那些魔族尊者 而是静静的待在原处 目睹着魔族大军溃败的 整个过程 当他见到 所有的魔族纷纷地逃离了天渊城附近 并被人妖两族 如同赶鸭子一般追得眨眼之间 从附近虚空消失的无影无踪过后 终于长出嘴口气 在此种情形之下 魔族大军算是败局已定了 此刻 哪怕再有魔族圣祖化身降临 也丝毫不可能有何挽回的余地了 杭力再在原地稍待了一会儿 见大部分守卫都越追越远之后 却清光一闪 带着暴林兽向城中击射飞去了 而整个城中的人妖两族的普通存在和散修呢 也已经知道了魔族的大败的消息 巨城中顿时到处昏乎一片 众多低阶修士冲出住处 尽情的发泄心中的狂喜之情 一时之间街道上和低空处到处人影重重 热闹非凡啊 韩丽见此情形 纵然说一向心静如水 此刻也不禁大觉欣慰 但是丝毫停留之意没有 仍然一路急迟 往住处顿去了 幻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幻听别样精彩 www.t89.com 没过多久 他就远远地看到了自己的食堂 灯光一闪 毫不迟疑地直接没入其中 他并没有呢 回到最顶层的住处 而是直接施法顿入到了 石塔底部百鱼杖身的密室中 韩丽将禁止一打而开 并吩咐了暴林兽几句 就急忙地入定调息 他现在啊 元气大损 体内呢 还有各种要力 交织冲突 情形自然不容乐观 自然还是越早调治为妙 孤儿渣甚至呢 都不等银发老者等人得胜回来 就先回住处 闭关起来 就在韩丽闭关的时候 人妖两族修士 在诸多合体修士带领之下 一口气呢 追杀了溃败的魔族大军 三天三夜之久 虽然说 此过程中 击杀的魔族尊者 寥寥无几 但是将魔族的中低阶存在 却被他们呀 至少斩上了十之五六之多 天渊城大军 算是取得了真正意义上的大胜 这才人人兴奋的 踏上了回城 当然了 为了防止魔族大军的死灰复燃 银发老者等呢 仍然安排了不少的人手 继续地坚持残余魔族的动静 一回到城中 所有出战之人都受到留守之人热烈至极的欢迎 而且全城大百庆宫宴 嘉宇庆和一番 几乎全城的人呢 都参加了这盛大的庆典 但是许多人不知道的是 天渊城的一干长老啊 却并没有加入到这场欢庆当中 而是和其他一些出战的合体修士 在某间隐秘的大殿当中 又开始了秘密的聚会 其中呢 就有从圣岛偷偷前来支援的一干合体使者 也有几名一直名声不显的天渊城苦修之士 这个时候 一干合体存在 刚刚听银发老者讲述完了 那血光化身如何被万重吞噬的事情 一个个都不禁流露出了 亥然的表情 士巾虫 还是成熟体的士巾虫 此凶虫竟然还被人培育出了上万之多 这真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 那名血光圣祖化身和另外一名 还要厉害多的后期摩尊 全都是命丧在了这位寒道友手中了 一名满脸乌黑硬虚的黄脸汉子 惊讶地说道 唉 说来惭愧啊 这一战 老夫未能起太大的作用 这是前妻和金月大师缠住那老魔化身一会儿 后来还是依靠韩道友的士巾虫 才能击杀的对方啊 而在此之前韩道友就已经独立解决了另外一名后期摩尊了 银发老者苦笑着说 哎 师兄何必过谦 要是没有你和大师动用的圣宝 向来韩道友即使能够催动士巾虫 也绝难真正追上那圣祖化身的呀 另外一名双目细长头发碧绿的老翁 却若有所思的说了一句 翠翁啊 那太极圣宝是莫见黎大人临走前所策之物 古某可是万万不敢领此功啊 阴发老者文言连忙摇头 那先天圣宝其实好催动的呀 古兄和大师也是拼着损失浑身精血 这才能够做到这一步的 如何说就没有功劳了 若是这般也不算的话 那我等更是问心有愧咯 老翁黑黑一笑 阴发老者和接约禅师自然又是一番谦让 这个时候呢 一名身穿淡蓝长裙的妇人 咽然一笑的开口了 古兄和大师的功劳不用再说了 光是这大战前的这番苦心的策划 二位道友的功劳就绝对拘手了 不过听道友刚才一说 那位韩道友神通之大 也绝对非同小可 恐怕足可以在我等两族中排进前五了 这等人物切身可一定要见上一见 但这位道友如今身在何处啊 不错 谁夫人所言极是 老夫同样的也想见上一见的 其他人中立刻有人硬和的说道 诸位道友现在见韩兄的话 恐怕有些不大方便吧 因为韩道友这次大战也损耗了元气不少啊 所以一回城之后就立刻闭关入定了 所以这次聚集嘛 我也没有再找韩道友过来的 银发老者缓缓地说道 哦 原来这样啊 倒是切身此言有些鲁莽了 那切身就等韩道友出关之后 再亲自的登门拜访吧 蓝巡夫人文言脸上流露出了可惜之色 其他人中的几个人呢 也流露出了一丝遗憾 但是自然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这一战呢 韩道友虽然说鞠躬不小 但是本城能够幸免于难 主要呢 还是靠着诸位的大力相助啊 老夫也不多是什么感谢的言词了 以后诸位只要有什么地方 能用得到天渊城的 只要能和老夫说上一句 本城呢 就一定会全力相报的 银发老者神色一素 然后从其他人一抱全说道 另外几名天渊城长老起身之下 也同样的承诺不已 其他合体修士听了此话 脸上都不由流露出了喜色出来 以银发老者等人的身份 此种承诺 可是非同小可呀 以后肯定大有用处的 当即呢 也同样的客气了几进 这一次的大战 我等虽然说胜利了 但是 仍然不可掉以轻心啊 毕竟那些魔族尊者和进版魔族大军 还是完好无损 那名世光圣族只要一狠心 肯再降临一句化身到灵血内 恐怕我等还要再面对另一场苦战啊 为了防止此事 本城绝不可以再困守一地了 而必须借助此战大圣之良计 加以主动出击 将残余的魔族大军 继续加以追杀才可 绝对不能让这些残余的魔族 再有重整旗鼓的任何机会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16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316回 其他合体修士 听闻了引发老者的话之后 倒没有觉得意外 并且大多数人呢 都极其赞同的点头称事 于是 引发老者在几名天渊城长老的协助之下 飞快地将一些任务布置了下去 在场的大半的人妖两族存在 都将被派出城外 继续围剿天渊城 原先控制地狱的残余魔族 另外一部分人呢 则留守天渊城 并负责尽快地将所有毁坏法阵和一切防御禁制修复 当然了 最重要的事情 还是啊 另外派人将附近地狱的魔界通道节点 马上摧毁掉 让魔族呢 即使再派援军过来 也没有办法降临在天渊城附近了 因为这些事情都极其的要紧 所以分派完毕过后 在场的人呢 就立刻告辞各行其事了 转眼之间 大厅中就只剩下了银发老者 金月禅师 还有那名叫崔翁的老者 此老呢 正是盛岛所派使者中的一人 和银发老者在大殿中秘密商谈了许久 这才飘然离去 而商谈过后的银发老者却满脸喜色 似乎从老翁嘴中啊 得到了什么好消息 不久之后 在天渊城派出的众多合体修士的努力之下 那些原本滞留在附近的残余的魔族 又被围杀剿灭了一批 但是剩下的其他的魔族 却在一些魔族尊者带领之下 缓缓地退出了天渊城地狱 投向了相邻地狱的其他几支魔族大军 在此情形之下 天渊城追兵自然也不敢再追杀下去 而是在边界地带布下了大量的岗哨过后 也就返回了城中 到此为止 天渊城大战才算真正的落下了帷幕 整场大战 人妖两族最终取得了大胜 但是防守力量也被摧毁了三分之一还多 甚至于还有数名合体七长老 也在此战中意外的陨落 至于练习七以下的更是死伤无数了 不过好在总算是击退了魔族大军 甚至于呢 还击杀了相比更多数量的魔族 也算是取得了自从魔节以来的第一场大胜 相信这对两族的士气鼓舞另有决定性的意义 当然了 天渊城的省力 并不是说两族真的在魔族中占据了上风 相反这个时候 其他地域据点呢 也同样的面临了被魔族大军围困的境地 至于这些据点是否也能力挽狂澜 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相对于此事 天渊城已经大盛 并将魔族呢 已经驱赶出了控制区域过后 顿时这片土地又冒出了不少的散修和宗门市 世家的残余势力纷纷的加入到了天渊城中 甚至于呢 连那些魔族控制的相邻地狱里边 也有众多的散修和小势力甘愿冒险的往天渊城地狱逃逆而来 如此一来天渊城损失的人手 很轻易的就重新补充上了 相信再过一段时间 即使有魔族大军卷土重来天渊城一方呢 也有再战之力 就这样 天渊城的一切都在飞快的恢复着 并拼命的积攒着一切可用的力量 时间如梭 一年转眼就过去了 这一天 杭丽居住的地方呢 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海大少和七灵子闻讯已经急忙把他迎进了顶层的大厅当中 这个人一在大厅当中坐下就立刻毫不客气地冲七灵子问道 我这次来找你们师傅有要紧知识 你们给我通病一下吧 回禀前辈 家师正在闭关 并早已嘱咐过 不再见客 七灵子虽然说心中有些不安 但仍然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无妨 我和你们师傅以前早就相约好的 你尽管通报一声 寒闹友是不会责备于你们的 这个人神色冷淡并不在意 好吧 既然前辈如此说了 那晚辈就试上一试 七灵子略意愁愁 深知眼前之人呢 实在不同一般合体修士 也就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接着他手掌一翻 一让传音符闪现而出 第一手冲符说了几句话之后 就一扬放了出去 石塔底部的密室当中 自从闭关之日起 就再未动上分毫的寒历 忽然之间呢 身上金光一闪 紧闭着双目竟缓缓缓的睁开了 只见他双目金光闪动 明显的那元气已经恢复大半的样子 单手虚空一抓 扑地一身过后 一道火光从虚空中直接滑破飞出 一闪到了其手心中 哈利神殿呢 往其中一扫之后 目光一动 不禁喃喃说了一句 哦 他是谁 既然是他到了 看来不出去见一下 是不行了呀 话音刚落 他就从铺团上站了起来 身形一阵模糊 直觉化为了一道青红 从密室大门处一顿而出 片刻的功夫过后 石塔顶层的大厅中心处 金光一脸 哈利身影就笔直的出现在了那里 拜见师父 七灵子和海大少 一见哈利当即大喜迎头就拜 你们起来吧 龙兄啊 你这次来的时间可不太对呀 似乎比约定的要早上了许多 而且现在来到天元城 就不怕那些魔族 趁机将龙家据点铲平了吗 哈利冲两名弟子一摆手 就回头呢 冲来访那个人淡淡的说道 这名正上下 大量哈利的客人 面色淡金 目中呢 闪过一丝惊讶的表情 赫然正是 当年和哈利有过秘密约定的 龙家老总 龙某敢远离到此 自然在离开之前 早就做了安排的 倒是听闻道友进阶了后期 并且还在不久前大战中 各斩杀了一具 魔族圣祖化身和后期的魔宗 此消息啊 老夫原先还不太相信的 但是现在看来应该不假了 韩道友进阶后期过后 修为 竟然一下子暴涨到了如此地步 老夫自愧不如啊 不过如此的话 老夫倒对我们约定的事情 更有几分信心了 至于时间提前了一些 那是因为啊 事情起了一些变化的缘故啊 龙家老祖将目光一收 神色虽然平静 但是目中难掩一丝骇然地回答道 在下前几年颇有一些独特的机缘 这才能够如此地进阶后期 至于斩杀那魔族圣祖化身 可不是靠韩某一人之力 古道友他们也处理颇多呀 韩力脸上一丝惊讶闪过 但是并没有急着追问什么 反而呢 轻描淡写地解释了两句 不管怎么说吧 能击杀一名魔族圣祖化身 这在合体修士当中 也都是一件莫大荣耀之事 况且道友才刚刚紧接后期境界而已 想来等以后将法力修炼到了大城 神通会更进一步的 而龙某自问现在 就不是道友的对手啊 龙家老祖叹了一口气说道 龙兄之言过谦了 好了 道友和韩某细说一下 那事情出了何种变化吧 韩力轻笑一声 终于说到了正题 此事吧 说来话长的 在这里的话 龙家老祖说着目光一闪 扫了一旁的七灵子和海大少爷 有些犹豫 好了 你们先出去吧 等我召唤的时候 再进来见我 韩力自然一下子就明白了对方的用意 当即一回头 毫不迟疑地冲七灵子二人说道 是 师父 两名弟子自然没有任何意见 恭敬地答应道 接着他们就无声地退出了大厅 韩力袖子一抖 一股青色的霞光飞进而出 但一闪即逝地又不见了踪迹 下一刻 附近虚空 嗡名之声响起 泛起了一层层的白光 将整间大厅一下子遮掩住了 好了 现在除了你我之外 此地再无其他人了 龙兄 有话可以直说了 韩力案子将法觉一收 卑微一笑 从龙家老祖说道 既然韩道友将禁止都打开了 老夫自然也就放心了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原先约定进入魔界的时间 恐怕要提前一些了 因为老夫接到的消息 我们两族对魔祖反攻 就在数年后的样子 而到了那个时候 似乎魔界三大十祖 要一同降临我们灵界的 到了那个时候 无论此战是胜是败 我们恐怕都没有机会再潜入魔界了 要想得到那两样灵物 我们只有在此之前先进入魔界之中 那才能有机会啊 龙家老祖神色一下子凝终万分 魔界三大十祖 韩丽一听此话 脸色为之一变 啊 看来韩道友也听说过魔族三大十祖的名头啊 这三个老魔 可是魔界原始古魔中神通最为广大的三名存在 远不是普通的魔族圣祖可以比拟的 听说我们灵界中有好几名异族的大成存在 都曾经在这三个人手中啊分别陨落过的 龙家老祖一说出这些话 瞳孔的不禁微缩了一下 韩丽表情一下子阴沉了下来 并在原地啊 目光闪动的思量着什么 龙家老祖也并没有再开口说什么 只是静静的等着韩丽的回复 据我所知魔族三大十祖从不离开魔界的 当年丧命他手中的那些异族大成 似乎也是闯入魔界之后 这才丧命他们手中的 龙兄能确定这个消息无误吗 过了好一会儿之后 韩丽这才缓缓地开口说道 怎么 韩兄对赛下所说的有所怀疑吗 龙家老祖并没有感到意外 而是反问了一句 不 不是韩某怀疑道友 而是龙兄刚才所说 实在是非同小可呀 在下呢 不得不慎重几分的 杭丽神色不变 若是这样的话 韩导友尽管放心好了 此消息是老夫从圣岛中得来的 而这个消息的出处 却是来自妖族的傲孝前辈之口 他老人家的话 韩导友觉得有几分可能是假的呀 龙家老祖盯着韩丽的面孔 一字一顿地说道 傲孝老祖 他老人家去圣岛了 韩丽心中一惊 目光一宁地急忙问了一句 傲孝前辈不但去了圣岛 还要在圣岛留守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和魔族真正决战开始啊 龙家老祖沉生说道 这么说来 魔族始祖降临的事情 多棒不假了 如此的话 我们的计划可全都被打乱了呀 亨利叹了一口气说道 可不是如此嘛 原本呢 我们打算挨过魔族前边几轮最猛烈的攻势过后 等战局形势稍加平稳一些的话 再放心地进入魔界 但是现在既然是魔族始祖要亲临此界 事情啊 可就不好办了呀 到了那个时候大战胜负关键 多半就要看傲笑前辈莫简离大人 以及圣岛如何来应对了 一旦我等两族败了 这片地狱决定要让给魔族的 我们不得不马上撤离远顿 根本没有办法再顾及进入魔界的事情了 而一旦胜了 所有魔族呢 也会全都败退回魔界的 到了那个时候 各个通道节点 肯定布满了大量的高阶的魔族 我等同样很难混入其中的 而在魔族始祖降临前潜入魔界的话 整个魔界不久后 反而会因为大战而暂时空虚一片的 我等风险就能够降到最低了 从这方面来说 魔族始祖的离开 对我等行动也是大有益处啊 现在也只能这么想了 但是龙兄可曾和灵族那边的人提及此事了吗 灵族那边联系也不太方便 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他们呢 不过 只要我们这边没有问题的话 想来灵族那边也不会有问题的 这次魔族始祖降临 想要对付的不可能只是人要两族啊 附近其他一族应该都是他们的目标 如此的话他们做出的选择也是差不多的呀 龙家老祖非常自信的说道 原来如此 但是此事关系非小 容我考虑两日再回复道友 你看如何呀 哈利想了一会之后 宁重万分的说道 这个自然是应当的 那老夫两日后再登门听韩道友的答复了 龙家老祖倒不觉意外 面带笑容一口同意了下来 两天之后 韩某一定给道友一个准确答复 不过嘛 在此之前 在下还想了解一下 龙兄那边魔族的动静 还望龙兄不吝嗇叫 韩雷点了脸头 忽然话风一转的说道 这别的地方嘛 老夫不太清楚 但是我们几大家族的据点 虽然说被魔族攻打了几次 但总算勉强守住了 不过这也是魔族主力都被圣皇城那边吸引住的缘故 否则的话 我们几大家族可就有些危险了呀 似乎圣皇城那边带队的魔族的统领 大有先集中力量 攻下圣皇城 然后呢 再来剿灭 我等这次等势力的意思 而圣皇也不愧为我们人族中的最顶尖的存在呀 在魔族大惊狂风之下 竟然还有功有手 只是略出一些下风而已 一开始 魔族围城的时候啊 龙家老祖略思量也就徐徐的讲述了起来 韩雷听得极其用心 并不时插口询问几个具体的问题 龙家老祖倒是能说尽说的全做了回答 韩雷听完之后大为满意 于是这位龙家第一修士 和韩雷又交谈了一会儿 也就识趣的告辞了 韩雷呢 一直把他送到了听坛的大门处 看似轻描淡写的忽然问了一句 龙兄收到的消息当中 傲笑前辈可是一人出现在盛岛吗 身边还带有其他门人弟子吗 这个 还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不过 他的确带有一名 敌其后人在身边的样子 哎 韩雷有什么问题吗 龙家老祖略感奇怪 哦没什么 在下随口一问 韩雷打了个哈哈 含糊异常的回答道 龙家老祖文言 目中却闪过了一丝差一只色 但事不关己 当然不会继续追问什么 当吉布到了一出露台之上后 就冲韩雷对拱手 直接化为一道惊鸿 顿出了石塔 韩雷在原地 看着龙家老祖顿光 最终消失的无影无踪过后 就面无表情的返回了大厅 这个时候 七灵子和海大少 进入了大厅当中 再次站到了两旁 海大少 眼中转了转之后 笑嘻嘻地问了一句 师父 你老人家 是不是碰到了什么麻烦的事情啊 不知道弟子 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啊 要是你们能够帮我解决的话 那对维师 也谈不上什么麻烦了 韩雷扫了他一眼 不知可否地回答道 七灵子呢 一脸惭愧 哎呀 都怪我们两个人修为太过浅薄 无法为师父您老人家分忧什么 不过我真的很好奇 师父 您到底碰上什么 麻烦事了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17回 行历听完了 赤灵子的话 摇了摇头 你二人在修炼天赋上 已经算是万里挑一了 否则短短时间之内 也不会有现在这般境界了 只不过此事 对合体修士来说 都是极其的危险的 你们插不上手 那也是正常的 好了 为师的事情 就先不用提了 你们先将天原城的 大概的情形 和我说上一说 那些残余的魔族 可已经剿灭干净了吗 回敏师父 自从您老人家闭关之后 古前辈他们 只是回城稍作修整之后 就立刻分头行事 七灵子呢 当即就把这天原城啊 最近的变化 和发生的几件大事呢 向寒历一一讲述了一遍 当七灵子 讲述完最后一件 认为较大的事情之后 寒历也就将近期发生的一切 了解得差不多了 但想了一想后 并没有什么表示 却忽然问起了 冰凤的事情 回敏师父 凤石姑大战结束之后 似乎领悟到了突破的灵机 也开始闭关了 据石姑说 少则数月多则一年 也就会出关了 海大少连忙说道 你们凤石姑原本具有 灵凤血脉 能在大战中领悟到什么 也是他机缘到的 这段时间呢 你们好好的守在塔中 不要让任何人去打扰他的参悟 航力文言呢 流露出了一丝欣慰之色 是 师父 七灵子和海大少 自然一口领命下来 好了 我需要静静的独处一下 你二人先下去吧 航力满意的点了一下头 又吩咐了一声 师父 你老人家先休息吧 徒儿就先告退了 七灵子和海大少 深思一礼 向门外退去 哦 对了 今天龙道要来访的事情 你二人不要轻易的向外人透露 含力又一下子想起了什么 在两名弟子退到门口的时候 默然之间叮嘱了一句 让人心中一脸 自然恭敬的答应了 转眼之间 大厅当中啊 就剩下了含力一人 他静静的坐在椅子上 单手拖着下巴 双目微眯开始思亮了起来 脸上的隐约的有一丝 恍惚出神的表情 大半年过后 在某片连绵山脉的上空 一群浑身黑气翻滚的魔 正围着七八名人族修士 厮杀个不停 双方啊 似乎实力神通 悬殊不当 但也就因此争斗的 越发的激烈异常了 只见光芒魔光闪动之下 各种轰鸣之声呢 是连绵不绝呀 忽然 远处天边 灵光一闪 一道五色的惊鸿浮现而出 破空之声只是一响 惊鸿就诡异的 一下子到了近前处 下方的魔族和人族修士 都是大吃一惊 在不知道来人 是敌是有的情况之下 不由自主的各自助手 并飞快的后撤开来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 那道五色惊鸿中 却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年轻女子的笑声 既然让我碰到了 那就顺手帮你们一把 幻刚落 惊鸿在魔族一方上略微一顿 立刻现出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苗条的人影 两手一扬之下 成枪上万道五色的光丝击石而出 一扬过后就将那些魔族身躯洞穿个千疮百孔 纷纷的在艳丽霞光当中飞灰灭灭了 多谢前辈大恩 那些人族修士啊 见此情形的心中大喜 当即从空中一拜 称谢不已 但是那朦胧的人影啊 除了一阵轻笑声过后 并没有再说什么 只是略一顿族就再次化为了五色惊鸿 破空飞走 只是几个闪动就在附近的天空消失的无影无踪了 只在原地留下了一地面面相去的人族修士 他们交谈了几句之后 就同样的匆匆的离开了这里 而就在这些人族修士 离开并没有多久之后 忽然高空处波动一起啊 竟无声的又一下子出现了两条人影出来 其中一个身材高大异常啊 一身黑色的战甲 面容丑陋凶恶异常 另外一个人呢 却身材苗条白色工装 但同时啊 全身都被一层薄薄的粉色的灵物笼罩 怎么也没有办法看清楚面容的样子 主人 刚才这些人族修士 要不要小人出手将它们灭了呀 黑甲大汗双目凶光一闪之下嗡嗡的说道 只是一些人族中的中间修士而已 何必去管他们 我们要做的只是死死的跟在此女身后而已 白色工装女子摇了摇头 平静异常的说道 可是主人 我们这 这暗中跟踪此女已经有年许之久了 并未有任何的收获 会不会 这先前的预测 有什么地方弄错了呀 黑甲大汗有些犹豫的说道 这种捕算神通会出现错误 并不是稀奇的事情 但是上一次的诗法算得很成功 我当初按照卦象指引 一见到此女的时候就能肯定他一定就是卦象上遇事之人 跟着他应该有一定机会寻找到能够治疗好我伤势的灵药 或者拥有此灵药的其他人 这可比在如此大的人族地域到处乱撞 有希望的灵药 工装女子呢 淡淡的瞧了呀 黑甲人 却不动声色的回答道 黑甲男子文凭此言 心中再也没有任何的疑问 当即连声称是呀 而工装女子 袍袖一服 一片粉红霞光狂闪之下 而这身影就一下子模糊不见了 同一时间 在与人族相邻的灵族地域一座高峰之上 三名合体骑的圣灵存在 正如临大敌的围着一名面容俊美异常的青年 这件青年呢 一身金色的长袍 双手倒背 站在半空当中 面无表情的望着对面的三个人 在他金色的长袍的正面 赫然印着一朵金灿灿的巨大的莲花 惹眼至极 而在下方的山峰之上 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大坑啊 里面堆积了众多的蚕食遗骸 更有许多碎裂的器物散落了一地 足有上千件之多 但是一个个名气全无的样子 不管你是什么人 如此屠杀我们祖云神同类 并敢吸引他们惊援 已经犯了我们族的大忌 我们三人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 一报此仇 对面三名圣灵中 一名身材矮胖模样的老者 此刻咬牙切齿地说道 旁边的另外两名圣灵 一个呢是首持一劫翠绿竹杖的批发老翁 一个是年约三十一岁的貌美妇人 二者望着金袍青年的目光 同样宛若喷火一般呢 灵族和一般的一族不同 因为开启灵智啊 艰难的员工 故而数量一向相对其他各族稀少无比 故而对每一名成员大多重视无比 但好在灵族人呢 一旦开启了灵智 立刻就会拥有不小的神通 既然元英级左右 只是其中最普通的存在 故而呢 才能和夜叉人妖等族呢 一直同存于灵界一角之中 如同此地的祖云山 正是灵族人居住的一个 颇有名气的据点 这三名圣灵呢 就是此据点的三位太上长毛 前些天呢 三名圣灵因为有事外出一趟 结果一回来 立刻就看到整个据点的族人都被人 屠戮一窟 并将他们本体的精元 吸之的一干二净 而做出此事的凶手 就是这名金袍青年 而且呢 他还留在此地没有离开 这三名圣灵心中的惊怒 那就可想而知了 但这金袍青年的气息 虽然说看似呀 并不太强大 但是三名圣灵 却均都没有办法看穿 对方具体的境界修为 只有让他们暴怒的同时 引引的感到有些不安了起来 否则的话 早就动手倾向的对方 哪儿还会一直僵持到现在呀 哼 你们说完了没有 其实一些化形的玲珑而已 看在我面前如此放肆 他们的精元能给我所用 也算是用得其所 我看你们三个修为 倒是远远超出了其他的玲珑 若是愿意拜我为主 为我所用的话 倒是可以考虑 饶你们一条性命 金袍青年哼了一声之后 终于开口 但是这口气啊 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 灵奴 你 你是仙界之人 原本双目喷火的三名圣灵一听此话竟然同时一下子失声叫了起来 哦 你们竟然也知道此事 难道说你们中有人是从上面跑下来的吗 可不对 以你的行为根本做不到此事 看来是其他人告诉你们的吧 如果是那样的话 本先倒是得能告诉此事之人 更敢几分兴趣了 好了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我的来历了 还不乖乖的献出本体 让我定下血气 否则的话 我一会将你们擒住 再亲自的抹杀你们的灵智 也是一样的事情 不过嘛 要多花费一些手脚而已 金袍青年呢 文言一愣 但是马上又冷笑的说道 三名圣灵听对方真承诺所猜的事情 脸色变得是苍白异常 并惊恐异常的互相看了一眼 若对方真是上界降临之人 他们三名合体骑存在在人家手中 自然不开一击啊 不对 他若真是先界下来之人 在对付我们族人的时候 怎么还会弄出这么大的动静出来 他是在用西元哄骗我们 那名手持翠竹的老翁 脸上聚虽然仍在 但是眼珠儿 飞快的转了几下之后 忽然想起什么 大声的喊道 不错 皇兄之言极是呀 我可从来都没有听说过 先界之人可以降临本界的 就算他真是上界之人 现在似乎也出了什么问题 否则的话 哪还用和我们这般多废话呀 我三人脸上之下 也不用怕他 美猫夫人也是神色一尘 金袍青年听了这话之后 脸上表情微微一明啊 而这点不经意的变化 自然没有办法忙过 对面三名圣灵的观察 心中自然更加大定了起来 动手 绝对不能让这满口胡言的小子 活着离开此地 中间的矮胖老者双目凶光一闪 然后突然两手一掐绝啊 胸前就浮现出了一面白茫茫的铜镜 对准青年就只一晃 扑之一声 一道白色的光柱 从中一喷而出 化为了百余杖高 火海啊 冲青年是一卷而去 而批发老翁和美貌妇人 也毫不犹豫的同时出手了 一个手中翠竹 往身前虚空一滑 顿时无数翠绿的竹影 叠叠重重的 在肩袍青年上空浮现而出 百余亩大小 并无声无息的一落而下 一个食指啊 往前方连环弹出 一团青色的光团飞出 滴溜溜一转过后 木人之间化为了石头 数十丈长的青色的巨鸟 发出了清明之声直播而去 这三名圣灵啊 虽然心中不信对方 真是上界之人 但是也知道对方啊 绝对飞腾小可 一出手之下 却不由自主的用上了大杀招啊 希望呢 能合力一击 就解决了眼前的大敌 金袍青年见此情形 眼中一丝精芒闪过 但是却口吐了一声 一唇 接着 他单手突然掐出了一个 古怪的手印 提表骤然之间 一道透明的光环浮现而出 接着一闪暴力而开 无数的金银色的符纹 一下子狂涌而现 经瞬间凝聚成了一层金银色的 巨大的护照 将自己啊 一下子护在了其中 空中脆影闪动之下 化为了无数十几丈长的 青色的巨木 轰轰的狂杂而下 那十几头青色的巨鸟 一扑到近前处 双翅一扇 密密麻麻的青色的锋纫 呼啸而出 仿佛同时成千上万道青色的 利刃斩击而去 至于那白色的火海 只是一个卷洞 滚滚的白燕 就一下子将金银色的光照 彻底的淹没见了其中 光照争的青年 目睹如此凶猛的攻击 脸上可是现出了一丝不懈之情 只是随意的呢 将一只手掌 往符照上一拍 口吐一个开字 红隆隆的 一阵巨响传来呀 金银符照 一下子在光芒闪动中 狂胀了起来 妹意为 金银符文 瞬间是巨大了数倍 并呈现出了一种 半透明的实体化的形态 无论巨木锋刃 还是火焰一接触到 这金银色的符照上的符文 都触电一般的 被反弹而开了 根本没有办法 撼动这符照分毫 矮帕老者 见此情形啊 脸色一变 不加思索的 抬手冲滚滚的火焰 狠狠一点 白色火焰中 一声嘀吼 竟一下子凝聚晃化 出了树头啊 火麒麟出来 眉头都仿佛牛犊子般大小 浑身往外喷出了淡银色的灵活 整个火海不但火焰生智 一下子刀涨了大半 颜色呢 更是一下子变成了淡银之色 浮定虚空温度 则一下子变得仿佛置身火炉般的 炽热难耐的 披发老翁和美貌妇人互相抗脸之后 也二话不说的 各自手掌一翻动 各有数件光滑闪闪的宝物浮现而出 不要一起寄出 但是就在此时 从金银符照中 却传出了青年冰冷至极的一句话 稀少的时间已经结束了 我彻下送你们上路吧 还更多 符照中那个若隐若下的人影一闪之下 竟然瞬间的凭空消失不见了 而没有青年法力的支持 金银色符照 只是在白眼一卷之下 就立刻的寸寸碎裂 但是目睹此景的矮胖老者三人呢 脸上非但没有流露出喜色 反而一变瞬间的背靠背的围成了一圈 并同时将庞大的神练往四周一放而出 怎么回事 神练竟然没有发现那个人的增迹 片刻功夫过后 那批发老翁一下子有些惶恐的低喝了起来 而美貌妇人呢 虽然没有说什么 但是从脸上难看的表情来看 也是毫无结果 而那矮胖的老者 双目阴沉之色 一闪之下 正想说些什么的时候 突然空中一声霹雳 接着无数点点荧光浮现而出 接着金光一闪 金袍青年身影啊 就诡异的在光点中浮现而出 并抬手随意的虚空一抓 轰的一声啊 那些银色光点瞬间狂暴飞动起来 并转眼的功夫呢 凝聚成了一张数里许大的银色的巨网 不但将下面三名圣灵照在其下 连下面那座飓风啊 都被笼罩其下的样子 而更诡异的是 这张银色巨网 不知道和什么神秘的神通蕴含其中 虽然说还未落下呀 但是从银网中散发出了一股诡异的气息 竟然让矮胖老者三人呢 浑身一软 体内小半法力 竟然一下子无法提动了 跑 这 这是 射灵天网 他 他真是仙界之人 我们快跑吧 矮胖老者明显 是三名圣灵中心为最高之人 一发现自己的异样 当即啊 脸孔一下子扭曲几分大好道 接着身形一画 身躯竟已模糊地 和身前古镜合二为一 并发出了一声啊 刺耳的长鸣 是破空顿去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18回 其他两名圣灵啊 一听射灵网的名头 脸色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险 并二话不说 身形一话 竟一个一道青蒙啊 巨风而闪 一个呢 幻化成了一根树丈高的 清脆的巨竹 同时爆发出了 四目灵芒 分头击车而走 现在想走 别白日做梦了 金袍青年 见此情形哈哈一笑 一只手掌微微晃里晃 顿时啊 手心中的一团荧光亮起 并一下子化为了 十几根银丝 和整张巨网连接一起 然后轻轻一提 银色巨网一仗之下 就带着一股阴森森的冰寒气息 扑天盖地的一落而下 荧光闪动之下 此网啊 仿佛将整片的天地 都一下子笼罩在了其中啊 之间 繁音之声大起 无数银文从网中狂涌而出 竟一瞬之间呢 幻化出了斗大星辰 吸引直直而下 轰隆隆的巨响传来啊 方圆十几里内的一切 均被刺目的荧光 彻底的淹没了 虚空中的天地元气 也一下子变得狂暴无比 更是凭空的 生出了一道道直冲九霄的灰色的飓风 将附近的一切 全都卷入其中 并搅得粉碎 而银色巨网中 则不时的传来了 惊天动地的爆裂 但真实情形 却全都被刺目的灵光 遮蔽的严严实实 没有办法看清楚分毫 金炮青年呢 则一手控制着整张巨网 一手倒背身后 悬浮在高空当中 似乎丝毫不担心 三名圣灵地逃掉 一副悠闲至极的模样 足足一感查的功夫之后 银色巨网中的巨像 这才逐渐地变少了 并最终地变得悄然无声 青年光目一闪 神练往下方一扫 飞眼上默然之间 现出了一丝冷笑 抓着银色巨网的手掌 五指往回一拉 扑出一声啊 巨大的银网瞬间 寸寸碎裂 巨风 荧光等东西一闪之下 就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 仿佛刚才的一切啊 不过是一场幻影而已 但是下方原本高耸的巨大的山峰 比先前赫然之间 矮小了半截之多 而在残破的山峰的顶部废墟当中 有三个散发着淡淡光芒的东西 静静地悬浮在低空处 一面仗许大的银色的古镜 一颗十余丈高的半截翠竹 以及一颗清蒙蒙的光球 金袍青莲一看见这三样东西 脸上一丝喜色一闪而现 袖子呢冲下方一甩 一片银霞一飞而出 将三样东西一卷腾空 并几个闪动过后落到了青莲的手中 果然不错 只要抹去了灵智 才拿回去好好的祭练一番 这三样宝物倒也勉强能够派上些用场了 金袍青莲呢 仔细地鉴别了一番手中的东西 脸上流露出了一丝马蚁之色 喃喃了几句 不过光这几样东西 可不太够用啊 若是多弄到几件的话 我的那样神通 就可以勉强施展几分了 不过听说这灵族似乎也有大成去坐镇 以我现在的情形对上 倒是颇要废些手脚的呀 青莲呢 将东西一收而起之后 又略以沉阴地自语了两声 他脸色阴晴不定地变化了一会儿之后 就忽然冷横了一声 有了决定 随后 其体表金光一闪 就化为了一道刺目的金光 破空远去了 残破的山峰附近 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 再也没有任何活动的人影出现 一切啊 都显得是寂静异常 但是就在青莲离开大约半个时辰左右的时间 山峰中忽然一声嗡鸣啊 竟从某堆碎石中 一下子飞出了一团红光出来 这光团不过拳头大小 一个闪动过后 就停在了半空当中 里面赫然有一颗晶莹的紫色眼珠状的东西 眼珠在空中滴溜溜地转动了几下之后啊 木然就盯住了那金袍青年顿走的方向 不再动一下了 此物显然是一件被人控制的法器 并且呢还瞒过了那金袍青年的耳目 可见其不同反响 紫色眼珠突然一下子转动了起来 接着呢通体忽明忽暗地闪动起来 但是一丝声响啊都没有发出 让这一切显得是诡异无比 几乎同一时间 在离此地不知多远的一座 深处云海中的金色宫殿当中 一名鹤发童然的老者 坐在一张黑悠悠的木椅子之上 正盯着眼前悬浮的一颗白色的金球 脸色阴沉异常 在金球表面 一幅幅栩栩栩如生的画面 正在缓缓变换着 所显示的呢 正是刚才金袍青年呢 击败了三大圣灵的景象 并隐隐的还有一些说话的声音传来 当老翁一听青年说出灵弩二字的时候 脸色默然之间变了树下 但是目光一闪就马上恢复如初了 随着金球画面的变换 展现出那金袍青年放出的银色巨网的时候 这老翁却蹚了一下子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并发出了一声嘀吼 蛇灵贴网 竟然是此物 不可能啊 就算真的是仙界降临之人 也没有办法携带此种东西下来的呀 这老翁明显不是一般之人 但是说出摄灵天王几个字的时候 脸孔竟不禁充满了怨毒之意的扭曲了起来 不对 这只是一件仿制品而已 否则在此宝克制之下 怎么还会如此长时间才能积散他们三个的幻化之体 不错 应该不是真正的摄灵天王 等老翁再看清楚后面发展的一切之后 又一下子发现了什么 神色一下子为之放松了许多呀 并双手倒背的在房间中来回躁动了起来 哎呀 不过就算只是防制品 似乎也能发挥克制我们灵族的奇效 也不能小事啊 这个人 不管他是不是真的从真仙界降临的 既然手握此种东西 就绝对不能让他活着离开我们灵族半步 不过 若真是仙界来人 想要彻底的灭杀恐怕不太可能 看来 只有动用那个东西将此人彻底的镇压了呀 他走动了数遍之后 木然脚步一停 用阴森至极的口气自语了两句 接着呢 老翁身形一转 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并把目光闪动的苦苦思量了起来 人族中 圣城和天渊城控制地域交界的一片山脉当中 一道青红若隐若现的在空中激设飞驰 几个闪动之下 就顿出了数百丈远的距离 那顿速之快 简直令人士叹为观止啊 忽然清光方向一变 竟一下子斜着向下方一处隐蔽的山谷中落去 只是一个闪动 青框就漠然出现在了下面一块灰白色的巨石边上 接着光芒一脸现出了一名青袍人 这个人呢 相貌普通 年纪轻轻 不过二十来岁的模样 但是一脸的从容不迫 赫然正是原本应该待在天渊城的 韩利 他不知道因为什么缘故 竟在此时呢 出现在了这种地方 韩利双目朝附近淡淡一扫过后 目光忽然一鸣 盯着附近一棵看似普通的巨树 目不转睛了起来 哼 果然有好眼力啊 窃身就知道这点小技巧 没有办法瞒过韩道友耳目 一个悦耳的女子的笑声 忽然从巨树中传出 接着整棵巨树一阵模糊过后 竟在扭曲中啊 一下子化为了一具树丈高的黄衣大汉 幻听网 分享别人的心情 精彩自己的人生 你的幻听别样精彩 而在大汉身旁呢 还有一名身穿五色羽衣的貌美少女 正笑嘻嘻地打亮着韩利 但是目光中明显流露出了一丝诧异的表情 原来是叶仙子 不知道来了多久 在下游礼吧 韩利目中金光一脸 冲对方一笑 这个女子呀 正是真林世家 叶家的那位老祖 当年韩利曾在万灵台聚会的时候 见过一次 其神通呢 深不可测 似乎不在龙家老祖之下的样子 故而韩利也是不敢怠慢 卸身也不过早来了数个时辰而已 原想呢 用这只刚到手的黄金傀儡 和诸位道友开个小玩笑 没想到却被韩兄一眼就看出来了 看来啊 这只傀儡炼制的还是有些问题呀 雨衣少女轻笑一声过后 就一只束手拍了拍身边的黄衣大汉 传出了砰砰的空洞之声 这看似啊 和真人一般无二的大汉 竟然那是一只炼制好的人形傀儡 叶仙子说笑了 这只傀儡纵然在变化上并没有什么破绽 但如何能够瞒过你我的耳目啊 韩利淡然一笑地回答道 要说是其他的傀儡还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这只傀儡可是出自木骨老人之手 他可给我拍胸脯保证 这傀儡的幻化之术 连合体修饰都大有可能被欺瞒过去的 但是没有想到 第一次冲其他道友使用 就没有建功 看来啊 他也是夸大其词了 不过相对于此 韩道友进阶合体后继的事情 似乎也是真的呀 并不是什么讹传之言呢 羽衣少女眨巴眨巴眼睛 却奄然一笑 啊 韩某前心里碰到一些机缘 的确侥幸地进阶到了后期境界 但是 论真正的神通 如何能够和叶仙子 这等根深蒂固的道友相提并论呀 韩利轻轻咳嗽了一声 一副不置可否的模样 韩道友竟然还敢用这种话来哄我 我可听说了 那连魔族圣祖的化身 和另外一名魔族后接尊者 都在一战中 同时陨落在了你的手中 如此神通 还说什么和妾身相提并论 我说此言也未免太虚假了吧 于少女文言那一翻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哎 不过是一些夸大之言罢了 韩帽那一战能够击杀那两个魔头 主要是其他道友出手相助 否则的话 在下才刚刚进阶 后期境界 哪有这么大的神通啊 韩利打了个哈哈 含糊地应对了过去 哼 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于少女撇撇嘴 一副根本不信的模样 韩利呢 则笑而不语了 少女见韩利不想多说什么 也不再真的追问 手掌一拍 将黄金傀儡收起来之后 又冲韩利说道 当日我和韩生相见的时候 道友才不过刚刚进阶 合体境界而已 如今不过区区数百年过去了 就进阶到了后期境界 如此进阶速度 也未免太妖孽了一点 看来 若不是摩羯爆发的不是时候 恐怕圣道使者早就找到了韩兄 并邀请你加入了 韩帽也听说过这一点 听闻圣道之上 不但移植了人妖两族最精纯的灵脉 并且还储藏种植了 数不尽的珍稀材料和灵药 若能加入其中的话 的确会受益不少啊 韩利文言呢 不知此理何意 但是他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那韩兄可否知道 圣道本身就是半个玄天至宝 还是我等两族最后用来延续血脉的传承之地 于少女神色一宁 缓缓地说道 哦 有这种事情 韩某 他还是第一次听说呀 韩利文言呢 脸色微变了一下 韩兄不知道 倒也并不稀奇 除了圣道那几个老怪物之外 知道此事的也顶多十几个人而已 其中就包括了三皇 我和龙老怪在其中啊 羽衣少女啊 咯咯一笑地回答道 但是仙子将此事告诉我 到底是什么用意啊 韩利略微传音了一下 问了一句 没什么 既然韩兄出现在了此地 想来也知道了魔族三大始祖降临的事情 韩兄就没有考虑过 万一我们两族真出现了大败 如何保全族人和门下弟子的事情吗 于少女啊 眼珠咕噜噜转了几下之后 笑眯眯地问道 哼 在下除了几名弟子之外 可并没有开宗立派 更没有什么族人需要考虑的 韩利目光一闪 黑黑一笑 可切身怎么听说 道友弟子中似乎有人已经说了不少门人的样子呀 于少女略有些意外地问了一句 哦 那只是小徒自己所开的宗门 韩某可从来没有插手过一分一毫 失眠失声 要看他们自己的机缘了 哦 原来如此 那刚才的话 倒是戒身有些多事了 于少女愣了一会之后 忽然要倾向了起来 怎么 叶仙子难道真如此不看好我们和魔族的最终一战吗 魔族十祖虽然说很可怕 但是我们几族的大成存在联手之下也未必不能对抗的 况且三大十祖有如此大的名头 他又有谁亲眼见过呀 说不定他们实际的神通有些夸大其词而已啊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韩某却反问了一句 真不看好 倒不至于的吧 但是魔族三大十祖的可怕绝对远远超过普通的魔族圣祖 这可是绝对无疑的呀 羽衣少女闻听啊 却摇了头 露出了一副忧心的样子 仙子说得如此肯定 是不是应该知道一些什么了呀 韩磊心中一脸 但不动声色的问道 说起来嘛 韩兄对我家那个丫头当年是有过救命大恩的 也算是和叶家有些交情 如此的话 此时我也不瞎瞒了 不知道道友对我们叶家先祖了解多少啊 羽衣少女思量的片刻就神情一宁的缓缓说道 哦 我只知道叶家 也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真灵家族之一 这对其他的还真是了解不多呀 哦 我们叶家当年的开创的先祖这就不说了 其他历代先祖也曾有人踏足过大城郡界 而某一代先祖在踏足大城期之后呢 竟然将体内的灵气破天荒的激发到了极致地步 神通之大 自不用说了 还曾经偷偷的潜入过魔界数次 韩磊听到这话 若有所思的双目一眯 但是呢 他并没有开口询问什么 而只是静静地听着 羽衣少女停顿了一下之后 又不加思索地继续说 我这位先祖当年的神通啊 就不用说了 据说呢 和附近一族大城偷偷争够过 却均未曾落败过一次 但是 他为了想走出最后一步 不得不冒险进入魔界 寻找几种珍惜的灵药 结果呀 前边几次 还算顺利 最后一次呢 却一去不再复返 从此音信全无了 估计多半是遇到了什么奇险 而陨落在了其中 但他当年离开族中的时候 留下了一份秘点 上边记载了不少有关魔界的事情 其中有一件呢 就是他曾经亲眼目睹了魔族三大十足之一和一名真灵啊 在魔界大打出手的事情 据我们叶家这位仙族所说 他自问自己的神通不在历代人族大成之下 但是在那位魔族十足手下却绝对撑不过七八招 甚至若是被对方发现 陶德姓名的把握呀 也不会超过五成的 而傲笑前辈和墨剑黎大人 纵然也是神通深不可测 但也绝对不可能超过我们叶家这位仙族太多 所以说一旦对上魔族十足的话 恐怕事情就危险了呀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 凡人修仙传第1319回 以少女的话说到这儿 声音呢围着低沉了下来 虽然说并没有说完 但是话里边的意思明显并不看好两族大成啊 对上魔族十足一战的结果 就算是魔族十足神通真的如此厉害 但是因为他们也并非需要直接出手应战的呀 他们身为一戒之人 破戒来到灵界 修为肯定会受到压制排斥不说 灵界毕竟是我们的主战场嘛 我想无论圣岛还是墨剑黎前辈等人 肯定应该会有了其他的应对之法 否则我们还争斗什么呀 一得到魔族十足降临的消息 就安排全族之人逃命吧 行李听完之后 别人所以不禁阴沉的下来 心念飞快的转动 然后缓缓的说道 我也是这么想的 否则的话早就带着叶家之人心撤走了 不过若是一些叶家人 若能得到圣岛庇护的话 即使我们两族真的大败 将来我们叶家也不会出现断绝血统的事情 羽衣少女这个时候如此坦然的说道 既然这样 叶仙子直接找圣岛之人商谈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对韩某说这些事情呢 行李听到这儿 真的是有几分糊涂了 哎呀 看来韩导友还是不知道自己族中的价值吧 仙子此话怎讲啊 韩利文言为之一乐 就算没有这次魔节爆发呀 韩兄觉得莫简离和傲笑前辈还能庇护我们两族多久啊 这二位前辈一个多半无法度过下一次的大天节 另一个也进阶大成许久了 应该也没有办法再挨过几次 而我们两族中除了这两位前辈之外 再没有第三位大成妻存在了 剩下的合体骑修室当中 你看还有谁又希望晋升大成妻啊 妖族那边 我没有听说过天资太过突出的合体骑的妖王出现 而人族这边呢 原先圣皇和霸皇有那么一丝机会 但是现在和道友这般逆天资质相比 却无法相提并论了 我若是没有猜错的话 若是我们两族大战稍已出现败事 恐怕圣岛第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先将道友请到圣岛去住下 如此的话 就算我们两族真丢掉现在的居住之地 但是若干年之后 只要有大成妻修室出现 仍然可以在其他地域再次举起的 道友之言 有些夸大其词了 但是就算如此 叶仙子话里的意思是 杭丽丽严的表情 阴晴变化了一会儿 这在心中却引以有了几分预料的问道 我有几名晚辈身上继承了叶家最纯重的天凤血脉 妾身呢 想请道友将他们收入门下 然后在大战前呢 将他们连同道友其他弟子一同送到圣岛之上 只要韩兄愿意答应此事 在此后 魔戒之行当中 妾身愿意一切以道手为马首 余少女神色一下子肃然说道 什么 输为弟子 叶仙子不是在说笑吧 行里眉头一皱 下一世的摇摇头 哎呀 妾身当然不是开玩笑 这几名叶家弟子啊 我可以保证 每一名的资质都绝对在一般意义上的天才之上 败入道友门下之后 只要略加指点一二就可以的 绝对不会拖累韩兄什么的 余少女一稳正定的说道 可是韩某并没有再受弟子的意思 仙子不过是想让一些叶家弟子进入圣岛而已 何必如此麻烦呢 仙子若是觉得在下之言真的对圣岛有什么作用 韩某倒不介意给圣岛那些长老写封信函 在大战前 将门下和贵家族弟子啊 一起安排到圣岛上去 不过是否真能成功可就很难说了 至于为马首之言也无需如此啊 在下相信仙子到时候 自会有明智的选择的 韩丽哑然一笑 接着大有深意的说道 好吧 既然韩兄如此说了 那就一道友之言 我也是为了以防外衣 这才做预防之举 不过 看来我那晚辈还是福元不够啊 这才没有办法拜入道友门下的 至于先前的为马首话语 既然切身说过了 自然会一定遵守的 韩道友尽可放心 其实就算是没有先前的请求 此行啊 我也打算尾随道友之后 于少女目中 闪库里斯狡黠说道 仙子知道吗 此行应该是以龙道友为主啊 哈里摸了摸下巴 嘴角浮起了一丝笑意 问了一句 龙家算计 我们叶家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了 我可对龙家那老怪物不太放心 我如此做 一半是为了那些后人着想 另一半呢 也是想在进入魔界之后 可以和道友联手自保而已 谁知道龙老怪和那些灵族人 到时候会暗中有什么其他的图谋 切身更没有被人当成炮灰的打算 于少女冷哼一声不加思索的回答道 原来叶仙子是这么想的 这倒也是正常之事 好吧 我这就给仙子明映一份传信遇见 将来道友有办法将他送到族人手中 然后呢 让贵族弟子带着他和我一件信物 到天渊城找我门下弟子即可 我们这一次进入魔界啊 少则数年多则数十年都有可能 出来之后很可能没有办法赶上和魔族的大战了 韩丽呢 没有再多加评论什么 而是笑着手掌一翻转呢 灵光一闪之后 多出了一块玉碱出来 切身 那就多谢韩兄了 与一少女闻言呢 不禁喜笑颜开 韩丽围然一笑 不再说什么 将嘶嘶的神念 往玉碱中明映而去 手中清光一下子大胜了起来 片刻的功夫过后 玉碱表面 灵光一脸 重新变成了平淡无奇的样子 韩丽手弯一抖 就将玉碱和一件 晶莹透明的玉碑 扔给了羽衣少女 少女呢 将二物一把抓住 用神念呢 略加地扫了两眼 露出了欣喜 从韩丽连声道谢 算算时间 似乎仙子 何必约定的时日 要早了几天 趁此时间呢 我二人不如找一处地方 交流一些 修炼心得怎么样 韩某虽然说 侥幸进阶到了合体后期 但是因为在中期境界 所待的时日短了一些 有许多地方啊 还想向夜道友请教一二 韩丽则笑着说道 哎呀 韩兄之言太过谦了 不过能和道友交流一番 也是妾身求之不得的事情 而且有关魔界之行的一些细节 我呀 也想和道友交流心得呀 妾身在山谷那边 尽头开辟了一座山洞 咱们就在那里交流怎么样 于少女听到了韩丽之言 流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韩丽没有其他意见 一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二人顿光一起 当即化为了两道惊鸿 是直奔山谷另一头 鸡舍飞去 在离山谷十几里远的高空当中 一朵乳白色云雾 在虚空中轻飘飘的悬浮着 在云雾深处 却有一高一矮两道人影藏身其中 其中身材窈窕的人影 背一层粉红的雾气笼罩 一人的手里托着一件 血光闪闪的法器 口中念念有词 那件法器表面血光 掌缩不定 冰从中不时的漂浮出 拇指大小的符纹 显得诡异无比 忽然此件法器啊 一下子就变得刺目耀眼了起来 灵芒飞快的流转之下 经一声低鸣的碎裂而开 随着法器的裂开 拖着法器之人脸色一凝 一只袖子往身前一扶之后 碎裂的法器碎片一闪 就全部的凭空消失了 有些古怪 我的不算之数 竟然在这个人身上失灵了 竟然丝毫信息都没有得到 窈窕人影叹了一口气 喃喃说了一句 主人 难道说 他身上就有你所要的灵药 这才会遮蔽住你的不算的神通 或者是 大人刚才并没有尽全力的缘故吗 另外一名高大的人影 身穿黑色的战甲 吃惊的问道 我所要找的灵药 虽然说是逆天之物 但是也不可能有遮蔽自身存在的神通 否则的话 我也不会如此远的到此地寻找了 若是他身上真有灵药 如此近距离 就算不用补算 心头也应该隐隐的有些感应的 至于我刚才施法 虽然说因为上次补算之故 这次呀 只能用用一些皮毛的神通 但是 更不应该丝毫信息都没有办法得到吧 窈窕人影呢 沉淹了一下之后 这才摇了摇头说道 那个家伙如何能做到此事呢 以主人的补算的神通 应该只有大成存在 才能彻底的隔绝的呀 黑甲大汉 有些愣愣的说道 嗯 的确奇怪 不过能将我的补算之力 遮蔽到如此程度的 也不是没有其他可能 若是拥有同样补算能力 或者说拥有几种传说中的先灵之体 同样可以做到此事的 窈窕人影 若有所思的缓缓说道 什么 同样的补算能力 这 这不太可能吧 主人的补算之强 整个灵界中 也只有那么几个人 可以相提并论的 至于那几种传说中的先灵之体 每一种几乎都拥有 颠覆一界的逆天之力 这区区一个人族 怎么可能有机会拥有啊 这个家伙真有这几种体质 恐怕早就被人族 视若珍宝的秘密冷藏保护了起来 怎么还敢放出来在外面乱跑啊 大汉文言是倒吸了一口凉气 但是马上头一摇的跟剥了五一样 嗯 我也觉得不太可能 像灵界这般的界面 能出现先灵之体的几率 往往百不存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个人身上 就应该拥有玄天残片 或者一些仿制的玄天圣宝了 只要这些玄天藏物中 蕴含法则之力 拥有抵挡补算之力的天地法则 我也没有办法感应和进行补算 不过嘛 这些类型的玄天藏物 极其的稀少 我也只是有听闻而已 还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 但是多半应该是辞政情形了 否则 可这真的没有办法说得通了呀 窈窕人影的淡淡的说道 他虽然说呀 聪慧过人 神通广大 但是也绝对想不到 寒历身体中竟然自行封印着一件完整的玄天之宝 就是比他补算之力更强的一些人 都要寒历本人进行补算推算 也没有办法能查出什么 所以呢 他也只能往一些残片 或者说用残片纺制的纺制品上想去了 上次主人将那玄天如意刃的残片已经收了回来 他手中竟还有其他的玄天藏物 这小子看起来身家还是丰厚无比 都不亚于我族的一些圣族存在了呀 黑甲大汉文言倒吸了一口粮气 但是望向远处山谷方向的目光 一下子变得火热无比了起来 你不要忘了我此行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在没有确定灵要下落之前 不要动这个人 摇摇的人影呢 扫了黑甲大汉一眼 淡淡的说了一句 主人放心 小的绝不敢胡乱出手的 大汉文言精灵灵打了一个冷战呢 慌忙第一手说道 这名人族已经进阶合体后期了 你就算出手 也不可能是他的对手的 不过嘛 此人上次见面的时候 还不过是中期境界 如今再见的时候 竟是合体后期了 看来呀 他不光是有玄天残物护体 这般简单的事情 应该呢 还有其他一些秘密在身的 窈窕人影 也是望了远处山谷一眼 目中闪过了一丝溢色说道 黑甲大汉文听此言 虽然知道这位主人看来啊 是对那名人族真的产生了一些兴趣 就算他身上没有灵药 恐怕也不会轻易放过的 暗自苦笑了一声 表面呢 却恭恭敬敬地继续问道 那主人 我们下面要如何行动 就这般继续地监视下去吗 这两人身为一族的顶级的站立 不待在据点中 而聚集在此 肯定是为了图谋什么大事情 看样子还会另有人来的 在所有人到来之前 我们先继续等待下去吧 毕竟以前不算 已经确定灵药下落 跟那有天缝血脉的人族女子有关 先不要打草精神为好 窈窕人影毫不犹豫地说道 主人之言自然稳妥 等到这个人都到齐了 灵药自然有更大的机会 能够探听到的 若是在其他人身上感应到了什么 那先前的人族小子 倒可以直接排除掉了呀 黑甲大汉连连脸头 嗯 若能如此顺利 当然最好 但是看他们的样子 其他人的到来还要不短的时间 你呀 先到本座密室中打坐吧 窈窕人影平静地说道 海手一抓一放之下 顿时呢 一团粉红雾气是滚滚冒出 里面一棵树丈高的 粉红花树若隐若现 黑甲大汉攻身答应了一声 身形一晃 就顿入花树之中 不见了踪迹 而窈窕人影自己呢 直接往花树上一扑 就光芒一闪地 合二为一 并略模糊过后 幻影般地逐渐消失了 五天之后 离山谷万里外的天空中 忽然七色霞光 闪动不已 接着一艘长约百丈的青色巨舟 浮现而出 并直奔山谷方向飞驰而去 此周共分三层 通体毕律 表面呢 明印着一层层的各种法阵 和密密麻麻的各色符文 一看呢 就是一件难得的飞行一宝 而在巨舟最顶层的一座平台之上 却有四个人呢 并肩站立在一起 在低声地说着什么 一名浑身白光闪动的模糊人影 一名一身黄色长裙的貌美女子 一名粗布衣衫打扮的销瘦的汉子 以及一名啊 六十来岁模样的年老如生 好了 一切都按我等商量好的去办吧 在没有见到灵悟之前 一定要全力和人族修饰配合 这次魔戒之行凶险异常 光凭我们灵族的话 肯定没有办法得手啊 那白光闪动的模糊人影 冰冷的说道 是 此行 只要我等灵族再出一名大成存在的话 今后就再也不用受其他几族的压迫了 其他三个人连声答应 黄袍女子更是长吐一口气说道 嗯 千秋仙子 你和人族接触的比较多 和他们打交道的事情就交给你去做了 我们三个到时候也一定全力的配合的 受孝的汉子 悠悠的说道 那切身就多谢三位道友吧 想到龙家老怪等人 在没有找到那两眼灵族之前 也同样不敢起什么其他的心思的 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倒是不用太担心 黄袍女子轻笑了一声 嗯 如此最好了 不过 就算是他们真敢动什么心眼 到时候倒霉的 也只能是他们 最后一名老儒则阴险的说道 行了 以我们暗政的实力 自然不用怕人族一方 但是 也不要惹什么事情 一定要以大势为重 前边 就是约定聚集的地点吧 千秋仙子 你将那个东西换出来吧 一定要控制好 千万不要让人族 看出什么破绽出来 白光中的人影 最后目光闪动的说道 放心吧 那个东西啊 原本就临之不全 配合老祖刺去的那件秘宝 足以将它完全的控制住的 只可惜呢 此物没有办法收进储拙当中 否则的话 就不用占据我等一名 进入魔界的名额了 黄袍女子答应了一声 但是略微有些可惜的说道 有那个东西控制在手 足以顶着上我等大半的实力 占据一个名额又算得了什么 好了 我们一准备一下 一会就下去吧 白光中的人影 却不以为意的说道 几个人显然呢 是以白光中人为主 当地道应一声 都纷纷的往巨州内走去了 同一时间 在山谷另一方向 数千里外的地方 三道金红 也一闪佛险而出 并飞快的 向山谷这边击舍而来 在围守的一道金光当中 里面有一名 面色淡金的中年男子 赫然呢 正是龙家老祖 另外 冷到金湖当中 则是一名面带巴黄的黑袍人 以及一名面无表情的 批发男子 欲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20回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 第1320回 巨大的青州和三道金红 几乎同时出现在了山谷上方 遥遥相对之下 双方都不禁略感有些意外 真是凑巧 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灵族道友也在此时赶到的此地 龙某扯相有礼了 灯光一脸之下 龙家老祖一下子献出了身形 并冲对面 微笑着说道 千秋还以为龙兄已经到了谷中 没有想到 也只是康康赶到而已 千秋圣礼的声音呢 也从巨州当中传出 接着人影一闪之下 身形就出现在了巨州的前端 在其身后呢 赫阳还有其他四道人影 其中三个人 正是先前在巨州上落过面的 林族其他圣灵存在 但新出现的第四个人呢 却是一名脸色苍白异常的青年男子 身躯四周飘动着一层淡淡的栏目 脸色毫无表情 哈哈哈哈 言本老夫应该早到两日的 但是呢 在路上遭遇的一些麻烦 这才多浪费了一些时间 我看到是几位道友长途跋涉 也能如此守时 真是有心了呀 龙家老祖大笑着说道 目光在对面五个人脸上一扫之后 在那白光当中 人影上面的脸上略微一顿 脸上闪过了一丝一丝 遇到了麻烦 不会对我们此行有什么大碍吧 黄袍女子一听此话 脸色一领 谨慎的问了一句 啊 千秋仙子放心 不过是在路上啊 遭遇了几名高级的魔族 不过呢 已经被我几个人给解决掉了 我们此行不会走漏任何风声的 龙家老祖笑着回答道 龙兄如此一说 谢臣也就放心了 此地似乎已经有贵族道友 找到了一步 我们到下面再商谈吧 千秋圣女文言神色 为之一松 好的 这气息是韩道友和叶先子二人的 我们下去和他们相聚吧 龙家老祖神殿呢 往下方山谷一扫 立刻有所察觉的说道 于是双方呢 纷纷向下方山谷一头而去 而灵族的那座青色的巨州 不知道动用了何种秘术 原本是停留在半空当中 但是被老儒回首一点之后 就一闪的在原处 隐匿不见了 几名圣灵跟着龙家老祖几个人 轻飘飘的落在了山谷中心处 就在他们双族刚一落地的同时 一个朗朗的男子的声音 默然传来 诸位道友终于到此了 我和叶先子可是功耗多时了呀 话音刚落 山谷另一端处顿光一闪 两道惊鸿一闪浮现而出 并在破空声中 一下子到了两伙人的跟前 光芒闪动之下 杭丽和羽衣少女的身影 无声地闪现而出 啊 果真是二位道友 如此一来 所有的人就都到齐了呀 龙家老祖一见 杭丽二人脸上顿时闪过了一丝笑语 除了千秋道友之外 其余几名灵族道友都陌生得很 不知道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啊 杭丽点头回应了一下 双目呢 在千秋圣女几人身上一扫 不动声色地说道 韩道友 已经是合体后期亲切了 与韩丽的从容相反 千秋圣女神念呢 往韩丽身上一扫之后 却花容大便地失声叫了起来 要知道当初 韩丽在万灵台初会此女的时候 也不过合体初期境界而已 这现在不过数百年不见 竟然一下子激增到了后期境界 自然是让千秋圣女吓了一大跳啊 在下的确极其较劲地进阶到了后期境界 倒是让千秋道友见笑了 韩丽淡笑一声回答道 以他现在的修为 面对合体后期的同阶修士 在不刻意施展秘术遮掩之下 倒是也没有办法隐瞒住真正修为境界的 受宿的汉子 其他几名圣灵听到此女之言 目光刷的一下子 下意识地也打亮了起了韩丽 脸上呢 同样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了吃惊的表情出来 他们这些邻族圣灵在出发之前 早间和他们合作的几名人族修士的资料 了解得极为的详细 自然一眼就认出了韩丽 但是原本应该是人族修士中 修为最低的合体初期修士 一下子变成了后期境界的可怕存在 让他们也都骇然了起来 含雄 那可是我们人族十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天才呀 这才能修炼得如此之快 不过嘛 韩道友的修为大增 我们此行自然更加的有把握了呀 龙家老祖打了个哈哈似笑非笑的说道 切身倒真听说过韩道友修炼天赋过人的传闻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 进入合体境界之后 韩道友还能有这般妖孽的进金速度 但就像龙兄所说 这对我等魔界之行的确是一件好事 哦对了 我来介绍一下本族的其他几位道友吧 这几位呢 都是我们灵族的苦修知识 外族人一向很少能知道的 这是我们灵族精细一脉的金鼓长老 精通音波神通 擅长对付大量敌人 千秋圣女 心恋飞快的转动之下 脸上的金融呢 总算是消失了不少 并指着那名瘦削的灰袍汉子 开始介绍了起来 羽衣少女等人呢 一边听着 一边心中对号的观察着 其他几名圣灵 从黄袍女子口中可以知道 除了那位金鼓长老之外 那名老儒叫藏行 精通呢 法阵尽致之道 白光中无法看清模样的神灵 被称为白气 除了本身精通 数种克制魔宫的大神童之外 对魔界的一些事情啊 也是颇为的了解 最后 脸色苍白青年 在黄袍女子口中 则被轻描淡写的 说成是一名 新进阶合体期的 气灵族长老 名字叫直水 在破碎虚空上 有独到的秘书 这几名圣灵当中啊 除了千秋圣女和白光中人影 是合体后期的境界之外 老儒和寿宵汉子 都是中期的修为 而那名叫直水的青年呢 则只有初期的修为 从表面上看 若不是含厉意外的成为了 合体后期的修士 圣灵族表现出来的实力 还真要力压人族这边一头 龙家老祖观察完毕 脸上都看不出什么异压 反而含笑的分别 向这几名圣灵招呼了一声 而灵族这边 除了老儒和寿宵汉子 微笑的回应一下之外 白契和那名叫直水的青年 则一个冷冰冰的 一个呢 一脸木然 丝毫反应都没有 龙家老祖 是何等老谋深算之辈 对这些资粮毫不在意 也将含厉等人呢 向灵族之人略加介绍了一样 因为呢 叫白契的圣灵 身上散发的后期灵鸯 明显的比千秋圣女啊 还要强大一分的样子 人族这边修士 像一世的都将大半新神呢 放在了这位神秘的圣灵身上 但是 这位后期圣灵 也不知道本体到底是何种东西成灵而成 浑身散发的白光是忽暗忽明 变幻不定 连韩丽多看几眼之后 都大有头晕目眩之感 心中呢 情不自禁的暗自吃惊 下面的时间 双方的没有多说什么废话 当即在附近的一棵巨树之下 纷纷盘袭坐下 开始呢 商盘进入魔界的细节问题了 因为为了这趟魔界之行 双方在多年前那就开始准备了 自然早将一切步骤都计划得详细无比 现在只要因地制宜的略做一些小调整就可以了 故而前后不过两个时辰的时间 双方啊 也就将一切都商量妥当 所有人都再次腾空而起 并纷纷地投入到那在空中再次闪现而出的青色木舟当中 青色巨舟 一声嗡鸣过后 提掉是七色光霞闪动 就化为了一道淡淡清光 朝天边急迟飞顿而走 片刻的功夫 清光就在天空尽头处消失的无影无踪 顿出了数百里外了 但是巨舟上的众人自然不知道 在离他们不过数十里外的万丈高空当中 一团几乎淡若不见的白色光团 也在无声无息的高速飞顿 紧紧地跟在了青色巨舟之后 在这团诡异的光团当中 一名面容丑陋的黑甲大汉 争相一名浑身粉红光霞流转的工庄女子 吃惊地询问着 主人啊 你说那些异族中 竟然有人让您老人家也忌惮几分 这不太可能吧 主人您老人家虽然说因为伤势的缘故 根本没有办法发挥出圣祖级别的神通 但是多花费一些时间解决这些合体存在应该不成问题的吧 而工庄女子的面容啊被粉红的光瑕遮挡着 一只手掌上的抓着一枚紫金色的铜钱 在手指间来回的摩擦不停 好一会儿这才淡淡地回答道 我并不是忌惮那些合体存在 而是我这枚天命铜钱刚才突然自行有了反应 说明这些合体存在中 竟然有人拥有了能够对我产生威胁的一宝 我可不想一个疏忽之下在伤上加伤啊 他手中的铜钱呢 一面铭印着一张笑呵呵的和善人脸 一面呢印着一副凶神恶煞的鬼怪的面孔 交互闪烁之下显得无比的诡异 啊什么宝物竟然能够对主人也能够产生威胁啊 黑甲娜面色一脸骇然地问道 若神通未失之时除了玄天之宝 这世间又能有几件宝物能对我真正的产生威胁啊 但是现在法力大损之下就不好说了 一些具有特殊神通的通天领导 现在应该可以对我有几分克制的 工庄女子啊 谋光一阵流转过后 缓缓地说道 那主人刚才可从这些人中感应到了灵药的迹象吗 黑甲大汉脸色一阵变幻不定之后 又小心地问了一句 那灵药的下落吗 我倒是模模糊糊地从其中一个人的身上感应到了一些 只是有些奇怪啊 工庄女子呢 眉头一皱 美目闪过一丝 迷离之色 似乎有什么事情啊 让其有些迟疑不定 黑甲大汉目睹此景 却是一头雾水 愣愣地望着工庄女子却不敢再开口追问什么呢 而青色的巨舟在前边一飞啊 就是足足三个月之久 一路上藏行隐匿 小心翼翼地绕开众多人族魔族的据点 来到了一片一望无际的大海边 青色巨舟一头扎进了大海之中 丝毫停顿之意没有的继续向前飞驰而行 与此同时呢 巨舟中 一干灵族和人族修士 却各自的在房间中默默打坐调膝 准备为潜入魔界而养精续锐 所有人都很清楚 别看他们先前那准备了如此之久 但是此行进 雄险之大 绝对是他们生平罕有的 一个不小心 全军覆没陨落在魔界之中 是毫不稀奇的事情 故而呢 无论是谁 此刻都显得是宁静异常 各自在座进入魔界前的最后一番准备 在巨舟最底藏的一个房间之内 四周墙壁上闪动着五颜六色的静致灵光 却有三名面孔一般无二的韩丽 盘膝而坐 三人一个体表金光灿灿 一个浑身绿光闪动 还有一个呀 则是淡淡的黑气流转不定 正是韩丽本体 灵魂化身 以及第二魔鹰操纵的繁盛金身 原本呢 驱二继父灵驱和第二魔鹰 在韩丽呢 被三大血光化身追杀的时候 不得不当作诱饵了 暂时放离了身边 结果 一个依仗灵驱的天赋神通 逃过了追杀 另外一个呢 则施展了秘术自爆猿英 让一缕魔魂得以侥幸逃掉 韩丽重新返回天渊城的时候 自然早就施展秘术 想将二者重新召回了 但是可惜呀 因为魔族大军围城的缘故 灵驱和魔鹰不敢贸然的返回天渊城 只能在魔族大军外围 暂时潜藏下来 直到天渊城击退了魔族大军 二者呢 才在韩丽闭关养伤的时候 悄悄的潜入密室中 和本体会合了 因为魔鹰本身呢 对天渊城和居住石塔禁制 了如指掌的缘故 并没有惊动其他人 灵驱和驱儿还好 这一段时间 离开韩丽身边非但无事 反而以身修为略有增长的样子 第二魔鹰呢 因为自曝过一次原因 虽然说呀 那一缕残魂重新凝聚出了新的原因之身 但是 元气自然损伤大半 这种情形若是对一般和体修士来说 自然是一件头痛至极的事情 不花费数十年 甚至上百年苦修之功 是很难让第二原鹰啊 重新恢复如初的 但对身具无数灵丹妙药再生的行李来说 却根本不算什么了 在他动用了一大批灵丹之后 第二魔不过半年的功夫 就将损失的元气 补回了十之七八 如今呢 这第二魔鹰 虽然说还没有办法和巅峰时的状态相比 但也无大碍了 可以再次操控精神与人争动 不过韩力本体对身旁两具化身般存在 丝毫的没有在意 而将全部的心神呢 放在了身前悬浮的一只紫色小顶之上 这个小顶不过数寸大小 是一样古朴奇特 明印着密密麻麻的学傲的符文 但是此刻被韩力口吐的一缕缕青燕包裹其中 韩力呢 眼也不眨一下地盯着小顶 十之连团之下 不时地放出一道道法觉 没入青燕之中 神色凝容异常 在青燕闪动当中 从顶中隐约地传出了滴滴的嗡鸣 并有隐约一条模糊的灰白色光带 下半截没入顶盖当中 上半截呢 在顶外是闪动不定着 这光带不过手指粗细 但是在青燕包裹当中 却极具灵性地疯狂晃动不已 一副对青燕呢 畏惧异常的模样 韩力脸上的表情丝毫不变 但是手中法觉弹出 越发的急促了 同时呢 口中喷出的青色的针燕 颜色一变 竟隐约地有一丝丝的金芒在其中 不知一声 灰白光带 似乎再也没有办法忍受青燕的恋化 从顶中一抖啊 击射而出 并一宁地化为了一团白色的光球 充获了青燕的包裹 要破空顿走 但是 韩力对此似乎就早有了准备 不慌不忙的 一根手指一弹 一声霹雳过后 一道金色的电弧 一闪弹射而出了 预知后事如何 欢迎各位继续观众收听 凡人修仙传 第1321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